这些家伙还真是不知好歹 有什么办法 现在他们可是有苏寒长老撑腰 等鼻子上脸 你也没办法 行了 都少说两句吧 苏长老 我等可得罪不起啊 大家都去休息吧 没事的 别人我无法保证 但是苏寒长老是值得相信的 这些天大家出生入死 应该已经极度疲惫了 都去好好休息吧 既然恩公都如此说了 我们绝对相信苏长老的为人 那恩公 我们便先告辞 前去整顿休息了 果然 恩公与苏长老二人 已然狼情愜意 你弄我弄 不分彼此了 恩公 你不和我等一同去休息吗 废话怎么这么多 小孩子不懂事 恩公请见谅 不过 出肠禁果 难免贪多 恩公到时候 要尽量节制 城主挺有嘛 毕竟早年间 城主也风骚得很 不过恩公如此年轻 真的能节制 他在说什么 切身也不知 外界见了 弟子苏涵 带人请来闯藏剑山 闯藏剑山 就这么一个 闲天静的小家伙 回去吧 他境界太低了 那些在他这个年纪 已然应当尽的 天才弟子都不行 这么一个小家伙 就别白白送死了 多谢敬老的好意 不过小子 还是想尝试一下 毕竟其他人 还无法与我云青岩 相提并论 我去 哪来的野小子 这口气也太大了吧 这家伙我认识 殷鹤长老 就是被他斩杀 本事是有的 不过却太过于 小看藏剑山的凶险了 哼 无知者无惧嘛 到时候 想受到千万狂暴剑意 一起侵蚀石海的痛苦 这家伙就会明白 战力可不代表一切 见了 不要浪费时间了 开始吧 好 既然你坚持 老夫也不废话了 规则很简单 从那里进入藏剑山 获得一兵骨剑认可 便闯关成功 明白了 见了 苏涵长老 我去去便来 走得越往上 获得骨剑认可的概率越高 小子 好自为之 群公子 切身相信你 一定能够成功 唉 小家伙 要是耐住性子 再成长两年 倒是大有希望 现在的话 听天由命吧 剑意冲销 这藏剑山 确实是处不错的建筑 不过这剑意等级 却有些低劣 算 蚊子腿也是肉 战天剑 把这些剑意吸收了 我去 我的眼是不是花了 那个云西岩 快到山顶了 凯宗以来 都不曾有人登上过 藏剑山山顶啊 他 走得好快 好轻松 可为什么都快到山顶了 还没有获得骨剑认可 一网闯藏剑山成功的大佬 可是连半山腰都没走到 我骨首藏剑山 数百年 今日 终于可以见证一位登天之人了吗 云公子 你果然 从来不让人失望 成功登天 接下来 多来可笑 云青岩需要得到你们的认可 才算过关 谁来 这是什么情况 不太清楚啊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藏剑山这一关 他 他应该是过了 云青岩 此子叫做无法交好 也绝对不能得罪 万 万剑朝宗 这是 万剑朝宗啊 云青岩成功闯过藏剑山 按祖训 合获内门长老之位 我宣布 从今日起 云青岩便是我天剑宗内门九长老 恭喜恭喜 九长老 登顶藏剑山 引来万剑朝宗 又是时尚最年轻的长老 未来不可限量啊 没错 以后还要请云长老多多照顾呀 云公子的战力 资质 谋略 藏野整个大陆 都是最妖孽的级别 哪怕现在关于圣女的线索不多 但我相信 有云公子在 一定能救出圣女 有了云青岩 宗内剑道意图 必然一飞冲天 如此 才不枉我天剑宗的天剑二子啊 该死 不仅没能将云青岩控制住 现在他居然还成了内门长老 被赶紧想法子弄死他 要不然以他的性格和实力 只不定要搞出多大麻烦 身为天剑宗长老 每个人都有守护天剑宗的职责 这是守护地点图 云长老 你看一下 要选择哪处 不需要选了 就把胡坤长老负责的守护地点交给我吧 要我的守护地 糟糕 那地方是我们用来放置血精的 若云青岩夺了我的守护地 很可能被发现呢 之前因为误会 胡坤长老被我打伤 想必他需要一些时间修养 所以我去帮助胡坤长老守护 也是尽一份同门之责 那好 那云长老 你就接管胡坤的守护地点吧 其实胡坤受不受伤 都不太够格守在那里 现在有了云长老你 倒是帮我解决了一大难题 二位 你们就不征询一下我的意见 问问我同不同意 你敢有意见 你配不同意 不敢不敢 不配不配 前长老 那云青岩对血魔很是了解 此番抢我的守护地点 明显是刻意为之啊 所以千万不能让云青岩诡计得逞 那里可是藏着我们的血精啊 不用慌张 我有法子对付他 这药粉会让守护之地的护山兽陷入疯狂 明天你把这药粉撒在云青岩身上 他一踏进那里 也就永远留在那里了 对呀 护山神兽 我怎么没想到呢 有了这能引动玄境护山兽的药粉 那云青岩 必死无疑 云长老 今日由我带您去我之前负责守护的天泉池 之前因为误会多有得罪 还望云长老海涵呢 之前的事无需再提 你好好带路即可 居然主动提出给我带路 不是献殷勤 我倒要看看你打的什么主意 好好好 以前的事不提了 我好好带路 其实继续往前走就行 哼 再让你消畅一会儿 等进了天泉池 有你哭的 快些走吧 好机会 成了 这下云青岩死定了 是手虫 倒是好算计 看来前边有强大的妖术在等着 云长老 前边就是天泉池了 我还有些急事要处理 也没多远了 我就先告辞了 好 快 快 快责量 对对对 就这样 继续 快看 昨天登顶藏剑山的云长老 真的来我们这里了 没想到云长老 真的能来我们这里 太好了 云长老和我等年龄相仿 不知道 有没有机会 能让云长老吃点我们一番 果然不出所调 我去 火山兽暴动了 我来宗门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看到 护山神兽暴动 这 这护山神兽 你太不给云长老面子了吧 我更担心 这云长老刚来 就云命在神兽之口啊 成了 这次真的成了 前长老给的药粉太管用了 被暴动的玄境妖手攻击 你云青岩 要是还能活 那以后我胡坤的名字 赵真念 还以为多有本事 只不过略使小技 便一命无虎 胡长老 你也太高看他了 小宝蛇 安静 这样才乖嘛 云长老控制住了 胡山兽 我应该是在做梦 就这么云淡风轻的 我暴动的胡山神兽解决了 这位云长老 不会除了是一位 剑道天才以外 还是位天赋异禀的 御兽师吧 这 怎么能 那看是玄境妖手 就这么一下就被控制住了 不好 看来这家伙绝非普通人 我们那匹血精 怕是要遭殃了 回去吧 你们看到了吗 那胡山神兽竟然 竟然被云长老驯服了 明明我和他年纪相当 为啥差距这么大啊 我觉得 以云长老的年纪和天赋 他会成为天剑宗第一位突破到人亡境的强者 云长老 刚才我感应到胡山兽暴动 你没事吧 这位是内门三长老前白 我二人刚刚遇到 便感应到你这里出了事 于是一起过来看下状况 二位有心了 我没事 这两个家伙 装得还真像呢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多关心我 好好 没事就好 该死的 这云青妍到底有多少手段 不愧是云长老 厉害 厉害 这个云青妍比我想象中更棘手 要对付他 看来得找别的对策了 要是没有其他的事的话 那二位便回去忙吧 这个 安全起见 我们还是再留一会儿吧 万一再发生意外 我们也能及时帮上忙不是 此外不能离开 必须得盯着云青妍 对对对 前长老所说甚是 小心无打错 我们应该再待会儿 而且 这里我毕竟熟悉 可以带云长老你 熟悉熟悉环境啊 天泉池想藏有血精之地 有我们布置下的遮掩大阵 再加上我与前长老的扰乱 希望能够不被发现呢 既然如此 那就有劳二位了 你们俩真正不想离开的原因 是怕我发现这天泉池的问题吗 也罢 我就陪你们玩玩 长老 这里是休息区 要是累了 便可以在这里喝喝茶 看看风景 这里是烽火台 要是出现危险事宜 点燃烽火通知大家 这是 一处草地 如果云长老感兴趣 可以开荒种地 好尴尬 胡坤这没话找话的本事 哪里学的 看得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胡长老 你的目的我已经看出来了 就不要装了 什么 这就暴露了 该死 还是没瞒住吗 介绍了这么久 偏偏不带我去看天泉池 就想故意掉我胃口是吧 云长老 误会老夫了 天泉池这么显眼 怎么着都不会忘了介绍 当然是一些小地方 可能很重要 但是容易忽略 我却 我还以为血精的事情暴露了 既然云长老想去天泉池 那咱们就赶过去吧 刚才差点没忍住暴气偷袭 幸好最后还是吻了一手 那就有劳二位了 小事 好 天泉保佑 希望不要被云青岩发泄 希望折眼大阵 能将血精的气息瞒住吧 这天泉池水 有问题 什么 这就发现问题了 别瞒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这天泉池的水 对我们有害 不会吧 我可是天天利用这水修炼的 要是有问题 我就得最先完蛋 大家不要慌 既然云长老看出了问题 一定有解决的办法 对吧 这次云青岩应该是真的发现问题了 前长老 怎么办呢 就算血精被发现 也不能立马证明是我们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露出马脚 稳住 不能慌 云长老 您说这水有问题 究竟是何意呀 对呀 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我守护这里多年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呀 二位真的不知 若是如此 那我就将问题说出来了 您说 请讲 这天泉池的水里有血 血 血什么 有血破精华 血破精华 血 血破精华 什么玩意儿 这你都不知道 血破精华 是水元素灵力至宝 如果云长老说的是真的 那我们可捡到宝了 我用天泉池水修炼这么多年了 一滴血破精华都没见过 它仅凭几滴泉水就能判定 我不信 不管真的假的 只要不是那件事 我就放心了 这一波接一波的 吓死老夫了 不行就来个痛快吧 云长老 这天泉池水元素灵气 十分浓郁我承认 可就像刚才那位弟子所言 仅仅观察了几滴泉水 便下次定论 太草率了吧 胡坤长老死言 恰恰恰说明人的境界不同 看到的东西不同 出来乍到没给诸位带什么礼物 那水元之力就送给大家当见面礼了 有了它 大家并可知 我说的是真是假 去 天哪 这不是水元之力 水元之力 能得到一丝都是上苍垂怜 没想到 云长老竟然给我们美人送了一丝 我去 你们快看 动用这水元之力 能看到天泉池水中多了很多小光点 那些应该就是雪破精华 只是看到不算什么 等我把水元之力的调用口诀传给你 你们便可将天泉池水中的雪破精华 给玻璃吸收了 那才爽 真的吗 我去 云长老太爆了 云长老万岁 我的作用 是不是就用来被云青烟打脸呢 打脸就打脸吧 至少落得一个好消息 就是他并没有发现我们的血精 其他话我也不多说了 甚至他还没有发现我们的秘密 今晚 过来搬空血精 方才我就算是到处血精所在 也无法证明和胡坤前白有关系 但如今这两人被我一顿吓 必然会有动静 切实 还以为那云青烟有多厉害呢 差点把我吓个半死 弄了半天 压根就没发现天泉池下藏着血精这件事 今晚把血精转移走 以后完全不用担心了 是啊 今天为了干扰他 我把老脸都豁出去了 搞了半天 压根没发现这猫腻啊 不好意思啊二位 其实我发现了 只是没有立马揭穿 想如同此刻这般 抓个现行 什么 于 于京严 开死 原来是被吓套了 完了 被抓了现行 怎么办呢 胡坤 之前云公子 早就发现你有问题了 只是想要找出你背后的人 才一直陪你演戏罢了 你果真没让我们失望 让我们抓到了 钱长老这条大鱼 二位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啊 我与胡坤长老机缘巧合之下 发现了这里 过来一探究竟罢了 对对对 没错 我与钱长老发现一道暗门 然后就进到这里了 你们误会我们了 按照你们的意思 是我们集体出现幻听了 别装了 你们之前的聊天影像 都被我用记录金石录下来了 狡辩 没用了 相安无事不好吗 为什么非得把事情做绝 逼迫至此呢 天剑宗的事情 本与我无关 但你们滥杀无辜 我无论如何都得管一管 还要凭你 还凭你 既然如此 咱们就看谁能活着出去吧 钱 钱长老 我 我们不是对手啊 吴长老 不好意思 接下来 牺牲一下 什么意思 血魔群 血魔狂暴 不 我这一招 是将狐昏体内血魔狂化引动而出 只能提供足够的血迹能量 血魔便能不断提升实力 现在 你们知道逼我到绝路 是多么不明智了吧 之前是丁鹤杀掉自己的弟子来强化自己 现在 你直接杀死胡昆 引动血魔 修炼血魔的每一个好人 都该杀 丑长老所言极是 今日 就先拿着钱白的人头来开刀 想杀我 先过了血魔这一关吧 给我上 就这小小血魔 也敢在我面前献丑 这是对付钱白这种过责用资的事 我便又开始消耗先帝惊喜 害不知了 我得赶紧通过境界 什么 这怎么可能 血魔已经玄境四重了 居然被你一招斩杀 别说玄境四重了 哪怕是鹰变四重 空计四重 与我云青岩而言 皆一现斩志 我不是对手 你现在为啥 知道你算不上什么大鱼 可你知道为什么利用胡昆 钓到你 我就参牌了吗 为什么 因为胡昆修为太低 绑不住我这手松魂树 不 不要 这下活得倒挺滋入 过不了多久 血精就能准备齐全了 好 知道了 好强的感知 还真到此为止了 我的头 我明明 忠心耿耿啊 你居然能够在门口中 布置如此无窥探的 毁灭手段 此人失礼 不可小觑啊 竟然有人搜了 钱白的魂 如此说来 秘密炼制 囤积血精的事 应该是暴露了 事情已经进行到这一步 放弃是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 那么我便亲自下场 将这些阻挠我的人 解决掉 参见宗主 林公子 有什么发现吗 幕后最大的那位 并没有看清 但很多其他 修炼血魔宫的家伙和藏有血精的地点 我已知晓 先去毁掉血精和剿灭那些家伙 如此一来 幕后之人一定坐不住 这是捣毁的第七个藏匿血精的窝点吗 云公子 我已派人将修炼血魔宫的人全部抓获 此时宗主已经知晓 召集我们过去 血精捣毁的也差不多了 那便过去一趟吧 宗主 这次我抓了十个修炼血魔宫之人 可得给我系上一大功 我捣毁了四座藏匿血精的地方 功劳应该也不小吧 虽然我这边不是直接动手 但是后防仪式绝非小事 可不能落下我 好了好了 诸位放心 这些功劳都会给大家记下 不会漏掉任何一个 我想你们的命 要伤你们 宗主 云长老和苏长老到了 这位少年便是云青岩云长老 此次大破血魔一时 鞠躬至尾 好好好 果然是英雄少年 宗主台不过是凑巧罢了 这位宗主 为何感觉有一丝熟悉 好了 人既然已经到齐了 那么 我便宣布一下 这次召集大家的目的 此次清剿了一批败类不假 但天剑宗也损失巨大 所以我决定 为诸位开放画龙秘境 宗主 我没有听错吧 是那个画龙秘境 那可是给宗门立下大功劳 才能进去的顶级秘境啊 我们没资格吧 对啊 宗主 这事可不能开玩笑啊 特殊时期 特殊对待 如果不快速将诸位实力提上来 接下来要是发生什么意外 我天剑宗不一定能应付得来 哦 原来如此啊 宗主此言甚是 为了宗门 也只好将这规矩破了 诸位长老 这件事宗主已经全权交给我了 诸位跟我来吧 神后 去见盈吗 那个 我就不去了 秘境与我而言 作用不大 我自己修炼即可 嗯 云长老不可冲动啊 这画龙秘境 对修炼帮助很大呀 云长老还是不要开玩笑了 画龙秘境的机缘 珍贵异常 普通长老 想要进入画龙秘境 可是需要为宗门立三次 一级战功方可 这次机缘可遇不可求啊 云长老就这么放弃了 多谢诸位好意 我这便告退了 云长老 且留步 画龙秘境里的画龙叶 可以让人无视平静 直接突破 怎能如此轻易就放弃了呢 你可是坏我计划里的人里 最该死的 可不能让你逃掉 公主所言 没有半点拖大 是的 云公子 这画龙秘境非常值得去 这 好吧 不错 罪魁祸首入瓮 还好 要不然可没法完成 重点关照云青岩的任务了 果然不对劲 就让我看看 这里面到底还有什么阴谋 诸位 修炼方法很简单 坐到那石铺团上 禀惜凝神 然后将这画龙池里的池水 引入体内吸收即可 多谢无面大人指点 快坐上去吧 我都等不及了 希望能突破一个大径 无面大人 不和我们一起修炼吗 不 我可没心去陪你们一起死 去藤归原阵 起 什么 这是 什么情况 该死 这恶心的玩意儿缠得好紧 仗图不开啊 血清的流失 灭 你是血魔宫修炼者 现在知道 已经晚了 给我乖乖等着被炼化成血金吧 无面 你真当我天界宗无人吗 金光护身大阵 诸位长老 往大阵里灌注灵力 是 我一地都不留 倒是有些手段 金光护身大阵 要有不够的防御 需要不断补充灵力 则一无是处 我倒想看 在我不断进攻的消耗下 你能坚持多久 去 大家一定要扛住 如果大阵被迫 只有死路一条 这还用得着你说 我有一点很不爽 我们拼死拼活的时候 你们看看咱们的云长老在干嘛 我去 云长老 这时候你还修炼什么呀 往大阵输灵力呀 哈哈哈哈 云长老这叫实实物 知道反抗是徒劳的 不如舒舒服服的等死 队伍 队伍 学习一下云长老吧 别挣扎了 无面 你休想扰乱我们的意志 大家调整好心态 千万不要被无面给蛊惑了 云长老高深莫测 此刻他这么做 定有缘由 没错 云公子绝非偷奸耍华之辈 我相信他 我们当然没有傻到 因为云青岩 不出力就牵手的承诺 无论哪种理由 现在最重要的 不应该是一起 冲手保住命吗 没错 现在修炼有意义吗 难道他可能直接 突破脑的反备为胜的境界 云青岩 你要还是个男人 就跟我一起维持大战 云长老命都放弃了 还会照顾自己是不是男人 先曾杀 狂暴论刺 大长老 我老大正毁了 云青岩 你该死 云长老 鉴于你足为抵抗 而且你在扰乱 女方军心方面 起了巨大作用 我决定奖励你 第一个 死 云公子 如果死亡是今日的结局 就让苏寒 与你以这种方式 一同离去吧 好一个生死与共啊 真是感人 要是再配个英雄救美 然后绝地反击的剧情 就更妙了 好 无面 既然你这么喜欢看戏 看来今日 我不得不成人之美 亲自演给你了 接下来 会更精彩 我去 云 云长老 深得靠修炼突破 然后 干费了大战 之前我还说 修炼一点又没有 真大脸 云长老不愧是绝世天才 干费不是我等得揣测的呀 云长老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云公子 我没事 放我下来吧 好 苏寒长老 谢谢你之前舍命相护 接下来 无面 该是你拿命来的时候了 我防我 只不过突破到了 英丹靖三处 便因为自己无敌了吗 把我的玄境七重尖锋的实力 当摆射吗 什么 无面的实力 竟然到了玄境七重巅峰 突破到玄境七重后 实力会有一次质的飞跃 与之前完全是云泥之别 更别说云公子只是刚刚突破的 英丹境界 差距也太大了 现在我倒是明白 为什么他们丧尽天良的杀人 修炼血魔功了 只用了两年 就从玄境五重 突破到七重巅峰 诱惑力太大了 林正老 虽说你在先天 就能诊杀玄境高手 但玄境七重之后的力量 绝非普通人能想象 我们还是一起并肩作战 坚持到宗主过来吧 宗主若是来了 会更麻烦 我要是没有猜错 宗主公羽晨 才是血魔功这件事 背后的操控者 无命 我没说错吧 云青岩 不得不承认 你确实有几分才智 事到如今 你们已经没有必要了 反正你们只有一个结局 就是死 宗主 是最大的血魔功修炼者 怪不得 怪不得天剑宗内 有那么多血魔功修炼者 我们却毫无察觉 原来 从源头上就已经烂了 人家十四无生了 一个玄境七重巅峰的无面 我们已经不是对手了 息子加上宗主 一死无疑啊 云公子 以你的实力 逃走一定没问题 所以不要管我们了 先先离开吧 没错 云长老 你年纪最轻 资质最高 若能保住性命 以后是最有希望 为我等报仇的 云长老 一会儿 我等为你尽量 争取一些时间 你务必趁机离开 谈算得挺好 但你们已经没有 为云青岩抵挡的机会了 神以为我暴露实力 只是炫耀吗 我是在为我的法术叙事 血魔宫 血蛇是天 好强的气息 完了 弹弹散发的能量一波 就让我们皮衣应付了 云长老根本赢不了 本来我还心存一次侥幸 云长老或许有机会战胜无面 现在看来 是我太无知了 好强 云长老不可应聘 云公子 来日方长 先逃吧 二位 我云青岩没有傻到白白送死 这种过色 一剑便可以 我们寄灭 死吧 你也死吧 云长老 云长老 赢了 以云丹静之力 击溃玄境七空巅峰 往进来 温锁未闻 太好了 我们可以活下去了 一招便解决了无面 云长老 绝世天骄啊 云公子 你真的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吗 你真的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吗 这怎么可能 我是堂堂玄境七冲巅峰强者 你一个阴丹静的废物 怎么可能击败我 想知道吗 去地狱为阎罗王吧 我好不甘心 血墨仪式的幕后黑手是龚玉琛 说明彩儿就在他的手中 彩儿 我这就去救 什么 无面居然死了 看来继练长老失败了 既然如此 画龙池那边就先不管了 既然血迹长老不成 那我就先继练整个宗门弟子 到时候再去灭掉 画龙池的那群老家伙 现在也没必要隐藏了 出来吧 那是什么 我去 里面出来个人 是少女云彩儿 好多血迹 而且圣女看起来 好像没有意识了 血魔功 无尽血迹 虽然效果不如血迹 但计量掉这么多人 足够云彩而提升到 玄境巅峰了 然后 我再昏噬掉他体内的血魔 我玄境 轻而易举 怎么回事 我们天剑都被偷袭了 血迹在流失 是血魔功 是前天鹤用过这一张 你们看贴上 实战术法的 是宗主 什么 我们天剑都最大的恶魔 居然是实力最强的宗主 玩犊子了 这一张死定了 啊 啊 老主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成了 云彩而突破到玄境巅峰了 而我就要晋级为鹰变境的至强者了 血魔功 追尽 疯了 宗玉辰 他疯了 这是没想到 人家最大的血魔 居然是我们 一直都万分敬仰的宗主 该死 都怪我实力太弱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 而无法阻止 宗玉辰 你的心 好狠 呐 云公子 快看 是圣女 宗玉辰 好像在吸收她的修为 宗玉辰 找死 云 云长老 竟然直接就去斩杀宗主了 我们怎么做 要一起下上去吗 还是算了吧 我们连无灭都打不过 去了反而拖后腿 没错 说得难听一些 我们压根没资格 参与云长老与宗玉辰的战斗 现在 我们唯一能做的 便是相信云长老 云公子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打败宗玉辰 把圣女救回来 哈哈哈哈 我成功了 被利用完了的垃圾 就别在这里碍野了 彩儿 彩儿 看得清吧 能听见吗 秦 秦 秦颜哥哥 秦颜哥哥 真的 是你吗 是我 彩儿 是哥哥 太好了 临死前还能再见 秦颜哥哥一面 彩儿 无害了 傻丫头 有哥哥在 你不会有事的 只不过你现在生机枯竭 我需要将你封印 但你放心 哥哥一定会让你醒过来的 嗯 我相信你 秦颜哥哥 财儿 我会让你失望的 财儿 不会让你失望的 最说我都姓云 但这层关系 实在是让我有点措手不及啊 无论是圣语 还是云长老 都是绝对妖孽级的天才 云家真是不得了 一门双交 现在圣语被公语尘害得半死不活 你云长老的脾气 定然要与他不死不休了 公语尘 今日 必胜着死去 哈哈哈哈 林青年 你是过来搞笑的吗 你可知道 现在也 你周围几大地狱 唯一的英殿镜致强者 玄境给我破 英变境二冲 我该死 公语尘突破到了英变境 这下糟了 英变境 在整个大陆 都算得张一方霸主了 云长老 权了 死就死 要是云长老输了 我跟他一起下黄犬 老天爷 你是瞎了眼吗 竟然让公语尘这种恶魔 成了治强者 云公子 无论对方是谁 我苏寒相信 最后的胜利 一定属于你 哈哈哈哈 云青年 现在你知道 主动过来杀我 是多么愚蠢的决定了吧 愚蠢 当你死于我剑下之时 就知道 谁是那个蠢货了 云青年 看来你是巴不得早点下黄犬呢 既然如此 那就成天你 血魔宫 且魔斩 该死 只是张法的欲威 我都已经无法稳住身形了 云长老 真的能挡住吗 这就是血魔宫的威力吗 难怪如此多人 不惜一切的修炼 太强大了 云长老 一定要挡住啊 云公子 天剑宗的一切 就靠你了 先离惊喜 所剩无几 还是先试一试 靠已有的实力 能不能防得出口 龙皇宗 血泽黄玉 云长老 云公子 一招 都抵挡不住吗 宁殿 太强了 根本没有战胜的可能 最后的希望没了 等死吧 哈哈哈哈 在这片领域 我就是最强王者 没有任何人 是我的对手 这话说的 没时尚早了吧 不用先帝惊喜 竟然连抵挡龙玉成的进攻都费劲 看来想要反杀龙玉成 必须动用先帝惊喜了 云长老 没事 太好了 云公子果然不会轻易被击败 希望外面 还有戏 云长老 能不能别走玩反转了呀 我的心脏受不了啊 虽然云长老 抵挡住了龙玉成的第一波攻击 但是 真的能够打败对方吗 你竟然没死 的确有几分本事 林千言 我现在倒是挺欣赏你 这样吧 如果你此刻三跪九寇 臣服于我 我可以饶你不死 并让你坐上之前无面的位置 如何 既然你这么好心 那作为回报 我也给你一个福利 若是你能挡下我一劲而不死 我便饶你一条狗命 大言不惭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这次 就彻底送你上西间 雪国公 幽冥复兆 这 这才是应变境真正的势力吗 仅仅是气势余微 比刚才的气势都强了十倍不止 虽然不甘心 但云长老 彻底没戏了 我曾想到 我天剑宗 有史以来的最强者 便是天剑宗的毁灭者 云长老 虽然老夫知道 这是痴心妄想 那你一定要赢啊 云公子 尽管此刻也然绝技 可我坚信 你一定能创造奇迹 嗯 不错的实力 接下来消耗一滴先帝惊喜 倒是让我没那么心疼了 先帝惊喜 忍 哼 无有虚表 去死吧 杀 什么 这 怎么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怎么样 死了没 看不清啊 但受到云长老那么强的攻击 不死也应该重伤了 老天保佑 赶紧结束吧 什么 这是准备睡一觉再继续吗 呸 云青爷 我承认你很强 但要杀掉我 也绝非易事 停手吧 没必要 非得多个两败俱伤 呵呵 两败俱伤 你倒是会为自己脸上贴金 龚玉尘 龚玉尘 今天你我之间 只有一个结果 我单方面虐杀你 你 云青爷 你 撑 闭嘴吧你 啊 你 还能说话 看来力度还是不够 这一拳 是为了西荒城死去的众人 这一拳 是天界宗无辜的弟子 这一拳 是为了被你们残害的生灵 希望这辈子 再也不要遇到这种事了 云长老万岁 蓝蝎上藏保佑 天界宗 保下来了 云公子 果然只要有你在 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彩儿 哥哥为你报仇了 云长老 你应当战应变 这乃战神专师啊 其他的 在下不想多说 多谢云长老 救命之恩 我有个提议 咱们这宗主之位 就让云长老担任 如何啊 同意 天界宗以后 要是有了云长老的带领 实力绝对会更上一层牢 而且 定然不会辜负 名门正派这四个字 大家说的确实没错 无论是人品还是实力 这宗主之位 除了云长老 别无二选 云长老 宗门不可一日无主 请您接任宗主一职 请云长老 接任宗主一职 忍心所孝 云公子 即将成为天剑宗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宗主了 诸位 担任宗主一事 轻言无法答应 什么 天剑宗宗主之位 可是附近几狱 最高 最尊崇的身份了 云长老居然拒绝了 想不通 真的想不通 云长老 这是为何 成为我天剑宗的宗主 那就意味着 您将是这几狱 最有权力的存在啊 我现在唯一想做的 便是将彩儿救治回来 大长老 抱歉了 我对所谓的地位权力 都毫无兴趣 再说句不中听的话 这天剑宗 远不是我的目标 这 原来是人家 根本没看上我们这宗门呢 大家放心 我等虽然相识不久 但却也算共患难 同生死了 虽然我不会担任宗主一职 但天剑宗若是有难 我会出手相助的 好了 我还需要为彩儿检查身体 就不与大家多聊了 苏汉长老 你跟我来 好 原来 在我们眼中 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云长老看来 屁都不是 唉 丢人呐 越发觉得 自己是井底之蛙了 不过 仔细想想也对 如此绝世天骄 哪怕放眼整个大陆 都是最顶尖的 怎么可能 一个天剑宗就能满足呢 本想着将云长老 推到宗主之位 便能够将天剑宗 与其彻底绑在一条船上 届时 天剑宗定会有志的飞跃 嗯 如今看来 只能尽力交好了 云公子 圣女县的状况如何 生机流失已经被我控制住了 但彩儿三魂中的天地二魂已经离体 情况非常糟糕 接下来 我要将彩儿的欺魄寻回 在此期间 彩儿就拜托给你照顾了 云公子放心 定不负重拖 幽军之地 彩儿的气息 不但需要破开捷径 还要抵挡阴兽的攻击 如此消耗下来 哪怕是应变境强者 都不敢说有十分的把握 我劝你 还是跟随我等一起 才是正道啊 不必 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嘿 一看就知道 是个没有半点经验的厨 要不然 怎么可能说出这么幼稚的话 挺好的 很久没看到来送死的了 今天有眼福了 七月二十七 这三十 那老头倒是没有撒谎 此地结界很强 就算是我 也需要耗费一些时间来破解 去 装得还挺像 想要破解此处结界 起码你得拿一块 镇解石装装样子嘛 一看着姿势就没戏 哎 看见过不专业的 但这小子也太不专业了吧 完了 看不到鹰兽干掉他的场面了 以为他压根连结界都打不开呀 原来又是一个只会吹牛的家伙 失败是一定的了 到时候再想加入我的队伍 这入队费 我可得多翻几倍 成了 虚空之门 出 什么 这 怎么可能 哪怕是我 利用阵解石 也需要一个多时辰才能破解呀 彩儿 我来了 我去 我第一次看见 有人竟节节遇到这么多阴兽 虽然我看不惯那小子 但一下子遇到这么多阴兽 不禁有点心疼他了 太倒霉了 心疼个球 遇到一头他就能活了 以为能自行打开结界就了不起了 他这般刚愎自幼翻船是迟走的事 啊 子子确实有些手段 可惜了 你们 想死吗 什么情况 阴 阴兽 被吓跑了 没动手 只靠歪压便让阴兽落荒而逃 闻所未闻啊 刚才 我还大肆嘲笑人家 不知天高地厚 原来小丑 竟是我自己 我曾见过 以仁王敬强者 全力爆发威势 但绝对没有此子的震慑干强 他 绝非凡人 彩儿的气息到这里之后 消失了 这气息好熟悉 先过去看一看 依然主 想守护本座 你还没这个资格 有没有资格 占人至最后一刻 结果自然分效 既然你非要找死 那本座便成全你 也便焚怒 能否成功 就看这一件了 与神剑 作星 还是没能将 允神剑的威力 完全发挥出来 我可真是个废物啊 嘿嘿嘿 黎然主 现在知道跟我作对 是多么的 于不可及了吧 去死吧 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吗 我的族人 阮主对不起你们 我的朋友 是你说杀便能杀的 云 云青眼 是我 李阮主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去去鹰丹精的蝼蚁 也敢坏我好事 小子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糟糕 这威丫 已经有一丝 鹰变境的气息了 云青眼 多谢你出手相助 但此刻这幽冥之火的实力 已经接近鹰变境强者了 纵然你能越境而战 也打不过他的 别管我了 还是赶紧逃吧 真正的鹰变境我都杀过 接近鹰变境而已 没什么可怕的 李阮主你放心 这家伙 伤不了我分合 荒荒小二 大言不谈 若是杀过鹰变境 那我便斩过人亡 牛鸣之火 银羊暴击 果然说实话还是没人心 暖天神剑 不须 什么 鹰变境 怎么可能这么强 于我而言 你什么不可能的 好 好强 他之前说杀过鹰变境强者 难道是真的 你谁 你这是什么功法 怎么这么厉害 放开我 你来此的目的 应该是想收服这 幽冥之火吧 给你 放开我 你怎么能拿我当礼物 我可是前活大人 七月二十七 至三十 给我 怎么 和我还见外吗 这幽冥之火 对我确实有大用处 我便不交情了 明清言 你的救命之恩 与赠火之情 我记下了 以后你若是需要帮忙 亦不容辞 你我同生共死这么多次 这算不得什么 不过 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一会儿你将这幽冥之火 炼化后 利用它的探查之力 帮我在这幽冥之地 找寻我妹妹的魂魄 找寻你妹妹的魂魄 实不相瞒 我妹妹的天地二魂 因为一些原因 堕入了这幽冥之地 我来此地 便是为了将其寻回 幽冥之火 可探查幽冥之地一切 利用它来寻找你妹妹 确实是最好的方法 不过 这个法子 却很难行得通 因为炼化 幽冥之火 需要非常久的时间 等我将其炼化 你妹妹的魂魄 或许 早就遇险了 这点你无需担心 我会祝你快速将她炼化的 祝她迅速将我炼化 不知 我幽冥之火 乃是天地间最难炼化的 灯魂精魄 纵使你云青炎 本事通天 也绝不可能迅速炼化我 因为这是天道之规 她 所言非虚 幽冥之火本源的特殊 炼化她 的确没有捷径可言 哪怕是仁王静致强者 都做不到 仁王做不到 可不代表我云青炎不行 先帝十二术士 真缘相容 就你这点手段 还大约不曾 说想炼化我 我可是 你 你这是什么手段 我 我们羞辱 不 不俗呀 我 我 我正在炼化幽冥之火的本源 啊 你竟然 真能把我炼化 大侠 好看 饶命啊 你要 你要找谁 我把手帮你找 求你饶我一命 饶你 对 饶我 只要饶了我 我可以任命去世 只要让你 我就把你扯绝路上去 让你去死我 饶青炎 这游民之火虽然凶利 但念及他灵之不全 修炼不易 若是他能同意帮我们寻找东西 找他一命 也未尝不可 毕竟 我也是想要利用他找东西 没必要赶尽杀绝 哦 你对不对 这位李侠说的对 只要你们听我指的路 我不但可以逃出生天 还可以将你们两个全都搞死 好报今日的一箭之长 黎染珠 江湖险恶 你有所不知 游民之火 本性便阴狠讲诈 若是他给我们指定的路线是限制 我们恐怕难逃一死 不 不会的 这家伙怎么知道我们的机会 他看穿了 没错 我早就看穿了你 什么 乖乖成为我主下王红吧 成了 游民之火 我已经彻底炼化了 连人往静置强者都做不到的事情 你居然如此轻松 云青岩 你究竟是何人 不要浪费时间了 把游民之火叫出来 探查我妹妹魂魄的位置吧 好 出来吧 救人 见受我朋友的指挥 是 这是我妹妹的玉佩 你根据上边的气息 赶紧探查 好 游民之统 闻幽太虚 找到了 不好 林青岩妹妹的魂魄 正被射魂猪围攻 看情况 坚持不了多久了 我得赶紧回去通知 你妹妹身处 东南方向二区里外的冰山上 正在被射魂猪围 好 好快 走吧 别发愣了 咱们也过去 不要怕 青岩哥哥一定会找到我们 把我们救出去的 嗯 我不怕 青岩哥哥一定会来的 青岩哥哥 小妹妹 给我死 你给我死 彩儿 不用怕 把眼睛睁开吧 哥哥来了 青岩哥哥 青岩哥哥 你终于来了 就是些不成气候的小角色 全部都解决了 七月二十七 谢谢 谢谢 严重了 对付这些射魂猪算不上什么 这是 这是天地异象 明界吸魂 明界吸魂 我从未听说过此等异象 明界吸魂异象 一般便是在阴气极重的地方会出现 可能刚刚我们灭杀的射魂猪太多 导致其释放的阴气太过浓重 明界吸魂会吞噬神魂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否则你的妹妹会有威 天岩哥哥 彩儿 不 怎么会这样 不好 这是能量虚化 被明界的力量轻视后 谁都无法触碰得到了 完了 一切都完了 除非现在 能将那个明界吸魂的漩涡入口击溃 要不然 一切都将换为明界的养料 天冲其中 击溃漩涡入口 便能阻止 可以 当时有人从明界之主手里救人 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对方展示了这界域上的漩涡 将人救出 不过 他是一位灵驾于众生的人皇境之尊 没有这个实力 是后坏不掉那漩涡呢 呼吸相告 云青阳 你 燃烧掉全部的先帝惊血 就够爆发出人皇境的战力了 彩儿 哥哥一定会将你救下来 黎染竹 一会儿我将漩涡击碎后 大概率会被卷入无尽虚空 如果真的这样 我妹妹就拜托给你了 她的肉体在天剑宗 被苏涵长老召看 不 不要这么做 疯了 云青阳疯了 她居然想要击碎那个漩涡 一个阴丹镜 无论她手段多拟天 想要爆发出人皇境的战力 根本就是天皇夜谭 云青阳把她妹妹托付给我 说明击碎漩涡后 才是她真正的危险之时 云青阳 不要冲动了 这个术法能将万物定格三息 不过对我来说 已经够了 先地惊醒 群山 好强的未压 我从未见过 这 这是人皇境界的未压啊 忍 忍 神官 这 怎么可能 好了 惨人没事了 不过 我的七令爷已经好干了 群青阳 鹰丹镜爆发人皇境战力 闻所未闻 可惜了 群青阳 这个结果 你一定早就预料到了吧 你放心 我会将你的妹妹天地二魂 安全送回的 爷爷 扎了这么多的鱼 王后几天咱们都不用为吃的发愁了 唉 小鱼 都怪爷爷没用 让那王二虎把田地占了 现在家中没了口粮 没事的爷爷 鱼很好吃的 有了这些鱼 我们可以做鱼汤 烤鱼 腌鱼 还可以用鱼和别人换米面呢 什么东西 我的鱼 我的鱼 鱼 鱼 小心 不要过去 水里的是个人 他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 我辛苦抓来的鱼全部紧散了 他肯定不是好人 爷爷 我们不要管他 说什么傻话呢 鱼没了可以再抓 但是人不能见死不救啊 走吧 帮我把它拉出来 坏人 弄丢了我的鱼 还要我们救你 这 这是哪里 我 我怎么会 后生 你醒了呀 你刚才掉到水里去了 浑身冰凉凉的 喝了这碗鱼汤 暖和下身子 老人家 是你救了我吗 算不得什么救命 我只是把你从溪水里抬出来罢了 七月二十七 至四 爷爷你 你怎么能把我们最后的鱼汤给他喝啊 最后的鱼汤 看来救了我的这位老人家 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啊 鱼儿 不得无礼 这位受伤的小哥 更 更需要鱼汤 他需要鱼汤 我们就不需要吗 爷爷你再不吃东西就要饿倒了 你是鱼儿最后的情人 鱼儿不想你出事 我孙女儿不懂事 让您见笑了 无妨 小姑娘 不就是鱼吗 你想要多少 我都可以给你抓来啊 哼 就你一副冰泱泱的样子还抓鱼 别被鱼抓走就收高香了 真不知道爷爷救你干嘛 又是个拖累 我家鱼儿 性子比较直 小哥 别往心里去 你还是先休息吧 一会儿我们去抓鱼 不用麻烦你们了 还是我来吧 虽然我受了伤 但是抓些鱼还是受到青睐 哎 小哥 你 爷爷 你就让他去 我倒要看看 他一会儿抓不到鱼 还怎么吹牛 去 这 这怎么可能 这是 修行者的手段 二位 别傻愣着了 快去捡鱼吧 你 你是在耍戏法吗 取之一点 便将洗水中的鱼轰炸而出 这般手段 小哥 老头子 我要是猜测不错 你应该是那修行者中的越境强者吧 越境强者 爷爷 越境强者是什么意思啊 越境强者 传闻可飞天遁地 更甚者可破山填河 如此形容 鱼儿你或许理解的不够直白 这么说吧 咱们村 那村霸王二虎 之所以武力那么强 可以在村中横行霸道 就因为他是行进修行者 而越境强者 至少能打他二十个 什么 能打败二十个王二虎 这得多厉害 我要是把这个家伙 带回村给我撑腰 岂不是再也不会被人欺负了 还有村里那件事 是不是也能够解决了 莫朗 岩鱼姑娘 我确实是民修行者 但我不是越境 小哥还藏桌起来了 不过老头子我 也是有些见识的 鲁鱼的神仙手段 突然从天上掉落而下 种种迹象都证明了 你是越境强者 小哥不必自迁 你否认不掉的 我爷爷 可是村里出了名的董老儿 你就别不承认了 再说 你刚才都展现出 那么厉害的本事了 现在说自己不是越境强者 你认为我们会信吗 我们又不傻 好吧 我承认 看来这里的人 对修行者了解不多 居然以为越境就天下无敌了 没必要较真 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我说 大兄弟 那个 你捕鱼那招 能不能教教我啊 教你也不是不行 不过 起码你得先 什么东西 邀请 好香的人肉味 看来我可以饱餐一顿了 黄 黄鼠狼妖 怎么会 这晴天白日的 怎么会出现妖兽 区区二级妖兽 居然也敢晴天白日之下出来 胆子倒是不小 诶 你是 你是 修行者 小哥 这黄鼠狼 妖兽 已经是 二阶 巅峰 已经能做到 不分化形 且口吐人言 你虽然是 越境高手 也不一定是 他对手啊 越境 你区区一个 越境 修行者 竟然瞧不起我 堂堂二阶 巅峰 妖兽 小子 你脑子 进水了吗 二阶 巅峰 妖兽 爷爷 什么是 二阶 巅峰 妖兽 难道 越境修我的 云大哥 也打不过吗 妖兽 二阶 相当于 人类 修行者的 越境 黄鼠狼 妖 二阶 巅峰 等同于 越境 修行者中 最强的存在 况且 妖兽的 体质 天生 就比人类 强大 而云小哥 哪怕是 越境最强 但此刻 身受重伤 想要打败 对方 难如能天 这黄鼠狼 妖 这么强吗 那我们今天 是不是难逃 此劫了 莫老 严宇 你们无需 如此悲观 这只黄鼠狼 妖 我真的可以对过 云小哥 你就不要逞强了 还是用老头子 我这个法子吧 更稳妥 您还有法子 对付黄鼠狼 妖 我的乖孙女 以后 你就要靠自己了 云小哥 带我孙女走 我跟她拼了 只要我能拖延片刻 以云小哥 越境强者的实力 带鱼儿逃走 绝对没问题 你个老东西 想拖延住我 做梦 什么 死吧 爷爷 我 我竟然连一秒 都拖延不了 玉儿 爷爷没用 对不起你 你想杀人 先问我的剑 我 我 我没死 黄 黄鼠狼妖 被云小哥 一剑斩杀了 爷爷 爷爷 你吓死我了 刚才鱼儿 以为要永远 失去你了 爷爷没事 一剑斩杀 二阶巅峰妖兽 云小哥 你其实不是 月境吧 没错 其实我是 其实是那传说中 绝颠至强者 大日天神 大日天神 他不会说的是 阳静修行者吧 大日天神 爷爷 啥是大日天神啊 传闻 月境强者之上 有一种实力 更加强横的 阳静至尊强者 可搬山倒海 摘星蓝月 被人尊称为 大日天神 这么说 你可能不好理解 但村里的王二虎 是多强的实力 你应该知道吧 大日天神 一口气 能吹死 一百个王二虎 天哪 一口气 吹死一百个王二虎 银大哥 你原来这么厉害啊 误会了 误会了 我真的不是 末老口中的 阳静至尊强者 云小哥 做人 可不信 这么不实诚啊 你若不是 传闻中的 大日天神 怎么可能一剑 轻松斩杀 二阶巅峰妖兽 你要是再不说实话 老头子 我可是要生气了 我觉得 爷爷分析的很对 只可能是 月经之上的阳静 才能如此厉害 要不然完全没有解释 云大哥 别藏着掖着了 承认吧 啊 好吧 你们说是 那就是吧 这里的人 对修行境界的了解 概念太混乱了 我还是放弃挣扎 躺平吧 到了 云小哥 那就是我们村子 条件一般 你别见笑啊 莫老言重了 在这大山之中 能有个栖身之所 已经非常好了 嗯嗯 云大哥 你有没有什么法子 能让我变得很厉害 哪怕暂时的都可以 嗯 病强想干嘛 打你们村的村吧 王二虎吗 哇塞 云大哥 你也太厉害了吧 一眼就把我看拆了 那不知道云大哥 能不能教我个一招办事啊 这个嘛 教你倒是可以 不过 要吃很多苦的 不知道你能不能 去你了 没钱是吧 就拿你女儿底 走 父亲 这该死的王二虎 又开始欺负人了 再这么下去 我们村子没被那东西毁掉 先被王二虎给祸害没了 你小声点吧 被他听了去 一顿毒打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爷爷 被 被王二虎欺负的 是长山叔和青青姐 这可恶的王二虎 还是对他们下手了 云小哥 恕老头子冒昧 还请你出手相助 救救他们 云大哥 求求你快去阻止王二虎 将青青姐救回来吧 求求你了 我不会出手 不过 之前你不是想亲自出手教训王二虎吗 现在 你已经有这个实力了 去吧 什么 我 我可以打得过王二虎了 云小哥 这事可不能乱开玩笑啊 会出人命的 莫老 我云青岩 还没有不知轻重到 在这个时候开玩笑 你放心 我说的是真的 炎鱼 去吧 你现在已经打得过王二虎了 相信我 嗯 云大哥 我相信你 这是 蜻蜓沿水宫啊 这 难道 难道这云小哥 真的传输了功法给炎鱼 你大哥果然没有说话 我既然已经学会轻功了 感觉自己体内的力量 也强大了很多 王二虎 你给我站住 放开那女孩 这 这太冲动了 是啊 想救人的心情我们都无败 可是这样做 只会得不偿失 非得人救不出来 还把自己搭进去 哎呦 老天保佑 希望王二虎不会杀人吧 嗯 臭丫头 混腻歪了吧 敢管我的闲事 爷儿 你快回去 不要管我 太危险了 清清姐 你放心 我认识了一位大人天神 他已经把我变得很厉害了 我现在打得过王二虎 王二虎 赶紧给我放了 清清姐 要不然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想骗我放人 起码编个像样的理由吧 居然说什么大日天神帮你变强 你当我是傻子吗 我死 糟了 王二虎直接出刀了 啊 言语太年轻了 这种谎话 怎么可能骗得了王二虎啊 老天爷 你就不能张开眼闲闲灵吧 到底还要死多少人呢 这王二虎 速度好慢啊 耶 真的太慢了 什么 天哪 燕 燕鱼躲开了王二虎刚才你当 难道 他说的是真的 遇到了大日天神 还传给了他打败王二虎的实力 看这情形 燕鱼或许真的有机会 太好了 鱼儿躲过去了 虽然知道鱼小哥定然不会让鱼儿出事 可还是免不了紧张 有意思 燕鱼现在的状态 明显已经适应了我传给他的功能 看来 我遇到了一颗好条子 你还能躲过第二刀 我傻 第二刀绝对躲不过第三刀 三刀 看我的第四刀 哎 能不能快点啊 太无聊了 这就不行了 你不出手 难道我了 好怪 我居然 被一个臭丫头 干掉了 赢了 燕鱼竟然 竟然真的把王二虎打败了 太好了 我们青山村 终于可以恢复安宁了 老天有眼 老天有眼的 鱼小哥 谢谢你 我从没有见过鱼儿如此开心 如此有生气 我老客气了 举手之劳罢了 炎鱼竟然 我们妇女 我们妇女二人 你真的太厉害了 是啊 鱼儿 你实在是太厉害了 有了你 我们村子就有救了啊 村长 您客气了 王二虎虎还相邻 能为大家除去遗憾 我也很荣幸 好好好 你能有这种觉悟 真的太令人欣慰了 那就多委屈你一下 明天穿上嫁衣 让黄大仙迎娶了吧 什么 村长 你 你让我嫁给黄大仙 唉 你没听错 我说 的确是让你嫁给黄大仙 村长 这是老糊涂了吧 炎鱼可是刚帮村子 解决了王二虎 这个恶霸败类 你现在居然要让他 嫁给黄大仙 这 你这不是把炎鱼 往火坑里推吗 定期要选人 嫁给黄大仙 这个我们都理解 可为什么要选炎鱼呢 换一个不行吗 诸位 不是我非要选炎鱼 而是为了大家的性命 不得不如此啊 昨天我收到了那边的消息 如果这次咱们村选出的人 没被看上 就要全村被图 什么 全村被图 可 可就算这样 为什么非得是炎鱼呢 对啊 炎鱼长得虽然不错 但是村里不逊色于他的 也不少啊 黄大仙有一个癖好 但凡有修为的女子 只要不是奇仇无比 一定会被看中 而炎鱼如今是咱们村子 唯一有修为的女性 所以 原来是这样 唉 我们刚才太冲动了 误会了村长的一片苦心呢 事宜至此 咱们别无选择了 为了全村人的性命 只能委屈炎鱼 让她明天 嫁给黄大仙了 我孙女 是不会嫁给黄大仙的 上苍垂帘 将大日天神 派到了我们村 明天 不会是鱼儿的假日 只会是那黄大仙的祭日 啊 大日天神 什么大日天神 我知道 传说中 可遗山填海 摘星揽月 几乎无所不能的 至尊强者 之前炎鱼说 是一位大日天神 把她变强的 难道 她还把人 带到咱们村里来了 之前没注意 那儿不就有个 从来没见过的 大活人吗 真是的 我刚才居然 把云大哥给忘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 成我宫里的 大日天神 有他在 明天就可以把 内黄大仙 一箭咔嚓了 真的吗 要是他这样 那就再好不过了 今天死了王二胡 明天如果 又能把黄大仙杀掉 我们青山村 就可以真真正正的 护士安稳日子了 老天爷 你总算开眼了呀 唉 你们不要在那里 妄想了 大日天神 咱们青山村 曾经有过十二位 可结果 全被黄大仙 给一击毙命了 什么 我们村 有过大日天神 十二位大日天神 被一击毙命 黄大仙 这么恐怖吗 如此说来 我们 难道还是要把村子里的 女人嫁出去 莫海 你们还会起来 你们还在杀战着干嘛 炎鱼要救全村人性命 你们连感激都不会吗 炎鱼 拜托你了 炎鱼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带你 孝敬莫老大 给你磕头了 你们 炎鱼 不要搭理他们 我们走 没错 鱼儿 咱们走 莫海 炎鱼 难道你们就真的忍心 眼睁睁看着全村人被杀吗 炎鱼 莫海 我就知道 你是不会抛弃我们的 你 答应了 是吗 破狼 求求你了 答应我们吧 我们也是真的没办法了呀 你们为我们村子所做的付出 我们青山村 一定世世代代名记 你们逼迫他人送死求自保 竟然如此理所应当 真恶心 谁若再多说一句 栗战之 你 莫老 炎鱼 不要被他们这种道德绑架所胁迫 不过是群跪了太久 已经站不起来的软骨头 不值得同情 那什么黄大仙 他不来便罢 若是真的敢来 我亲手灭了便是 村长 这下我们可怎么办呢 紫青石者是由我联系的 我会告诉他们 被选中明天要出嫁的 是莫言语 为了全村人的性命 只能对不起他们爷孙二人了 林大哥 如果牺牲我 能让大家活命 其实 傻丫头 你不用想太多 相信我 明天一切都会被解决的 是啊 别想那么多了 不管明天结果到底如何 今天咱们好好饱餐一顿 走 回家 爷爷给你做全鱼宴 天快黑了 大家赶紧收衣服回家 云小哥 快跟我们走 回家 莫朗 这是怎么了 我们这里 只要天一黑 便会妖兽横行 不过 人若老实待在家里 便不会受到侵犯 所以 咱们必须 趁着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 回到家中 妖兽横行 这些妖兽 只进攻天黑在外面的人 不进攻回屋的人 是啊 从我济世起 就这样 几百年的传统了 诶 月小哥 你还在那里愣着干嘛 赶紧跟我回去啊 这些妖兽如此守规矩 看来 这背后定然有人掌控着它了 二位 今晚咱们别吃鱼了 换个口味怎么样 啊 什么 可我们除了鱼 啥也没有啊 爷爷 云大哥说请咱们吃好吃的 然后就这么一动不动的 站在外边 这到底啥意思啊 一会儿妖兽可就来了 他遇到危险怎么办 看不明白 真的看不明白 好久没开婚了 是啊 哦 食材到 没想到在这破村子 那些妖兽为公银大哥了 放心 这两只妖兽 应该只是先天生灵 不是云小哥的对手 和 和 是 啊 鲜鱼 云 云大哥 这 这东西真的能吃 只不过是普通妖兽的肉罢了 很香的 你尝尝 啊 我 我不敢吃 云小哥 你 你不仅杀妖兽 还吃他们的肉 若是惹得他们震怒 恐怕不好收场啊 你们想要活命 想要战胜妖兽 首先要先战胜自己 如果你们不战胜自身 对妖兽的恐惧 哪怕我将他们打跑 他们也迟早有一天会卷土重来 只有你们自己心中 有了面对他们的勇气 才有生存下去的希望 这 云大哥 你说得对 我们想要战胜妖兽 就必须先战胜自己心中的恐惧 如果连面对妖兽的勇气都没有 我们根本不配生存下去 我吃死你们这些害人的妖兽 叶玉 你 你怎么了 这 这种蒸 真好吃啊 鲤鱼肉不知道好吃了多少倍 真的 那给我也尝尝 哎呀 爷爷 你让鲤鱼肉再给你口一口 怪村女 我就尝一口 这地方龙境浓厚 但是一众村民却都没有修为 纵然恶霸王二五 也不过是身体强壮一些而已 这绝对不正常 看来和那群所谓的黄大兴 有关系啊 该死了 这家伙不当把大黄和二黄杀了 竟然还把他们吃了 赶紧回去并报主人 留你一条命 目的就是为了揪出你的脑子 这是捅了狐狸窝呢 嗨 再过三天 就到了咱们收获的级别了 咱们妖狐一族啊 圈养了麒莲山一千多个部落的人类 每个部落一年却只允许筛选一个美女 真不知道族长是怎么想的 嘿 我说胡三千 你就知足吧 咱们族长说得对 不能节责而渝 这样才能长久 放我们出去 什么仙人 你们都是妖怪 我还想要和你们求仙问道 你们这些恶心的臭狐狸 哼哼 啊 杀了我 杀了我吧 我不想再被你们糟蹋了 哼 这群人体内的精魄 已经被吸食得差不多了 没什么价值了 嘿嘿嘿 也不能这么说 这群人类渣子 虽然对我们这些阴丹静强者无用 但还可以给你一些刚刚进入化形期的小辈 这群畜生 居然是在这麒麟山中将人类圈养起来 供他们吞噬金魄 全都该死 没想到这群狐妖的手里 竟然是一只鹰变静的大平民 这群畜生 绝对不能放过 我现在伤势还没有完全回复 对付鹰变静的妖兽有些困难 而且这里还有数万头狐狸精 你找些材料布置一个大阵 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绝后患 黄晏鱼 莫海 我回来 快到了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莫海 今天我再和你说一遍 到底要不要让严虞嫁给黄大仙 不嫁 那谁愿意嫁谁嫁 莫家鱿鱼绝不会嫁 我才不会嫁给妖怪 好 既然你们敬酒不吃 非吃法酒 那就别怪我这个当村长的翻脸无情了 你想要干什么 青树瓦儿 将莫言鱼给我绑了 押往祭坛 等候黄大仙降临 癌尔遵命 宋 宋青叔 你 宋青叔 你 你不要轻举妄动 虽然你是咱们村最厉害的人 但我有个哥哥 可是 可是大日天神 什么大日天神 他不来找我 我还想要找他呢 我倒是想看看 这个外来人究竟能有多大的能耐 你要找我 你是谁 我靠着大仙们少赐的灵气 已经修炼到了新境九界 是整个乞连部落的最强者 为什么这个人出现在我面前 我一点感知都没有 所有村民都没有修为 唯有你到达了新境九界 你和你的父亲如此积极的 想要把炎鱼嫁给所谓的黄大仙 应该是想要介意讨好黄大仙 让他们将你收入仙门吧 啊 关 关你什么事 我警告你 你 你可别紧着妄动 再动一下 我就杀了他 爷爷 你也给我过来吧 宋青炎 我警告你 再向前一步 这两个人都别想活 我是该说你们天真好 还是说你们啥好吗 如果我告诉你们 你们崇拜的大仙 是一群肮脏龌龙的黄鼠狼独 狐狸精 他们所谓的仙法 不过是妖法而已 你还会想败入他们吗 傻瞎扯 你这个外来人好大的胆子 这人敢随意侮辱大仙 我告诉你 你活不了多久了 执迷不悟 把人放了 我可以只非你修为 饶你一命 我 嘿 我看你还没看清 现在的局势吧 这里可是我的主场 你要是想让莫海活命 就自负手脚 去村内祭台 向黄大仙请罪 亲眼小哥 不要管我 老朽活了这么长时间 已经活够了 你只要帮忙救下燕鱼便可 够手吧 亲眼哥哥 救我爷爷 燕鱼不怕死 谁能不用死 该死的是他们两个 什么 什么 这个外来人 正正动用的 好像是仙法 他能弄 也是仙人 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个人杀了村长 和村长的儿子 我们得赶紧去村内祭台 通知黄大仙的使者 燕鱼 你没事吧 爷爷 我没事 我亏了云哥哥 及时赶到 你们先在这里休息 我先去祭台看看 等等 亲眼小哥 那祭台 有一个会 仙术的黄大仙使者 仙术高强 亲眼小哥 你还是找机会 快走吧 是啊 那个人很厉害 他一动手 就是山崩地裂 一旦他出手 亲眼哥哥 你就危险了 放心吧 我们谁都不会有危险 而且 我在村子里 没有感受到 那个所谓使者的气息 他应该不在这里 这 那亲眼哥哥 你可要小心啊 放心 使者大人 赶快现身吧 我们齐连部落 来了外人 上了族长和族长的儿子 请你赶快降临 拯救我们族群吧 黄大仙 请保佑我们呢 什么垃圾机台 给我碎 这 这个人 绝毁了族群 他 他怎么敢 难道 就不怕黄大仙的报复吗 这个人看起来 是会一些邪术 我们不是对手 只能等黄大仙过来了 这里倒是一个 不错的布置大阵的位置 就在这里 将那些畜生 一网把进了 何方数位 谁敢回我祭台 来 黄大仙回来了 太好了 黄大仙终于来了 这小子惨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祭台怎么会被毁 大仙 你可算是回来了 大仙 我们族内来了一个外来人 他不在杀了族长和族长儿子 而且还侮辱黄大仙 他居然说 黄大仙都是成了金的黄鼠狼 祭台便是他毁掉的 好 这方圆万里的欺怜山脉 都没有人知道 我们其实都是黄鼠狼青 这个人 倒是外来人 我等你很久了 你想干什么 别我 谢你 怎么可能 连黄大仙都不是这小子的对手吗 你快看 黄大仙 别 别生了 这 现在是黄鼠狼 怎么 怎么会 该不会 这像这小子说的那样 黄大仙 就是黄鼠狼吧 臭小子 我要杀了你 冯刃 小小的冯刃也能称之为仙 那我这手带又是什么呢 这个人好强 糟糕 我的尾巴 你们这群浑身骚气的黄鼠狼 如果是给狐狸精和大鹏鸟卖命的走狗 居然也敢在人类面前作威作福 什么 你竟然什么都知道 不行 不是这小子的对手 必须得想别的办法 死在今天 怕小子在这里了 黄大仙的信徒们 快献出你们的鲜血 快救你们的信仰吧 你都这副模样了 你觉得还会有人信你吗 等等 我 我信黄大仙 我也信 我也信 你们 没想到信奉黄大仙的思想 在这群村民之中如此人身 我已经让他显形了 居然还有这么多人信仰他 我最终支持信仰们 不要为你去假象 我没用 我站在你面前的美女 我这些 是一种 是一种 是为了 是一种 是一种 我是一种 这是 为了 是国家的 就是 黄大仙 我们 愿为黄大仙 奉生生命 这是 攻破人心的换术 看来这些妖怪一方面用强大的武力震慑 一方面用幻术蛊惑 才将这些平民控制得死死的 女神类 我劝你乖乖投降 都无解你去面前大鹏大人 否则 我就让整个几连部落的人都去死 区区幻术 别想威胁我 如天光明镜 这是什么狂 不 我这是怎么了 我为什么用刀刺杀自己啊 好 好像是黄大仙让我们这么做的 诸位 睁大眼睛看看吧 如果这黄鼠狼真的是来保护你们的 那为何要让你们献祭生命 这分明就是杀人的邪法 你找死 既然你神秘不悟 那你就和这群村民一起去死吧 来死的是你 你 你 竟敢 你们 现在可信了 少 少侠 那黄大仙真的是黄鼠狼变成的 仙人怎会将你们圈养起来 你们自己想想 从出生到现在 你们有没有接触过外面的世界 如果他不是黄鼠狼 又岂会每年要求你们献出少女作为贡品 如果不给 便会降下瘟疫惩罚你们 仙人 会这么干吗 少 少侠说的有道理 带队群黄鼠狼法力高强 如今少侠杀了他们的使者大人 他们恐怕不会善罢甘休啊 诸位如果信得够我 这几天 便都待在家里不要出门 安心修炼这部宫 这宫法只要细心修炼 便可以达到先天生灵的层次 其他事情 我来解决 这 这既然是一门仙法呀 我们每年给黄大仙贡品 黄大仙可是从来没赏赐过我们仙法呀 不谢周强 我们回去就立即为您立生辞供奉 都给我站起来 除了天 地 父母外 没有人值得你们跪 我能帮你们的只有这么多了 不要老想的依靠别人 只有靠自己 你们才能摆脱这些妖怪的控制 才能活得像个堂堂正正的人 少下说得对 我们要靠自己 我要努力修行仙法 变强起来 对 修行仙法变强后 我也要让这些妖怪跪在我的面前 好了 你们现在便都回家吧 记住了 最近这几日 千万不要出门 是 明天便会有黄大仙过来取亲 现在布阵 应该还来得及 国旗 这深坑 就当作这十万妖魔的埋谱之地 千功莫言语的迎亲队伍到了 欺怜部落的信徒们还不快出来迎接 哎 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这欺怜部落的祭台怎么被人拆了 霍鼠狼来了 该死的 如果不是云少侠 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黄大仙 原来就是黄鼠狼变的 更可恨的是 整个祁连山 上百个部落的人 都被黄鼠狼当成畜生幻养着 昨天言语逃脱和我说 云少侠告诉他 那些嫁过去的所谓仙姑和秋千把的男人 都被关在大笼子里 当成黄鼠狼上级狐狸精的玩具 不 不知道云少侠能不能拦住这些人啊 十年不落 好大的胆子啊 竟然没人来迎接我们 岂有此理 我们这就去杀几个人 给他们点教训 正好我们也好久没吃人肉了 我已经等你们很久了 人类相信这 你平白无故杀我族人 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 交代 你们黄鼠狼和妖狐一族 将我人类当成畜生幻养 是不是也该给我一个交代 小子 看来你是外来人 不了解这里的情况 这摩贝林的人族 都是大鹏王手下灵兽幻养的家禽 就如同你们人类 也会幻养灵兽一般 再正常不过 我看在你是外来人的份上 就原谅你这次的冒幻 那你必须马上离开 这任修为似乎比我要高 我先找机会逃离这里 通知胡王 到时候再找高手围杀他才好 身为人族 还从未听说过别人敢将我人族当畜生 幻养起来的说法 而且还说得如此坦然 在我云青眼看来 已经触碰了我的底线 这是找死 你敢 你竟然敢连 黄大仙 都敢杀 死魂 原来 这只大鹏鸟是大鹏王的儿子蓬飞 为了拥有王者血脉的孔雀蛋 才来到这个狐狸窝 拥有王者血脉的孔雀蛋 一旦成熟就意味着会有一个人王进的高手诞生 看来我得去趟黄鼠王的老巢了 终于到了 神石 在 去的 在那里 开始吧 老奴遵命 居然想要依靠催眠的方式 让孔雀生灵与你建立血脉原型 倒是不错的技 神石 吴东来 这是怎么回事 少 少主 刚刚这蛋内突然迸发出一股犹如浩瀚沧海的精神力 奴 奴婢的精神力一个照面就被击溃了 浩奴沧海 难道是这孔雀王族的天赋魂力 少主 奴婢心神受损 至少要休息一天才能恢复 少主可否再等上一天 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多谢少主 奴 不过你只有明天一次机会了 如果明天还不成功 你便没有存在的必要 明白 对了 听说你豢养了不少人族少女 对 我今日正好派了一个百人的接亲队 前往各大部落去取亲 过一会儿 会有上百个人族少女宫少主挑选 嗯 很好 我先回住处了 等人族少女到了后 全部都送到我的房间 我要一百人 我要一百个 老奴遵命 无论是谁 始终都逃不过一个色子 居然还想着接亲的人族少女 你们怕是不知道 你们派出去的那群黄鼠狼下属 都已经在我过来的路上被我灭了 这鹏飞倒是小心 在这道场建筑上设置了三层镜之阵 神帝魂力 与我熔 在我神帝神社所在之下 世间一切都不会轻松 你怎么这么轻松 无论 说 孔雀弹到手 但是给你们来点更好玩的 完美 银大哥 你回来了 嗯 银鱼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帮我守在外面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 哦 好吧 胡东来 你给我滚过来 怎么了 少主 胡东来 你干的好事 少 少主息怒 我派去接亲的队伍 一个都没有回来 很可能遭遇了不测 我这就亲自去给你找人组少女 马上就能 你给我闭嘴 你给我解释解释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 这怎么可能 我只问你一次 孔雀弹 在哪里 这这这 这孔雀弹怎么会丢 这不可能啊 少主 你相信我 我是绝不会偷孔雀弹的 那对上面的字 怎么解释 少主 即便是我真的偷了这孔雀弹 我也不会傻到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啊 这不是找死吗 一定是有人陷害 这 嗯 你说的倒是有几分道理 多谢少主明察 不过 你还是得死 少主且慢 孔雀弹丢了 现在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 我可以让胡子胡孙们出去寻找 少主 您再给我个机会吧 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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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哼 我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现在就去找 找不到 你们整个族群 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是 是 谁和那群骚虎 随时可拯 在这八方金锁镇中 将骨雀弹骨 可以确保万无一事 急 嗯 这不是人王进孔雀弹下的孔雀弹 是人王进强者涅槃而后的乱 我若在此刻将其练花 且涅槃之前的全部记忆 都将尽数灭灭 唉 还是算了吧 人王强者 尤其是妖兽 修炼不易 我不可如此做事 是 会是人王进强者涅槃这回事 刚出生就是这种棋事 人类 这是哪里 摩贝岭 西连山脉 摩贝岭 西连山脉 是什么地方 你身为孔雀族的人王强者 竟然不知道摩贝岭 难道 你失忆了 我 我只记得 在涅槃之前 我被一个我特别信任的人偷袭 其他的 都不记得了 难怪 你 和其他人类不一样 我 看不透你 天哪 你竟然有神识 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虽然记不起之前的很多事情了 但有一件事我是很清楚的 只有传说中的仙人才有神识 你 你难道和我一样 也是涅槃重生 而在涅槃之前 你是仙人 仙人 算是吧 我可是仙帝 一念之间 便是成千上万的仙人 也要灰飞烟灭 纵然你曾经是仙人 现在也只有区区玄境级别 但我很看好你 当我一个忙 我可以给你三个人情 你想让我帮你恢复记忆 没错 你应该知道 人亡进抢者的三个人情 价值究竟有多大 相比于三个人情 我想我直接把你收服 价值应该更大吧 你刚刚并没有那么做 当然 即便你做了 也收服不了我 为何 因为 我脑海中有这 这是 九死生杀大阵 你竟然对自己这么狠 为了不被人奴役 竟然给自己布置了 如此恶毒的诅咒大阵 我也记不清 自己为何会布下这大阵了 但我现在很喜欢它 一旦有人要收服我 大阵便会自动启动 让我行神俱灭 与其被人奴役 队王对我来说肯定是更好的选择 唉 看来我除了同意你的要求 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你的选择是明智的 我残存的记忆告诉我 在孔雀族的传承之地 有一个 只有我才能打开的机缘 只要我能得到这个机缘 便能瞬间恢复 人王尽修为何弃 好 我送你回孔雀族 你欠我三个人情 你不打算和我立下契约吗 契约 不必了 没有人敢赖我的账 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三天之内 咱们启程 立即派出所有的狐子狐孙 依附于我们的黄鼠狼 全都给我出去查 把偷东西的人查出来 查不出来不许回来 是 我们这就去办 马上安排人 所长 大事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说话给我小声点 说 出什么事了 我 我们派出去的迎亲队伍 全都被灭了 一共两百多人的队伍呀 就都被那个人类杀光了 只有 只有我一个人豁了下来 什么 在这博贝岭 竟然还有人类敢挑衅我们 那个人修为 应该是玄境初级左右 但是出手非常狠了 招招毙命 马上调集四大玄境长老 一同去将那人类诛杀 现在得先追查孔雀弹的事 四大长老过去 应该怎么够呢 好 我马上去通知 他们来迟了三个时辰 人类 就是你灭了我湖族的迎亲队伍 人类 你胆子不小啊 人类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四伯长老 这人只有半步玄境的实力 我正好与其相当 不如就让我出手将其拿下吧 准 不过 族长特意交代过 这个人类要生情 你下手注意点翻寸 也一不小心搞死了 放心吧 大长老 您瞧好就是 区区人类 别敢杀我们的族人 真是长 什么 竟然一巴掌 就把半步玄境的黄三拍死了 看来 这个人的战斗力 远超普通玄境强者 若非我身负重伤 修为掉落到了玄境 一招便可将我们全灭 大长老 这人仅能一招灭杀黄三 实力定然远胜普通玄境强者 仅靠这些黄鼠狼 很难灭掉他 不如让我带着四个狐足嫡系 布下五星连锁回环大阵 一举将其灭杀 不许 你有把握 须知 你的实力 也仅仅以黄三不相上下 大长老放心 五星连锁回环大阵 能够让我们每个人 都拥有五个人 叠加在一起的实力 这个区区半步玄境的小子 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 好 你上吧 我怎么总感觉 眼前这人类 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呢 二哥不用担忧 即便这人类再不简单 也不过只是一个 半步玄境而已 三哥说的不错 我们不直接出手将其灭杀 也不过是 为了让年轻人 多锻炼锻炼而已 万一胡旋他们 真的坚持不住了 我们再出手也来得及 人类小子 你的确有两把刷子 不过 可听闻过我五星连锁回环大阵 没听说过 不过 我倒是有一个八方金锁阵 正好可以和你们切磋切磋 那就让我们见识见识吧 五星连锁回环大阵启动 八方金锁阵 迎面 什么 不是怎么可能 不 不对 请报有误 这人肯定已经到达玄境了 就比他刚刚爆发的能量威力 我们几个也不是对手 赶紧撑 现在达车来不及了 八方金锁阵 是个 这 这是什么阵法 人类小子 我们哪里得罪你了 如此心计 骗我们来这里 到底是什么人 人族 万灵之族 尔等栩栩禽兽 竟然敢在此豢养人族 无虽不才但势必将尔等诸族灭族 绝后患 你 你 欺人太甚 这世界自古便是圣者为王 为什么你们人族可以豢养妖兽 但我们不能豢养人族 你也说了 圣者为王 因为从古至今 自天地初开 人族便一直是圣者 我 我不甘心 欺杀我也 我有传义不通知族长 接下来 就等着胡东来自己送上门来吧 我得把这个大坑填满才行 来了 这该死的人类 竟然将我的四大长老全都杀了 胡东来 我不想听你在我面前废话 赶紧过去 把这人类灭了 然后集中精力 去找孔雀弹 少主 这人类有古怪 一会儿我若不敌 还望您千万出手相助啊 胡东来 你胆子越来越大 居然敢向我提要求 不敢 你奴婢这就过去收拾那人类 这该死的孟非 居然根本不把我的命当一回事 臭狐狸精 要不是还指望着你帮我找孔雀弹 走啊你废 你为了人类 居然杀了我这么多人 你现在自裁可以少受点苦 自裁 你卷养欺辱我人毒 我看自裁的是你才对 这是什么东西 尿你命的东西 玄境而已 愿意的在我英殿高手面前献丑 这个人类还不错 他若是蒙在胡东来的手中活下来 我倒是可以考虑将其收为毒 怎么 怎么可能 你只有玄境了 可能一招就将我击败 胡东来 你将我人族当作畜生倦鱼 今天该是你偿命的时候 干什么 我可告诉你 我是大鹏族的人 你 你敢动我 大鹏族 在我眼中 不过土鸡娃狗而已 是你 不 少主 救我呀 够了 当着我的面 杀我的人 你是当我不存在吗 终于忍不住要出手了吗 少 少主 救我 忘了胡东来 虽然我不在乎一只臭狐狸的生死 但我的人 不是一个区区人类能杀的 人 人类 你听到了 你再不住手 我叫少主 你我 你怎么敢 竟然敢违逆我的意思 难道 不怕死吗 若是你们大鹏一族的组长来了 我或许还会忌惮三分 但你 还不够格 竟然对我的大鹏威压毫无感觉 实力强 不怕死 还会这么好玩的正法 我不得不说 你很幸 幸运何来 因为本少主看上你了 成为我的奴仆 我可以让你继续活下去 畜生就是畜生 不但不知天高地厚 居然脑子还不好使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给你当奴仆 既然这样 那你 虚蛆畜生 居然敢独义成体 竟然不乏了你一身女毛 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 你遗憾 现在你应该知道 自己究竟几斤几两了吧 你只有区区玄境修为 怎么可能 所以说畜生只能是畜生 永远不明白人族的强大 本少孩就不信了 你 苏徒徒 刀一直在身旁 但我不想争亡 不是年少太轻狂 只是不行在凹行 我是陈上上 人送外号 陈刀王 陈刀王 传闻中那个一旦出刀 就必定见血的营州八大公子之一 为何他长得和苏徒徒 几乎一模一样 若非我熟悉苏徒徒的气息 可怕都要把他直接认作苏徒徒了 冯妃 孔雀弹拿出来吧 否则 我可叫出刀了 出刀 那个 陈刀王 说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血弹 丢了 看来你是真的要逼我出刀啊 陈少长 孔雀弹真 真的被偷了 我没有骗你 王者孔雀弹 是可以用生命守护的东西 如果他真的被偷了 那你 不 不要 陈刀王 陈 陈刀王 孔雀弹真的被偷了 我可以立下天道使言 孔雀弹还在我身上 我将心神俱灭 永不朝生 你真的把孔雀弹搞丢了 是真的 害我陈刀王 救命啊 你说你 连孔雀弹都能弄掉 还活着干什么 算了 我就为你大鹏族做件好事 已经灭了 得了 陈刀王 阴明神武 魂套无略 气吞山河 冠决当事 救苦救难 大慈大悲 您老高高在上 和我一只小鸟 计较什么 您就把我当个屁 放了吧 听说这陈上上 就喜欢别人拍马屁 不知道 奏不奏效啊 哎哟 我的优点隐藏得这么深 都被你发现了 这 这哪能藏得住啊 陈刀王 您是人中龙凤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让周围的东西 黯然失色 您就是迎周的太阳 一一生辉 您的优秀 那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 其实隐藏 就能藏得住的 嗯 彭飞 不得不说 你这小小鸟虽然笨 但还有几分眼界 看在你还有几分眼界的份上 我便饶你一回吧 给我写个 欠我一万斤 先天灵液的欠条 这事就算过去 一 一万斤 先天灵液 嗯 你不愿意 愿 愿意 能给您先天灵液 那是我的荣幸 这陈上上和苏图图也太像了 言谈举止简直一模一样 只不过陈上上更贪心一些 先天灵液那都是论低的 这陈上上竟然开口就问 彭飞要一万斤 哎 这位兄弟 看够了吧 看够了就过来一续吧 里面有八门金锁镇 哥哥胆小 不敢贸然进去 好 你离我这么近 就不怕我对你出手 营中的太阳 又岂会对我一个凡夫独子出手 这话彭飞说也就算了 你可别给我戴高帽 如果刚刚我不出现 恒飞这只小小鸟 恐怕已经被你拔了毛了吧 什么 陈上上竟然追着小子评价这么高 我 我刚刚竟然还想受人家为奴仆 你这傻牛 还不敢谢我一下 是是是 多谢大人 还好你没把这小小鸟弄死 否则他们家那只老鸟就要发狂了 追杀你到天涯海角 我敢杀它 就不在乎报复 唉 不愧是会八门金锁镇的人 说话就是大气 听你的意思 你自始至终都没打算要杀这家伙 废话 他爹可是仁王静 我若杀了他的独子 他爹恐怕就算拼着元气大伤 与我沉加一战 也会想办法灭了我的 我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我爹 这陈上尚再厉害 也不敢杀我呀 那我这次欠条 岂不是 喂 鹏飞 你这什么表情 我就算不杀你 也有一百种方法 让你生不如死 呃 是是是 好了 现在可以告诉我 孔雀蛋是怎么被偷的了 是 是在湖东来的道场被偷的 我当时布下了十层禁制 但东西还是不声不响的消失了 十层禁制还被偷了 看来动手的人不一般呢 啊 兄弟 我叫陈上上 不知您 尊姓大名啊 云青岩 啊 原来是云兄弟 哈哈 不知道云兄弟你 知不知道这孔雀蛋的想法 孔雀蛋 确实在我手上 哦 你挺有意思啊 拿刀架在你脖子上不说 不问你了 你反而主动和我说 我不喜欢被威胁 我主动和你说 是因为 你的性格对我胃口 哈哈 不错不错 没想到在这里 能遇到你这么有趣的人 说到那颗孔雀蛋 那不是王者诞下的蛋 而是人王进强者 涅槃后变成的蛋 而且 他不能认识 他在涅槃前 给自己加了诅咒 一旦被奴役 便会形神俱灭 不能奴役啊 哎呀 不过你和他打好关系 等他恢复巅峰 也能得到不少好处 走了 不送 苏图图便是从盈州流落出去 现在看来 他很可能是盈州陈家的人 与这个陈上上是双胞胎 两个人不可能这么想 喂 你一个人组 在盈州不易 这招地图便留着用吧 应该能帮你一些忙 多谢 后会有期 麻烦都解决了吧 嗯 都好了 我叫云青岩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我叫什么 我想不起 捏盘之前的名字了 那我给你取一个吧 你是孔雀王者 又是女孩子 我希望你温柔贤淑 就叫你孔柔吧 孔柔 嗯 不错的名字 马上要出发了 我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 我护送你回孔雀族 但我想要带上一对爷孙 他们对我有大恩 留在这里 恐怕不得善终 这是小问题 那在你面前的 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更大的问题 是什么 你怎么送我过去 这里是摩贝岭地界 距离孔雀岭 数十亿里 你不会是打算飞过去吧 呃 我好像的确忽略了这个问题 我现在已经不是先帝了 瞬息万一里的能力早没了 猫头小子愣头青 看我的吧 你要怎么做 我身为先帝 的确还不太了解 这普通人是如何在如此广袤地区赶路的 好了 这是震车 这震车是我根据残存的记忆拼凑出来的 上面有三道震纹 一道负责加速 一道负责加固车身 一道负责空间融合 一息能在空中运行十八里 怎么样 还不错吧 你这个 太一般了吧 什么 一般 小子 这可是震车 里面有三道大阵 一道是对速度之力的感悟 一道是金刚之力的感悟 一道是空间之力的感悟 便是一般的人王强者 他也只能感悟其中一道 我同时布下三道大阵 你居然觉得一般 看我的 我倒是忽略了先帝时期那些简单的阵位用处 若是加持到这车上 的确可以作为赶路的工具 哼 我倒是要看看 你能有多大能耐 悟空阵 啊 这 好深的阵道造诣啊 才有更厉害的 月影阵 追星阵 行空阵 魔云阵 零攻阵 天霄阵 怎么样 玉西三百里 不赖吧 什么 这一共是 而是三道阵纹 你 你不但会布置八门金锁镇这等阵法 竟然连阵纹的噪音 会如此高深 你知道的还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走吧 接上我的两位救命恩人 我们马上出发 我们马上出发 岩云 云 云公子 你没事吧 那些妖怪 莫朗 您不要紧张 外面那群妖怪都已经被我斩杀 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 云 云公子 原来你是大神仙 你 你比我听到的那些传闻中的大日天神还要 还要厉害 我们 我们之前还只把你当成一个普通少年 对您不敬 您 可不要责怪我们 莫朗您说的哪里话 莫朗 您和炎鱼对我有救命之恩 苦来此 正是想带你们离开这里 什么 离开 这 这里是我们的家 我们为什么要离开 丁大哥 你是说带我们离开麒莲山脉吗 虽然狐狸精和黄鼠狼都已经尽数辅助 但这麒莲山脉 妖兽纵横 只有将你们带离这里 才能远离危险 可是 这是我们的家呀 我们世代都居住在这里 爷爷 我们对外界一点都不了解 有银大哥带我们出去 绝对不会有事 我们应该珍惜这次机会才是 炎鱼说得不错 更何况 这里的妖手将人族圈禁起来 当作畜生一般圈养 又哪里是你们的家呢 呃 云公子说得有理 只是 我和炎鱼就这么走了 那整个村子的人 以后怕是也难逃那些妖兽的魔掌啊 莫老放心 此处我已布下大阵 这方圆万里 没有能破开大阵的妖兽 可保存民性命 事不宜迟 我们快走吧 呃 好 啊 啊 好快的速度啊 这么高 炎鱼 你小心些 丁青岩 不得不说 你在阵道和阵法方面很有噪音 一息三百里 就是我这个曾经人王进的高手 你不得不感叹 什么 一息三百里 鱼小哥 啊 不 云公子可是神仙 什么事做不出来 不过 孔雀领去离此处 和这百万亿里 纵使这阵车一息万里 想要到达 也不知何年何月呢 可惜 刚刚陈上上给我的地图之中 并没有标明传送阵的位置 不过 也不用过多担心 我们找个地方 随后问问便知 传送阵 你可能忘记了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大城市之间 都设有传送阵的 只要我们找到一处传送阵 就能很快抵达在这里 你们在阵车上稍息片刻 带我打听一下传送阵的信息 咱们再赶 好 这座小城 最强的只是应变初期 什么人 怎么回事 这人明明就站在我面前 为何我的神师根本感知不到 来人气息高深莫测 不可得罪啊 晚辈佛经通 不知前辈突然降临 有何吩咐 我是想要问你一个事情 你可知 距离此处最近的传送阵 在何处 前辈请看 此处为青火城 传门其城内 便有一座传送阵 至于这传送阵通往何处 晚辈就不知道了 多谢了 晚辈不敢 你困在应变初期 至少二十年以上了吧 回前辈 晚辈在二十三年前 达到应变初期 只可惜晚辈愚钝 近二十三年来 无论如何努力 修为都再无寸进了 你这可不算是天赋愚钝了 能够在没有功法的情况下 硬生生地修炼到应变初期 算是不错的一颗苗子了 别怕 既然你我相识一场 便结你一个善缘吧 这 这是宝贵的修炼功法 传你这套功法 足以让你印证大道 望你保证一方身临平安 不可为非作歹 你刚刚去曼尔城做什么 我打听到了局里我们最近的传送阵所在 有了传送阵 想要送你去孔雀岭就方便多了 当真 那是 怎么了 我发现了一艘钝天梭 钝天梭 那是什么东西 你看远处 钝天梭是用海云石锻造而成 身上的阵道 没有一千也得有八百了 这东西可是战略级武器啊 哪个势力的钝天梭多 对于周围的掌控力就越紧 我看上面 好像都是人族 我先用神石探查一下他们 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情况 传闻孔雀岭 有一座雪山 叫玛雅雪山 就算是贤天圣灵上去 都会瞬间被冻成冰块 真想去看看的 除了玛雅雪山 孔雀岭还有一个地方必须要去 我知道 肯定是黑岩海 传闻不管任何东西 只要接触到水面 都会沉下去 等咱们到了孔雀岭 得好好游玩一番 这群人 竟然也是想要去孔雀岭 那可巧了 林大哥 你笑得这么开心 是我们到了吗 我们还没到 不过也快了 起码 我们不用这么辛苦 怎么让他们停下来呢 这顿天梭的速度可是极快 此刻若非我们全力催动 震车恐怕也追不上 想要靠蛮力逼停顿天梭 起码得有空气久接 甚至是人亡的实力 所以 我们得想点其他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会出现这么多山风 我们可能走入幻境了 赶快先停船 咱们船上的可都是大人物 千万不能被惊扰到 速度减慢下来了 一会儿给我演一场戏 什么戏啊 我安排一下你们每个人的角色 炎鱼当我们的少主 墨海当做管家 我是保镖 你当炎鱼的丫鬟 什么 你让我当丫鬟 我可是人亡进 想要快点回孔雀岭 你就得按照我的要求去做 否则 咱们就慢慢赶路 我 人来了 开始演戏 全都进入状态 一切看我眼色行事 竟然让我当丫鬟 你给我等着 此处 好像是有人故意用五星之力做出来了 并非是幻象 还好我们及时停下了 若是撞到这五星之力凝聚的山峰之上 船上的大人物 怕是要出事啊 这人的能耐在我们之上 逼停顿天梭 肯定有所图谋 赶紧找找 他们在哪里 不用找了 我们就在你眼前 两位 我家少主想要前去孔雀里 大家都是人族 敢问 是否可以搭乘你们的顿天梭 连红家的顿天梭都敢懒 我看你胆子不小啊 这些山峰 都是你用五星之力制造出来的吗 你是什么修为 这些山峰 是我家小姐一念之间制造 至于我们的修为 你们还没资格知道 这家伙给人的感觉就深不可测 他家小姐 竟然还能一念 催动数十万公里的 图属性之力 恐怕更加不可招惹 好 好强的气势 这个护卫 恐怕实力已经达到应变期了 你们所说的红家 可是营州八大家族的那个红家 呃 没 没错 我们此次前往孔雀岭 有极为重要的事情 不 不方便搭乘不迷人士 我们只是单纯的想要搭乘你们的顿天梭 前往孔雀岭 不会影响到你们的 我们不想暴露声 你们好自为止 若是出现插持 大家都 呃 这 怎么办 来人实力高深莫测 仅仅一个护卫 都达到了恐怖的应变期 刚刚那个摇扇子的丫鬟 我感觉也是身不见底 完全看不透他们的修为 肯定不好惹 我怀疑 他们很有可能也是八大家族的人 反正 他们也没提什么过分的要求 我们便让他们搭乘好了 安排人给我们准备两间宽敞安静的房间 一日三餐要按时送到 美酒佳肴更不可缺少 呃 只是要房间和吃食 我 不算过分 嗯 的确 看这些人的气势和邀请 还真像是八大家族的年轻一辈 咱们还是不要怠慢的好 诸位 呃 前辈 请先在此处休息 嗯 你们出去吧 林秦妍 咱们的姿态 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万一他们觉得我们太嚣张 要对付我们怎么办 放心 有些时候你越是摆出高姿态 他就越是心怀忌的 不敢随便动 大管家 事情就是这样 您看 应该如何处理这批人 你说 他们也是八大家族 连一个打手都有应变器的实力 而且那个打手仅仅十七八岁 没错 据了解 十七八岁的应变器强者 在我们八大家族 那也是绝对的顶级精英 但此人 却心甘情愿地 给一个小女孩当打手 实在不可思议 而且 看上去他们一行四人 这个打手是地位最低的 另外三人 我们都完全感知不到修为 尤其是那个所谓的小姐 和旁边的管家 我们感觉就好像两个平常人一样 而旁边那个丫鬟 实力也是朦朦胧胧 给我们的感觉 犹如大山 唯有这个打手 似乎是在半步应变 我知道了 你这就带我过去一趟 炎鱼 一会儿有人过来探查我们虚实 你说话一定要西字如今 而且姿态越嚣张越好 我明白 我最会演戏了 云大哥就放心吧 莫朗 你待会儿只要一声不吭 站在炎鱼身边即可 没满 宫柔 你刚刚表现得可不是太好 哎呀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人家毕竟是人王嘛 一会儿我好好表演 好 你记住 你一定要装得非常卑微 因为你的气息很强 所以你越卑微 他们越以为我们其他人更强 就越能震慑住他们 老朽红火 拜见小姐及诸位 这老头也太不礼貌了 居然不敲门就直接进来 拜见人是这么拜见的吗 滚出去 敲门 这位小姐 你 我家小姐的话你没听见 你虚实 发现你们只是虚张声势 我扒了你们的屁 老夫红火 前来拜见 那那吧 啊 此人年纪只有十七八岁 但感觉气息似乎与我不相剩下 天赋与八大家族的精英相比不慌多让 这个小姑娘实力有些眼晦 完全感知不到 但似乎比眼前这小子还要厉害 年纪却更小 这般天赋 恐怕已经远超八大家族年轻一辈的最强者了 这老头子年纪看上去比我还大 气息微弱 有如平常人 完全看不出任何修炼的样子 难道已经达到了反扑归真的经历 这小姑娘着装随意 脸上还略显稚嫩 但坐在那里却犹如黑洞 完全看不到任何的能量外衣 旁边网头的实力应该不行上下 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养个这么强 若是真打起来 怕是 老朽看诸位免生得很 不知这位大小姐尊姓大名 来自什么势力啊 我家小姐的身份不是你有资格知道的 知道了反而对你和船上的人没有好处 这位公子 我们也是营州八大家族之一 我想在这营州地界 任凭是谁都会给些面子吧 我们此次前往孔雀岭 是为了完成孔雀岭王族与我们人族的联姻 这关系到百万人的生死和平 你们若是不能告知老朽身份 老朽只能请诸位下船了 我知道你们是洪家的人 给你们洪家一点面子 便告诉你我的姓氏 我姓云 不知这位小姐 大胆 你算什么东西 我家小姐的名讳也是你能知晓的 我 老朽不敢 老朽冒犯了 这小丫头果然实力苦 紧接着释放出来的气势 便犹如大山 比前面这小伙子更厉害啊 好了 赶紧滚吧 不要再来打扰 记得尽快拿些肉食和水果过来 老朽遵命 义少爷 我已经查探过了 除了那个姓云的少年 大概在半步营变起 其他几人 老奴暂时看不出身前 从这些人的表现来看 秀伟很可能还在那云姓少年之上 云家和我洪家 同为营州八大家族 他们家的天才数量 不在我们洪家之下 但十七八岁的半步营变 我却是闻所未闻 更别提那几个更加高深莫测之人了 毕少爷 连您都没听过 那此人十之八九不是云家的 要不要老奴现在就带人将其勤拿 这些人胆敢接听我洪家的顿天梭 太过修正了 不急 云家一向神秘无比 以他们的形式风格 暗中藏着一个超级天才 未必没有可能 我倒是不担心那几个年轻人 再天才 也终究只是天才 不是强者 但你口中那老头 我们却不得不提防 那 我们就放他们在所上 待着不管吗 你方才不是说 除了那个少年外 他们还有两个漂亮小姑娘吗 方家那个色宠恶鬼 定然对他们有兴趣 何不将此事透露给他 让他去探探 这一行人的道行 少爷高明 明清言 你真的来自银州八大家族之一的云家吗 我姓云 当然来自云家 不过此云非彼云 他们要是误会了 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唉 现在他们将你误认为云家之人才没有动作 但是八大家族相互之根之底 你迟早会被拆穿的 拆穿又如何 方才我已经用神石探查过了 这顿天梭上一共有六名鹰变境 十七名玄境 一百多个鹰丹境 他们不来惹我就平安无事 若是惹我 那就一不做二不休 将他们全灭了 然后再把顿天梭抢过来 他们刚坐了人家的船 吃了人家的东西 你就已经打算好杀人夺船了 你还真是杀法果断呀 我也不是试杀之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也只能斩草除根了 红兄 还有多久到达孔雀岭啊 此次出来的匆忙 我连个暖床的侍女都没带出来 这几天着实有些空虚啊 少雨莫急 还有半个月左右就到了 还有半个月啊 少雨若是急的话 我倒是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不久前顿天梭上来了一批客人 其中便有个厨 想必符合你的口味 而且好像没什么背景 我们可以 哇 外面的景色好漂亮啊 云大哥 爷爷 你们来看 顿天梭怎么停下来了 看来这顿天梭上的主人 终于忍不住了 云公子 我们少爷见这里景色美丽 在顶楼设了酒席 想邀请你家小姐一叙 我家小姐不见外人 一会儿我便带我家小姐过去吧 我们上来后 一直未见过这洪家少爷 今天他突然请我们赴宴 大概率是洪门宴啊 洪门宴 那我可求之不得呢 如今我的修为停滞不前 若是洪门宴 正好给这伙人种下魔主 帮我提升修为 我去敷宴了 你们自己小心点 一会儿说不定 会有麻烦上门 嗯 我们会小心的 你自己也注意安全 封少爷那个交货怎么没来 他去忙别的事情了 先不管他 这里的风光真不错呀 云兄弟 在下洪义 这几天一直忙着修炼 所以不知道缩上来了客人 还望云兄弟包涵 这位是何西姑娘 乃是八大世家之义的 何家直系子弟 云某见过洪兄 何姑娘 不知两位喊我来 所为何事 不急 边吃边说 这鱼这菜 可都是难得的真品 嗯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正好还没吃饭呢 在这云青岩身上 我竟敢应不到 丝毫的修为波动 我已是半步应变境 他看起来比我小声不少 居然比我厉害这么多吗 云兄年纪轻轻 便敢带队在外面行走 想必修为不低吧 还是说云家有隐藏的高手跟随 保护你们的安全呢 洪兄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的修为和你想得差不多 我也不是营州云家的人 嗯 不是云家的人啊 那便好办了 我手下正是用人之计 云兄投靠于我 为我办事 修行资源应有尽有 红义是红家的直系子弟 地位非常高 你若是投靠了他 对你来说 可是野鸡变凤凰了 那我要是不愿意呢 可以并且 云兄言 我方才可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 要么立下天道誓言效忠于我 要么就成为下面湖中的一具尸体 你嫂子 别妄想拖延时间等待救援 你家小姐 现在估计已经是自身难保了 你们是在找死 拿下它 好香的味道 这是从哪里来的 不要闻 这药物有毒 我的头好晕啊 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不要急 明清言应该马上就会回来了 我先试着解毒 可恶 以我现在的境界 勉强抵挡这种毒 云清言 你快回来啊 嘿嘿 两位小美女 我的百花软金伞滋味怎么样啊 坏 坏蛋 云大哥不会放过你的 你就是那个厨对吧 虽然长得一般般 但本上好久没有开过婚了 就勉强享用享用你吧 住手 你住手 小美女你别急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宝贝 我来了 云大哥 救救我 今天谁也救不了 我滚 云大哥 云清言 你可终于回来了 混账 你竟然敢打我 风红河三家是联盟 就从船上都是我们的人 我看你是找死 找死的人是你 倒行众国大法 你 该死 你 你往我体内放了什么东西 快给我取出来 索尼马可人杀了你 这可是你让我取出来的 那我就满足你 玄境的魔主 倒也能为我提升给修为了 混蛋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的修为呢 下地狱询问 云清少年 就在里面 我感觉到他的气息了 不好 我听到风寿惨敲了 快阻止他 抱歉 你们来晚了 风寿宇他 他被杀了 卫杀 你竟然杀了风寿宇 公叔和叔 给我杀了他 用他的命 去平息风家的怒火 小子 拿命来吧 暗杀八大家族的人 今天你们都得死 不好意思 今天该死的人是你了 好 好想 什么 红叔和和叔家的一起 竟然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 这怎么可能 他究竟是什么境界 两个鹰变解 倒是能为我提升不少修为 那 那是魔主 这 这怎么可能 当我姓中魔大法 不是在三千年前 就被风雾极光毁灭了吗 你是如何学会的 你们的废话太多 去 死 魔主 在吸收我体内的能量 饶 饶命啊 救 接下来就轮到你们了 快走 其人听到动静 你敢会马上赶来 姐说不得为啥此料 想走 问过我了吗 回来 雷子而赶 太好了 袁军来了 风叔是应变四戒 比红叔和和叔兄弟都高 定能挡住云青岩 不 不知死 什么 连风叔也不是他的对手 现在怎么办 二位莫慌 我离得近 先来一步 其余人 应该马上就到 何方贼子 竟然敢在我洪家的顿天梳上 作乱 找死不成 风老君被他打伤了 最小心些 怕什么 咱们这么多人 一人一口唾沫 都能淹死他 三名鹰变境 十七名玄境 一百多个鹰丹境 看来这艘顿天梳上 能打的都来齐了 也好 趁此机会 正好将你们一锅端了 小子 你狂王过头了 你最多不过鹰变境而已 我们这么多人加起来 都能硬批空气 竟有大能了 你竟然必死无疑 赞天剑 我就站在这里 有本事来杀我呀 混账 主位 一起出手 杀了他 去死吧 云青爷 杀天帝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别不能让他逃了 天帝真情 你一事 凭水八荒 这 这是什么鬼东西 快退啊 我们搞不住呀 来不及了 死 怎么回事 杀天梳里 怎么打了起来 这爆炸的方向 好像是前天上船的 那伙人的船舱啊 快过去看看 你们只是些普通人 我不想杀你们 现在立即离开顿天苏 这苏顿天苏是红家的 你凭什么让我们离开 别说了 你看下面的 那 那是风老他们 而且 还有红烧和何小姐 这 这怎么可能 那么多人都被干废了 这个年轻人 我们惹不起 快走吧 幸好顿天苏上 有备用的小心灵粥 冰青眼 普通人都被你赶走了 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处理下面的人 自然是种下魔种 给我增加修为 你不是中毒了吗 现在没事了 没事了 我在风少雨的尸体上 找到了解药 冰青眼 这顿天苏 虽然被你炸了个大口子 但是里面的阵法没坏 还能用 孔雀毒正好去这玩意儿 要不你卖给我吧 我可以出个大价钱 不好意思 这顿天苏我还有用 暂时没有卖的打算 这顿天苏简直就是个移动保里 正好可以为我家人们提供外出的保障 小气鬼 你不卖 我自己去驾驶室里研究 这么多魔种 能为我提升不少的修为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风漏周漏他们都死了 那 难道是云青眼 你们醒了 其他人都解决了 是时候来算算我们的账了 你 你不要过来啊 这一切都是红衣让我干的 我和你无冤无仇 是 是他在针对你 不管我的事 我投降 别杀我 好 先留你一命 某种在你体内 你的生死掌握在我的手中 不要有其他心思 这何夕身上没什么血迹 他应该没怎么杀过人 便饶他一命吧 是 是 严青眼 我是一身鬼迷心窍 只有你放了我 你就得到我们红家的一个人情 你是少年天才 应该知道 营州八大家族的红家人情 代表着什么吧 只要我能活下来 回去我就喊着弄死这个小子 哼 在我眼中 营州八大家族 狗屁不是 敢对我出手的人 必须得死 你 怎么看 我可是 红家人啊 这家伙根本不在乎什么 营州八大家族 红家的嫡系说杀就杀 我当初真是猪油蒙了心 才会答应和红衣 一起逼迫这个杀星 清理完治理的尸体后 去驾驶舱驾驶盾天梭 按照原定的路程 继续前往孔雀里 我要修炼一下 没事不要打扰我 是 这次得到了这么多魔主 足以让我的境界大成功了 营州 红戎 这名字倒是不错 另外这个叫云青岩的小家伙 挺有意思啊 犯我 鹰丹 如今的我 就算是鹰变境五六层的武者来犯 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 还剩下几枚鹰变境的魔主 待我正式冲击鹰丹境时再用了 等将孔柔送到孔雀岭之后 便重为一个地方图 大人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孔雀岭了 前面便是孔雀岭最大的城市 孔雀城 好 就在这附近角落吧 虎容 你气息强了不少 应该不仅是境界恢复了 记忆也苏醒了一些吧 是苏醒了一部分 苏醒了记忆也好 不过 你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安置好墨岩渝跟墨海爷孙 以及你欠我三个人情 放心 我自是不会忘记 那就好 孔柔 好像和以前不一样 这些人外面看起来是 其实都是各种妖族所发 这个孔雀城 实际上就是个妖城 林青眼 你把顿天梭放到哪里去了 我将顿天梭 收入零罗界里了 我居然能将那么大的顿天梭 收进去 你这零罗界的品质 应该不低吧 顿天梭还有这零罗界 都是好东西啊 还好 走 我们进城吧 好 你打算直接这么飞进去 这里没人拦得住我 林大哥 孔柔他好像有点变了呢 没事 我们先跟上去看看 孔柔毕竟是人王境 现在记忆苏醒了 已经不能把他当成那个小女孩看待了 这地方 好熟悉 这里你来过 我记起来了 这里是我的寝宫 苏醒 魅姬 快出来见我 大男 何方小辈 难敢直呼太上长老的名字 找死不成 龙却城 龙却城 不是你们能放肆的地方 这么多玄境高手 要是打起来 我们绝不可能是对手啊 林大哥 不用担心 有我在 抓住他们 交给长老发落 都给我住手 参与快上长老了 苏醒 见过公主 魅姬 见过公主 苏醒 魅姬 这两百年辛苦你们了 什么 孔柔是孔雀族消失了两百多年的公主 没想到 孔柔的来头 居然这么大 惑不得他总是一副很傲气的样子 孔主回来了 哈哈 太好了 我们孔雀族以前 是何等的傲气 不仅为了自保 我需要将孔雀公主加到人族 以此联合人族 现在公主归来 这桩婚事可以终止了 孔柔的前身是人王剑 作为孔雀族的公主 倒也说得过去 苏醒 你立即准备最好的酒宴 我要招待客人 另外 魅姬你去安排一座最好的府邸 用于安置这对爷孙 他们将会常驻于此 并享受王族待遇 是 看来你的记忆全部恢复了 基本恢复了 不过最重要的记忆 还需要进入孔雀族的传承之地 才可以恢复 既然已经护送你到了孔雀族 那我现在就告辞了 不急 你送我回来 对我孔雀族有大功 多留几天 让我好生招待你一番 云哥哥 我舍不得你 好吧 那我就再多留三天 燕雨 我传你一本血脉功 你若能修炼到第三层 就能激发出祖辈出现过的最强血脉 你好生修炼 哦 谢谢云大哥 我一定会好好修炼的 我们进去吧 九炎应该准备的差不多了 待九炎过后 明金言 你暂且在宫内住下 我会送炎鱼他们去府邸 也好 这里环境不错 可以试着在此突破到鹰丹江 因为我本身神石的强大 这次突破到鹰丹江节 说不定会遇到心魔仙节 若是遇到了 又会是哪种类型的呢 算了 不猜了 直接先用先帝神石 补算一下吧 大人 这几天我一直在宫殿里有些无聊 我能不能出去走走 可以 去吧 何西体内有我的魔主 他若是敢逃跑 就是死路一条 先帝神石 推野天际 不然会遇到心魔仙节 而且还是秦节 秦节 应急的对象会是谁呢 大人 我还没走出宫殿就被人拦住了 我 我感觉 我们好像被孔雀族给软禁了 被软禁了 孔雀族为什么要软禁我们 走 我和你一起出去看看 来者止步 光顾剑言 不许任何人出入 哦 连我都不能出入吗 别忘了 你们的公主 可是我护送回来的 云公子 最近孔雀城内出了一些变故 为了云公子的安全着想 这几日 还是不要外出的好 你是谁 你们公主呢 在下孔元 是孔雀族的七长老 半步空计的修为 公主大人 另有要事 暂时无法见你 实在是不好意思 见不见他无所谓 但是我现在要出去 你们是铁了心要拦我吗 实在抱歉 如果云公子一定要出去的话 那为了云公子的安全着想 我只能强行留下云公子了 那 漫步空计太强了 大人 不要逞强啊 好吧 既然孔雀城这么危险 那我就安心待在宫殿之内吧 云青岩 跑掉的 大人 你辛辛苦苦 护送孔柔回来 他们现在竟然安将仇报 要把您囚禁起来 实在是太过分了 急也没有用 孔雀族有好几位 空计静的高手 我们又打不过 我要休息了 你也回去休息吧 我 休息就休息 你以为仅凭几个空计静 就能控制住 太自以为是 明 九天诸仙杀阵 准备完毕 希望刚才的一切只是个误 否则 整个孔雀族都因而造死 喜炳太上长老 云青岩已经折到返回了 折到返回了 他当时什么反应 借用人族的一句话来说 云青岩当时表现得有些 怂 怂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好办了 只是公主口中的云青岩 可是一点都不怂啊 要知道他不仅杀了宏家和风家的嫡系 而且还把他们的顿天缩抢抢了 那 要不要对云青岩 下一切禁止 以防他狗急跳墙 不必 继续按原计划行动便好 左右不过一个先天境而已 有我等看着 他翻不出什么大浪花来 你们公主什么时候回来 我要见她 云公子 我们太上长老说 公主有事外出 最快也要一个月才能回来 还望云公子能耐心等待 一个月 我等不了那么久 我说过 只在这里待三天 抱歉 还请云公子再等待一段时间 另外 太上长老还说 明天有个宴会 会给云公子引荐孔雀族 各个青年才俊 请云公子准备一下参加 明天就是第三天 孔雀族却安排我去赴宴 有意思 那我就陪你们玩一玩 大人 我听方才给我送饭的下人说 孔柔一个月后才回来 难道 我们真的就在这里等他一个月吗 不用急 云天孔雀族 会邀请我参加一个宴会 此时应该会有个结果了 对了 今晚你在我这里休息吧 在 在你这里休息 这 这不好吧 我的生死现在掌握在云青岩的手中 他让我服侍他的话 我也拒绝不了 况且 他长得还挺帅 实力也很强 要不就 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呢 我说的只是单纯的休息 这 只是休息啊 明天我去参加那个宴会 你一个人留在这宫殿也不安全 想要和我一起去 你得在我房间 配合我演一场戏 云公子可起了 你们 困长 谁让你们进来的 快给我滚出去 实在不好意思 进来吧 云公子 时间紧迫 夜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这就启程 前往黑沿海吧 好 何夕 我们走吧 不好意思 云公子 这次宴会 只能你一人前往 何夕是我的人 必须得跟我一起去 这 大人 时间不多了 那边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吧 云公子 您可以带何夕一起去 不过 你们必须得听我的安排 夜会若是谈崩了 得想办法保下何夕的命 何夕毕竟是 何家的直系子弟 算是不小的仇吗 放心吧 我知道 云公子 一会儿我们乘坐非洲 前往黑沿海 孔雀城距离黑沿海 不过五十多万里 还需要乘坐非洲吗 祖里几个小辈 想借这个夜会 乘坐一下非洲 我当长辈的 自然要满足他们 倒是云公子 我听说 你有一艘顿天梭 不知能否拿出来 让我族小辈 开开眼界 这次就算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 好嘛 顿天梭就先寄放在你那儿 迟早是我们孔雀族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拥有顿天梭的云青年 云公子 你们可要与他好好亲近亲近哦 虞公子 你竟然有顿天梭 能不能拿出来 让我等开开眼啊 诸位莫急 等到黑眼海后 你们就能见识到顿天梭了 在下有些累 暂不奉陪了 是才举 大人 这孔雀族明显就是 觊觅你的顿天梭啊 现在怎么办 他们觊觅的 可不只是我的顿天梭啊 那天 孔卢得知我的菱罗界 能装下顿天梭后 眼神都不一样 他分明 是想要我的 那怎么办 现在孔雀族世大 我们不可能是对手啊 要不 将顿天梭给他们 不必 我的东西只要我不想给 谁都抢不走 孔柔 希望你不要做出错误的决定 否则整个孔雀族都要为你陪葬 哇 好美丽的景色啊 这就是黑颜海吗 你们看 这个愚蠢的人类竟然向着黑颜海走过去了 要知道 进黑颜海容易 出来可就难了 嘿嘿 这下有好戏看了 回来 不能踏进去 怎么了 这壶多美啊 为什么不能踏进去啊 看好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这壶下面好像有什么力量 把那块小石头拽下去了 如果我猜得不错 这湖底下应该有储量丰富的黑颜矿 所以才会形成这片特殊的区域 一会儿 我们可以想办法挖一些 没想到在仙界一斤就能卖出天价的黑颜矿 在这里竟然有一座海那么大 这次真是不虚此行 云青岩 没想到你居然还知道黑颜矿 可惜 这下没好戏看了 云青岩 这黑颜矿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也要去挖 人类难道都这么没见是吗 黑颜矿我自有用处 一群宝山在前而不知的蠢货 也好意思笑 不过这样也便宜了我 好了 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马上去擂台吧 是 擂台 哎 空元 今日宴会还有擂台对战吗 没错 今日宴会的全名是妖族天娇之战 一般的人类可无法参加这等大会 云公子真是好运气啊 孔雀族不敢逼迫我交出零逻辑 应该是怕我欲食俱焚 所以他们是打算通过这个天娇之战 来谋得零逻辑 你们听说了吗 这次天娇之战要选出八大妖子呢 八大妖子啊 那南英人族有八大公子 各个修为通天 乃是人族年轻一辈的最强者 咱们这八大妖子难道也是如此 看来是了 谁若能选上这八大妖子 民生必然能想出整个妖族啊 怪不得父王 要让我参加这次盛会 原来是为了争夺这八大妖子啊 铁巴 我就稍微辛苦一下吧 这八大妖子 必由我龙傲天一席 这么多的妖族 还有好几个空气境的老家伙 看来妖族对这天娇之战很重视 你们看和孔雀族在一起的那对男女好像是人族啊 人族怎么会来这里 看起来好像是孔雀族的客人 人族 这小子是当日在齐连山的那个人族 之前就是这小子害得我被陈上上侮辱 我一定要将其碎尸万段 没想到这只小鸟也在这里 官长 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去死吧 不好 那人快躲开啊 不用 有人会挡得下这招啊 死招 狂飞 谁让你在这里动手呢 想找死不成 是孔雀族的孔雀公主出手了 废话 这种情况下 孔雀不出手谁来出手 我刚才也不知道哪个人竟答错 居然中午回黑之下 攻击孔雀族带来的客人 一进来我就感受到了一个强大孔雀族族人的气息在奉行 只是没想到 她是孔雀族的公主 大人 她就是孔雀 孔雀王族的公主 如果不是你抢夺顿天梭 又杀了弘义 现在孔雀应该已经是弘义的未婚妻了 原来如此 你气息 才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孔雀 你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要为了一个人族 跟我蓬飞撕破脸吗 人族 鲁如是这样的 她叫云青岩 是公主请来的 一会儿 原来如此 我知道了 弘飞 云青岩是我们孔雀族的贵客 无论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 在孔雀族的领地内 你休想伤得半分 孔雀 你疯了吗 居然为了个人类 要和我过不去 你别忘了 这里可是妖族的天交之战 首族罩说得对 我们妖族的天交之战 你孔雀族带一个人族过来 是什么意思 莫非孔雀族与人族红家联姻好 就要彻底站到人族那边 孔雀族 你今日若不给我们一个交代 我们魔背里的所有妖族 将拒绝参加这一届的天交之战 有些不好办啊 大鹏族毕竟是三大族之一 没那么好糊弄 公主放心 我会去和大鹏族 还有蛟龙族的长老沟通 您只需找个合适理由 安抚重要便可 诸位请安静一下 首先声明一点 我孔雀族 从来都未与人族联姻 我孔雀 更加不会嫁给人族的红家 你们听到的那些消息 都是不时的传言罢了 什么 孔雀居然说 不会和人族联姻 看来孔雀族 是和红家谈崩了呀 不过 那个人族小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另外 据我所知 任何一个妖族 都有关系好的人族 就例如大鹏族 就与人族八大世家之一的 云家走得很近 所以我孔雀族此举 也谈不上多犯忌讳 鹏飞 你就少给我扣帽子吧 孔莲 你 好了 鹏飞 天交之战马上开始了 不要耽误了正事 云青岩 算你运气好 还不知道是谁的运气好呢 你就是云青岩是吧 我叫孔华 孔雀王族的直系子弟 我可以给你一个承诺 只要你将顿天梭贡献给我们 就能成为我们的客亲 别急 等你们妖族的天交之战结束后 我会让你们见识一下顿天梭的 走 我们找个地方坐着看戏 云青岩 你怕是活不到天交之战后了 多谢了 等拿到东西之后 云青岩可任由鹏飞处置 孔雀王 那云青岩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 值得你孔雀族大费周章 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罢了 好了 时间不早 马上开始天交之战吧 我宣布 天交之战 现在开始 此次天交之战是排位赛之 前游我等综合众参赛者的名声和境界列出前一百位选手 其他人可依次游后向前发起挑战 胜者接替败者的名字 前一百位选手 由前往后分别是 第一 蛟龙族龙奥天 第二 孔雀族孔华 第三 大鹏族鹏飞 第四 孔雀族孔莲 我要报名参赛 我要挑战第76名 八大妖子 我不敢设想 他弄个排名 应该没啥大问题吧 唉 妖族就是妖族啊 这么大的盛会 那那却刚刚才是丑事的 不关我们的事 看着就好 前五十名基本都是应变境的妖族 以我目前的实力 打赢他们应该不能 云青妍 何夕 你们在人族里面 也算是翘楚的存在了 老夫给你们一个机会 允许你们代表孔雀族参赛 狐必 这是妖族的天交之战 我这个人族就不参与 放心 你们的安全 老夫会保证 不用顾忌什么 老夫已经帮你们报名了 就这样吧 请 参不参赛 可不是你能够决定的 唉 我是怕我一个人族 突然得了第一 又伤你们妖族颜面呢 可惜可惜 这个孔元根本就不明白 我的一片苦心 大人 我们要参赛吗 排名五十名以后的 你可以随便和他们玩 切记 不要找排名前五十的 一进来这些妖族就各种刁难我们 这次我上去非得给他们一个教训不可 不要勉强 打不过就认输 知道了大人 我去准备参赛了 远征 人族何西胜 获得第八十三名 不过如此 快死 这个人族太嚣张了 红圈族是怎么想的 居然让一个人族参赛 必须把它盖下来 否则我们妖族的脸就丢尽了 何西 你是否要继续向前挑战 不了 今天我打累了 诸位 是否有人 想要挑战第八十三名选手 何西 四十八名 大公族彭烈 前来挑战 排名战不是都往前挑战吗 往后挑战完全是得不偿失啊 赢了 保持原有排名不变 可一旦输了 就失去原有排名了呀 嘿嘿 你们还看不出来吗 大公族 是故意要针对何西啊 大公族这不是针对何西 而是针对人啊 我弃权认输 这家伙散发的气息 至少是阴变中奇 我不是他的对手 弃权 我们妖族可不上人族 都贪生怕死 所以 没有弃权这一架 孔元前辈 我说的对吗 嗯 不错 妖族比斗 不允许继权 要么战 要死 别拖延时间了 来战 我快点速度 给我等住了 疼烈伤 排名不变 哼 这才刚刚开始而已 希望能多坚持机场 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抱爪 抱爪 在此 我要挑战何西 我 我拒绝 我刚刚战了一场 现在受了伤 不可能是你的对手 这不公平 严调之战 参赛者 不允许拒绝挑战 看斗开始 放心 我不会杀了你呢 因为后面还有其他人准备挑战你呢 我拒绝 我拒绝 听我现在的状态 不可能挡住这招 这不参赛了 不 参赛 大人 秦元 终于将你逼上台来 大人 对不起 我 好了 你下去休息吧 接下来的战斗 由我接受 大人好帅 孔元 你不是想让我代表孔雀族参赛吗 我就如你所愿 我要挑战暴爪 云公子 这可是你自愿参赛的 我可没逼过你哦 宝财 你是否愿意接受云青岩的挑战 求之不得 庞飞大哥和这小子要仇 若我能杀了他 定能获得一笔大大的奖赏 豹爪加油 给我撕碎了这个人类小子 看 三发的气息 不过才办不应当而已 豹爪可是应变解 谁给他的胆子上来挑战的呀 我总豹爪 一招就能干费这个人类小子 是你青岩 喊我一招灭了你 我是西方爪 废物就是华 一招秒杀 这个人类小子竟然这么强 而且 云青岩这招击中了爆爪的林海 爆爪他 他被废了呀 可恶 这连组小子下手太狠了 宫元 按规则 接下来我可以继续往前挑战吧 确实可以 不过云公子 我劝你最好量力而行 不要冲动 不能让云青岩死在这儿 我得看着点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弘烈 给我滚上来受死 人类 我 我不是你的对手 这一战我认输 我的排名让给你 我的势力和爆爪 小差无几 他一招就被云青岩秒杀了 我也不可能是云青岩的对手 无战而降属于弃权吧 方才你们不是还说 妖族不像人族那般贪生怕死 没有弃权这一项的吗 现在就变卦了 难道你们妖族说话都是放屁吗 庞弟 你怕屁呀 爆爪是因为星敌才败得那么快 快上去 和那小子战斗 庞弟 我妖族的名声 不能因为你而受到传害 马上滚到内台上去 你腰太甚 我给你拼了 虎世天 你多石头 且多长 我 我不甘心啊 又 又只是一招就灭了彭力 这个人类 不可能是半不应当 他绝对隐藏了境界 就是为势敌异弱 实在是太影响了 这吧 这小子 连续杀了大鹏族两人 大鹏族 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鹏飞 之前那两个家伙挑战何锡 是你受益的吗 既然你想针对我 那就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 接下来 我会一直挑战你们大鹏族的参赛者 直到他们全部死绝 云青年 若我猜得不错 你的真实境界 也就应变三节左右 就凭这点实力 也想杀光我大鹏族的参赛者 真是不自量力 大鹏族的参赛者都听好了 你们都不许拒绝云青年的挑战 谁若是杀了他 我便奖励他一件 小天级别的法宝 小天级法宝 少主真大方啊 嘿嘿嘿 云青年 你不是要继续挑战吗 快来挑战我呀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将他撕成碎片了 放心吧 鹏飞 我要是不杀光你们大鹏族的这些精英 岂不是对不起你的好力 救死 救命啊 看 看什么玩笑 这个人族 居然连上了六个大鹏族的参赛者 而且每个都只有了一招 那可是六个鹰变技的强者 不是六颗大白菜呀 这个人族小分到底是什么实力 死了这么多精英 大鹏族还不得心疼死 接下来鹏飞说不定要出手了 云青年 我倒是小看了你 接下来我会亲自动手 将你斩杀 急什么 现在还没轮到你呢 在你前面还有好几个大鹏族的参赛者呢 等我灭了他们 再解决你 云青年 本少主不是跟你商量 而是命令你 现在跟我一战 云青年 这一战你必须接下 云青年 你还是答应这一战吧 你放心 有我在 这一战只分胜负 不分生死 什么 不分生死 少主 只非胜负 对您更有利 云青年深切未知 今死一战 未必就在您之下 反正是后空雀族 也会将云青年 交给我们 您现在打败他 为我们大鹏族 整回脸面即可 好 不过 我若是不小心 失手打断了云青年 双手双脚会如何 刀剑无眼 比斗容出现这种状况 必非不能理解 不过 不能危及性命 来世老夫的底线 放心 本少主会拿捏好分寸的 也罢 既然你急着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看来孔雀族 并非像表面那般 站在云青年那边 少主 孔雀族 只是想从云青年身上 得到某件东西 他们还巴不得 大鹏族针对云青年呢 哦 是什么东西 值得孔雀族 如此大费周章 云青年撑死了 不过应变境而已 孔雀族 干嘛不直接 动手去抢 什么东西 暂且不知 不过据我方才 对云青年的观察 此人是典型的硬茬子 孔雀族若是硬逼 恐怕会人才两失 所以 他们才设了 这么一个局 原来如此 那鹏飞一天到晚 乍乍乎乎的 很烦人 云青年胆敢孤身 一人叫板大鹏族 很对我的胃口 我们若是 要强行保他 有几分把握 若在其他地方 属下能百分百保下他 但这里是孔雀岭 恐怕 别罢 那他只能 自求多福了 好 既然双方没有异议 那么决斗 马上开始 等等 怎么 你难道是怕了 可惜现在求饶 已经晚了 就凭你 还不配让我怕 我只是想知道 若是某人不敌的时候 有人中途插手 比赛怎么办 放心 有我在 没人可以插手 光你一人 我觉得不保险 蛟龙族的长老 能否请你做个见证 保证此次决斗 不会有第三者插手 方才我神识感知到了 龙澳天两人的对话 这个要求他们应该回答 有意思 云青年好像很有信心呢 大老 答应云青年 我倒要看看 他怎么击败鹏飞 好 云青年 既然你信得过老夫 那老夫就以 蛟龙族的名义 为你做个见证 谁若胆敢在比赛中 擅自插手 便是与我蛟龙族为敌 哼 装神弄鬼 有蛟龙族做见证又如何 反正你不可能 是我的对手 这个人族小子 不会真的以为 自己能够赢鹏飞吧 鹏飞可是鹰变六阶的强者 而且还稀有大鹏族秘术 速度非常快 足以媲美鹰变七八阶了 等着瞧吧 一会儿这人族小子 怕是要被鹏飞吊打 区区鹏飞 怎么可能是大人的对手 当初大人可是将顿天梭上的鹰变 竟杀了个干净呢 比赛 比赛开始 群青烟 受死吧 该死的是你 鹰 去死 鹰 开什么玩笑 这个人族小子 居然和鹏飞打了个平分秋色 他居然 能够跟上鹏飞的速度 难道 他修炼了某种速度秘法吗 本以为 会是鹏飞的碾压鱼 现在看来 不好说了呀 群青烟 能逼我使用这招 你死也瞑目了 鹏鹏斩去 就这也配叫鹏鹏斩去 我看还不如叫小鸟蹦 落日剑 没想到 这个人族小子 居然能和鹏飞打到如此地步 到底谁会是最终赢家的 哪怕要说 赢家肯定是鹏飞 他可是我妖族年轻一辈 最顶尖的几人之一 我就不信 他会输给一个人族小子 不好说呀 这个人族小子 有点邪乎 长老 准备救下云青烟吧 那鹏飞的鲲鹏斩翅 的确棘手 就算我来应对 也会受伤 云青烟和鹏飞又差着近期 怕是 是 少主 不过云青烟 能逼出鹏飞这招 已经算很不错了 哼 云青烟 能败在少主这招之下 算是你的荣耀了 鹏飞 你输了 可恶 这小子怎么会 这么强 什么 鹏飞居然输了 这 这怎么可能 开什么玩笑 鹏飞怎么会输给那个人族小子 连大鹏族的少主都败在了云青烟的手下 这次天交之战 大鹏族的脸算是丢尽了呀 何止是大鹏族的脸面 我妖族的脸面都被丢尽了 鹏飞你个混蛋 怎么能输啊 我才不会输 云青烟 你给我去死 鸿飞 你一直把自己摆得高高在上 自诩天才 怕是没想到 会被我这个你一直看不起的人族给碾压了 鹏族 我绝不会放过你的 我 一定会杀了你 我 也不看看你现在是什么镜业 还敢危险 云青烟 你给我住手 敢插手比赛 当我蛟龙族不存在吗 给我拦住他 混账 蛟龙族 让天帮一个人类 那台比试 不允许外人插手 我蛟龙族 只不过是在履行方才对云青烟的承诺罢了 多谢 蛟龙族的情谊 我记下了 无妨小事而已 有空一起喝酒 这个鹏龙也太不经打了 还给你们 少主 您怎么样 我命令 立即给我杀 杀烂云青烟 不要管什么后果 好 等等 此刻这是擂台大赛 还望给我孔雀族 一个面子 公园 难道你也要因为一个人类 和我大鹏族作对吗 大鹏长老 你难道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这 好 你们最好能给我一个交代 放心 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可以上场了 收到 孔雀王族直系子弟 孔华求战 孔华怎么会上场挑战云青烟 云青烟不是孔雀族的客人吗 惡人个鬼 方才彼此前 孔雀都开口允许 鹏飞把云青烟手脚打断了 孔雀族和那云青烟 只是表面和睦而已 暗地里 怕是在谋划着什么 孔华和鹏飞境界一样 这孔华哪来的体系 挑战云青烟啊 你们孔雀族 终于忍不住出手了吗 只不过连那鹏飞都败在我的手中 你哪来的勇气和我一战 我跟鹏飞虽然境界相同 但我若要拜他 一炷香的时间都不用 不错 我喜欢自信的人 开始吧 等等 单纯的分圣服太没意思了 不如 我们加些彩头如何 彩头 你想加什么彩头 浪费这么长时间 孔雀族终于露出真面目 只是我很好奇 他们打算用什么 来让我主动掏出 顿天梭和灵罗剑 我若是圣了 你的顿天梭和手上的储物剑 就归我了 你若是圣了 那我孔雀族的孔雀灵 就归你了 什么 孔雀灵可是孔雀族的圣器啊 孔雀族疯了嘛 居然把这个拿出来当彩头 孔雀灵可是玄天级的法宝 但论价值而言 甚至在顿天梭之上啊 连孔雀灵都敢拿出来当赌注 看来这次孔华是有必胜的把握呀 否则要是输了 孔雀族得亏到姥姥家去 玄天级法宝吗 倒是不错 好 这赌约我硬下了 我新打造的斩天剑 经过剑翘的运营 早已与玄天级法宝不相上下 若是能够将这孔雀灵吞领 新的斩天剑 应该能够突破 玄天级这个等词了 好 那么立天道誓言吧 合 成了 云青岩 你终于落入我孔雀族设下的圈套之中了 雀灵 消 这孔华居然在鄙视中直接动用盛弃孔雀灵 这也太无耻了吧 怪不得孔华敢将孔雀灵当作彩头 原来他早有仪仗 孔雀灵在手 我都不知道孔华怎么输 孔雀灵是我们的赌注 你居然在鄙视中使用它 你们孔雀族 当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 云青岩 你与我立下的誓言中 可没有说不能动用孔雀灵 我劝你还是早些认输的 这孔雀灵太强 我若是一个没掌握住 说不定会直接将你打死 让我认输 那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清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去灵 这场文雀却族定然会翻领 我有九天都仙杀尘和整天剑宰 倒是不怕 只不过用在这几个家伙身上太浪费 请多多实践 等几条大鱼出现 不然 这可是天骄之战 雀却族居然做出此等行径 是一点脸面都不要了吗 我孔雀族的脸面怎样 那是我孔雀族的事 龙浩天 您身为蛟龙族的少主 管的有些太多了吧 你 少主莫急 那云青岩看似情势危急 但没有丝毫慌乱 摸臂之时游刃有余 未必没有反击之力 有孔雀灵在 我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这云青岩用什么手段能赢了 我说怎么孔雀城皇宫内 找了半天找不到 原来孔雀灵在这里 魅姬那个老娘们 在后面跟得起 我的阵法困不了她多长时间了 看来得尽快把孔雀灵搞到手 才好丢掉 没想到除了魅姬之外 她也来到这了 这一下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 可恶 这个云青岩 怎么跟个尼确似的 滑不溜秋 打了这么长时间 居然一发没打中 这个人族小子 也太坚挺了吧 明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 被孔雀压着打 结果到现在还没有落败 孔雀 你行不行啊 有孔雀灵在手 这么长时间还没赢 你也太废了嘛 这么看来 要是没有孔雀灵 孔雀根本不可能赢啊 可惜没如我 这个人族小子 落败是迟早的事 云青岩 你不是很嚣张吗 有本事你别躲啊 好 那便如你所愿 先帝真情第一事 横推八荒 既然鱼儿已经上钩 那也不用浪费时间了 哇 孔雀灵 给我等住 这 这怎么可能 你 你 我竟然连你的一招 都接不住 开什么玩笑 竟然一招干费了 使用孔雀灵的口滑 你们难道没发现吗 之前云青岩对战蓬飞的时候 连武器都没用 你知道对付使用悬天极法宝 孔雀灵的孔华 云青岩才拿出一把剑了 看来 人家云青岩 从来没把蓬飞和孔华之流 当成对手啊 若非孔华动用了孔雀灵 云青岩恐怕连武器都不屑于动用 不 不可能的 我有悬天极法宝在手 怎么可能连你一招都接不住 这绝对不可能 悬天极法宝虽然不错 但也要看是什么人使用 你不过区区应变境的修为 又能发挥出孔雀灵几分威力 孔雀灵 我就收下 孔雀灵是我孔雀族圣器 绝不可能给你 人家云青岩 你给我滚开 我就知道你们不会遵守诺言 可惜了 这孔雀灵 怕是要便宜沉上上的 孔雀灵是我的了 混账 是谁 竟然抢我孔雀族圣器 这把刀 一直在我身旁 但我不想再称王 不是年少太轻狂 只是不想再翱翔 我是陈上上 迎召八大公子之一 人送外号 陈刀王 人族小辈 立即还回孔雀灵 否则 我孔雀族 定然追杀你到天涯海角 这 这孔雀灵 是我靠本事捡到的 凭什么还给你 你找死 五色神光 一把年纪了脾气 还这么猛 我陈上上 今日就发发善心 替孔雀族教你早做人 解放到 可惜 这个陈上上 怎么会这么强 这孔雀灵是我的了 谁再敢上前 别怪我刀下无情 不愧是人族八大公子 陈上上的战斗力 竟然如此惊人 连孔雀族半步空际的孔雀 都不是他的对手 人族虽然肮脏卑劣 但不得不说 人族八大公子 个个都是当时最顶尖的天才 与若陈上上最轰动的战绩 是击杀过空际精的强者 咱们可别冲动 否则上去就是送菜呀 行 云兄弟 我们又见面了啊 陈兄弟 你来的还真是凑巧啊 云兄弟 你别误会 我真不是故意藏在一边 借便宜的 实在是这孔雀灵对我有大用 我本来是打算 直接进孔雀城 明抢的 但没找到 你的魅机一路追杀我 我用了个患症困住它 才脱身来到这里 你用患症困住魅机了 大概能困它多久 嗯 最多一炷香的时间 哎 云兄弟 我看咱们还是快溜吧 之前我在孔雀城内 还打探到个消息 被你护送回来的孔雀公主 要对你恩将仇报 这里不是九流之地啊 我早已料到了 不过现在走 太便宜它们 陈兄弟 你想不想跟我干票大的 哦 干票大的 哎 我陈上上别的不敢说 就是胆子大 哎 云兄弟 你要干票大的 我陈上上绝对奉陪啊 哈哈 好 那一会儿 你拖出大鹏族和孔雀族的两个半部空气 其余妖族我来挡住 等魅机来了后 把他和这里 除蛟龙族外的所有妖童 一网打尽 啥 一网打尽 啊 云兄弟 你确定你不是在开玩笑 信我 你就陪我一起干 不信 你离开便是 啊 这事我干了 事成之后 魅机老妖婆身上的储物借归我 啊 不过时间说好啊 要是你不敌的话 我会一人逃走 我这人打娘胎出来 就贪生怕死 要是别人说这话 我肯定以为他疯了 但云青年身上 总有种让人幸福的特质 没问题 现在就动手吧 对 大鹏族和孔雀族 那两个老贼 小爷我刚才没打爽 咱们继续 鹏兄 我们太上长老妹 急马上就到 你帮我拖住 陈上上和云青年 什么条件任你开 好 至少之后 云青年和陈上上 我都要了 是 人家小爷 我梦 太强了 可恶 根本捣不住啊 云青年 你给我住 现在这个层面的打斗 不是你这种废物能掺和的 云青年 这是你逼我的 那符咒有些不对劲 云兄弟 快躲开 那符纸上 光印着一道人王剑的攻击 现在躲 来不及了 去 云兄弟 又算云青年 那小子 有诸多手段 受了人王敬的一击 他也得重伤 宾死 陈上上 我劝你速度把口雀铃交出来 否则 你也是死路一条 一个人类 也敢向我们妖族挑战 真是自找死路 别忘了 这里可是我妖族地盘 嘿嘿 八大公子之一的陈上上 若是死在了这里 想必人类知道后 脸色一定会很精彩吧 唉 云青年太过自傲 真是可惜了 云青年败亡 已成定局 不过 陈家和我蛟龙族交好 是不是想办法出手 帮帮陈上上 有些激情事 情况不妙 看来得想办法撤了 我还有一时杀招 可以暂时击对他们 只是不知云兄弟那边 到底是什么情况 说是不行 我只能自己跑路了 长老 云青年已经搞定了 现在先把孔雀灵抢回来 看来我被小看了 我可没那么容易搞定啊 什么 云青年没事 承受了仁王镜的遗迹 这人还毫发无伤 这 这怎么可能 我就知道你没事 云兄弟 我果然没看错人 云青年竟然安然无恙 少主 我们看早眼了 这个云青年不简单哪 那 那可是仁王镜的遗迹啊 云青年 你怎么可能没事 因为从一开始 你就把我想得太简单了 仁王镜一击 耗费我半滴 先帝惊喜便能挡住 只不过这孔莲 居然能随手打出封印 仁王镜一击的符咒 看来她的身份 确实是我猜想的那般了 陈上上 试试我解决那两个老家伙了 嗯 没问题 云兄弟连人忘记一击都挡下了 那我 我能表现太差呀 云青 一 是 陈上上出绝招了 快快连手挡住他 鲸血燃烧 给我杀 哼 弟 现在是年轻人的时代了 老家伙 就应该滚回去 营养天年 杨大长老 可恐连公主都败了 现在怎么办 本来先是一片大行 就因为那云青眼挡住了人亡经一击 才被逆转了呀 要 要我 我们逃吧 哎 云兄弟 接下来怎么办 等 算算时间 他也应该快来了 陈上上 我已脱快 你死定了 哎 白金 你终于来了 你请你的陈上上 我承认你们强得出乎了我的预料 如今 我孔雀族的探上长老道 你们 再没有一丝翻弹的可能 哈哈 我却读的太上长老来得太及时了 这波兰起伏 转变得也太快了 搞得我心惊肿跳了 嘿嘿 有汉上长老在 云青岩和陈上上 现在连跑的机会都没有了 云兄弟 你确定能对付魅姬吧 我方才用了大招 现在想从魅姬手中逃脱 怕是有些难了 放心吧 区区魅姬 我还不放在眼里 云青岩 把储物界和顿天苏交出 我可以让你不死 村上长老 那陈上上把孔雀灵抢走了 也不能放过他 放心 今日 他绝不会活着离开这里 老妖婆 你当我是吓大的呀 孔雀灵就在我这里 是 我来拿呀 找死 我去 老妖婆 你一言不合就动手啊 我来 还好有云兄弟在 云青岩 你不要不识抬举 你现在自身难保 居然还有心情管别人 我只问一句 孔雀族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孔柔的意思吗 没错 这还是看在你曾经救过我们公主的份上 只要你主动交出东西 可以不死 不过 为了避免你卷土重来 必须废掉你的修为 太省长老 云青岩杀了我们不少族人 只是废他修为 未免太轻了 我提议 再斩掉他的双手双脚 没错 不能就这么简单饶了云青岩 断了他手脚后 让他在我孔雀城日日乞讨 虽然不用杀他 但是 让他生不如死的方法 多的是 陈上上 云青岩 我现在帮不了你们了 你们此就多付吗 不对劲啊 少主 如果云青岩跟陈上上一开始就选择逃走 大鹏族和孔雀族的人不可能挡得住他们 可他们为何非要留下来呢 说得对啊 他们明明可以逃的 除非 除非他们一开始的目标 就是美姬 这 这怎么可能 美姬可是空气旧街的制强者呀 仅凭他们两个 怎么可能对付得了美姬 如果是别人 我绝对认为他是在找死 但是云青岩 已经创造了太多的奇迹 说不定 他真的有办法灭了美姬呢 云青岩 我没有时间陪你耗下去 立即把东西交出来 好 我这就把东西给你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既然压制了我体内的力量 好 好强的压力 我 我快要喘不过气了 可恶 我 全身的力量 实不存异了 说正方 好 好厉害 孔雀族对我恩将仇报 魅姬 你会是为此而死的第一个人 想杀我 云青岩 你还差得远呢 你会神 无自量力 在这阵法中 我就是 神 太少张狼 居然被云青岩一击就打倒了 这怎么可能 魅姬可是空气九阶的强者呀 原来这阵法 就是云青岩的底牌 太强了 还好少主 之前一直对云青岩颇为友善 否则这次 咱们怕也是得栽在这里了 陈上尚 这是魅姬的储物界 我之前承诺过会给你的 拿好 云兄弟 你太牛了 坑地干的这票 真是赚大了 下次有这种好事 记得还喊我 这次的还没完呢 接下来就轮到你们了 你 不好 云青岩 你 你想干什么 这里可是我空缺祖岭地 出来 你 道心众魔大法 这是什么东西 竟然是道心众魔大法 怎么可能 这么多魔忠 又能让我的禁忌提升不少 就先从你开始好 云青岩 不 云青大爷 求求你饶我一命吧 我不想死 只要能活着 你哪怕是让我当你的一条狗 我 我也愿意啊 不好意思 我的狗 你也没资格当 我 我不肯醒啊 都去死吧 我 好后悔啊 为什么 要论醉它 云青岩 我大鹏族 绝不会放过你的 黄飞 有件事我倒是忘记告诉你 当初你的那颗孔雀蛋 正是我偷走的 可惜 我救了它一命 换来的 却是它的恩将仇报 什么 那孔雀蛋里的 居然是 死 我 主 快 快联系公主大人 只有它 只有它才能救我们 救你们 你们这些废物死了就死了吧 反正影响不了大局 公主 你这是 现在孔雀族年轻一代 精锐尽死 你 后悔对我恩将仇报吗 后悔 不 只要是公主的意思 我都会绝对执行 哪怕 为此付出生命 抱歉 我不是问你 我问的是它 孔雀族公 孔柔 孔柔 公 公主 啥 孔莲是孔雀族公主 啊 云兄弟 你这话把我搞迷惑了 孔莲和孔雀族公主 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呢 我耐心有限 你再不回话 我就要出手了 没想到被你看出来了 什么 你 你真的是公主 这到底啥情况 能不能来个人 帮我解释一下 冰青眼 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刚来孔雀族时 我就好奇 没有仁王静坐镇的孔雀城 竟然一片祥和 而蛟龙族和大鹏族 也愿意让孔雀族 来举办妖族的天骄之战 你们这群妖族 可都不是什么善男性 没有仁王静坐镇的孔雀族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声势 但这也不能说明 我就是孔柔啊 第一次你出招 帮我挡下鹏飞的攻击时 我就有所怀疑 因为你的灵魂气息 和孔柔太相似了 直到你刚刚用出 人王静的符咒 我才终于可以确定 你就是孔柔 一气画三青 你居然练成了这种秘术 练制出了三道分身 厉害 真是厉害 林静眼 若你当时能将顿天梭 卖给我孔雀族 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了 你也会是我孔雀族的贵宾呢 少跟我来这套 孔雀 你和孔雀族都要为你的恩将仇报 付出代价 你就算毁了我这分身又如何 这是我最弱的一具分身 对我而言 甚至连伤害都说不上 只要等我另外两个身体出关 整个营州都不会有你的容身之处 看来你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不过你放心 很快你就会知道 得罪我云青岩的后 是你无法承受的 死吧 你杀了公主的一道分身 放心 他其余的分身也跑不了 你这么忠心于公主 我就先送你一程 让你下去等他 公主 那个 云兄弟 我们还是赶紧跑路吧 等那孔雀族的公主真的出关了 可就跑不掉了 我以为我已经够狠了 没想到云青岩比我还狠 连仁王静的分身都敢杀 不急 还有一票更大的买卖等我们去干 啥意思 为啥将顿天梭放出来 因为接下 我们要去搬空孔雀皇宫 搬空孔雀皇宫 我喜欢 哎 女兄弟 等等我 主上 等等我 你快看 那个 好像是顿天梭呀 顿天梭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孔雀城的伤口 不得进啊 快去通知守城的卫兵 孔柔 你马上就会知道 对我恩将仇报的后果是什么了 孔雀族数千年来 积累的财富 都在皇宫下方的地宫之内 女兄弟 我们快看干吧 爱战何人 竟敢擅闯我孔雀族皇宫 找死不成 立刻离开 否则格杀勿论 拦住他们 我允许他们再向前了 嘿嘿 看来孔雀族的一众精英 都死不差不多了 这里最厉害的 居然只是九英变境 女兄弟 这些杂鱼就交给我吧 无必 得到顿天梭这么久了 我还没有用过他的攻击阵法呢 今天正好 就拿这些人试试水 习 这 这是什么东西 不好 是顿天梭的攻击阵法 长老等人不在 我们不可能挡得住 快躲开 那就是地宫的入口 红雀族的财宝 就在里面 我还等什么 走 天哪 五千年的灵芝 这里竟然有几箱 这储大瓶里 至少有几万金 仙天灵液 女兄弟 你处理多 你拿大头 这么多的极品当药 装备和攻法 我发了 这里虽然宝物众多 但最珍贵的是它 世界之墓 什么 世界之墓 我听我爷爷说过 天地初开时期 世界万物还没有诞生 是世界术 用无数树干 构成了整个世界万物 没想到孔雀族 居然还有这宝贝 不错 虽然这节世界之墓 已经枯死 但说不定有办法 可以让其复苏 我的绫络界里 也有一节世界之墓 两节加在一起 成功复苏的感觉非常大 林兄弟 这世界之墓 你拿着吧 我分析猜宝就好了 要是没有你 我也不可能 得到这么大的好处 行 咱们加快速度 将这宝贝收起来 孔柔的分身 估计要追过来了 云青岩 我必杀你 云兄弟 接下来我要回家族一趟 你打算去哪里 我要去洪武郡 你陈家正好在路上 我可以送你一程 洪武郡 那儿可是洪家的大本营啊 你杀了他们的人 抢了他们的顿天梭 去那里 不是洋入湖口吗 我有 不得不去的理由 之前我得到消息 麒麟被关押在洪家 我得给他救出来 好吧 不过 咱们这一路上 得当心点 大鹏族和孔岁族 现在估计 满世界都追杀我们呢 青岩 终于找到你了 不好 是大鹏王 他是人王静 若让他追上来 我们就死定了 上手 你去掏空顿天梭 全速前进 我去挡住他 你小心 万里 青岩 竟敢杀我而鹏飞 今日 就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就凭你还杀不了我 就因诛仙杀朕 还好我早有准备 这几天利用魔种 制作了好几道 酒瓶诛仙杀朕 你的喜好在人王金面前 全身而腿 还要多辅助 被谁带你 这是什么鬼东西 大鹏王 拜拜 你轻言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终于摆脱那大鹏王了 上上 接下来我要闭关一段时间 我在盾天梭上 布置了数道九天珠仙杀阵 可以抵御攻击 你只要专心驾驶盾天梭即可 我必须得尽快突破 提升实力了 我这次闭关 短则一两天 慢的话 要半个月以上 如果半个月后我还没醒来 你就让我交给大鹏族 和孔雀族处置吧 不就是闭个关吗 怎么还交代起后事来了 心魔仙杰 我来了 葬神渊 这里是心魔仙杰的幻境 可是我心魔仙杰 应该是情节啊 怎么会来到葬神渊 那是仙剑的九段山 那些和仙帝厮杀的怪兽 又是什么 这光木 是在向我讲述很久以前的一段历史吗 可为什么我的心魔仙杰中 会出现这个东西 因为这是我让你看到的 李染竹 我心魔仙杰产生的幻象 果然是你啊 你搞错了一件事情 我不是幻象 我使用秘法 让意识进入了你的幻境中 在这里 你我若是死了 与真正的死亡没什么区别 嗯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先看完这段历史吧 大陆危难之时 神族出现将聚受驱逐 然而万族先帝 觊觎神的力量 被刺了虚弱的神们 重伤的神女离开 陷入沉睡 啊 李染竹 那光目中的神女 怎么长得 你不用猜了 那神女就是我 数千万年前 我和我的族人 拼命阻挡 域外巨兽入侵 却遭到万族的被刺 而我 也陷入沉睡 丢失了大部分记忆 直到前不久 才彻底苏醒 原来如此 所以接下来 你要报仇是吗 怪不得我一直看不透李染竹 原来她的背景这么深 我后几要复仇 还要复活我的族人 我的命不再属于我 而是属于整个族群 而你的出现 打破了我的心境 为了斩断这份情感 鞏固我的刀心 尽管你并且死 你入魔了 神魔只在一念间 只要能报仇 能复活族人 我变成魔女又如何 今日你 一定得分出个生死吧 没错 你放心 若你死了 我定会护你族人永久平安 若你死了 你所有的遗愿 我都会帮你完成 包括 为你复活族人 为你族人复仇 你染不已经走进了死骨头 看来 必须得把他打敷才行 走 陈庆言 陈上上 还能改杀本王之子 为我名其事 这片营中 都不会有你们的容身之地 混账 敢略懂我孔雀族宝藏 上天入地 都没人救得了你们 孔雀公主和大婆王疯了吧 这都跟了三天三夜了 他们不嫌累吗 云兄弟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来 现在距离红武郡 只剩下十多天的路程了 要是通知玉派 再联系不上爷爷 我怕是 真要交代在这儿了 圣上 怎么了 爷爷 你再不出来 孙子就要死了 到底怎么回事 说清楚点 恐惧公主和大婆王 正在追杀我们 因为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 行了 这事 我想办法去解决 你先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有爷爷出手大狱 孔雀公主和大婆族 应该会退走了吧 我们已经打了几天几夜 还是没有分出胜负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在这儿和你耗下去 外面还有事情要解决 你说的不错 这是你的幻境 我能待在这里的时间 也不多了 接下来 一招定胜负吧 如神献祭 不管我是神还是魔 都不会爱上任何人 若是有 那便会念 得有要守护的人 绝对不能死在这里 血燃烧 你先见 先帝真迹第二世 碎空间 看来 是我赢了 是的 你赢了 这是我的神之法则 杀死我 将它吞噬 你便能踏足 先帝之上的无上秘境 神之法则 这就是那些先帝 猎杀你们的原因吗 没错 自从先知大陆 破碎成无数块小陆地后 天地法则 变得不再完整 想要踏足无上秘境 几乎不可能 只有这种办法 才能让你突破 你 动手吧 阮珠 你我之间 难道必须非得死一个吗 你不杀我 等我恢复过来 还是会杀你 女人真是麻烦 得想个办法说服她才行 可我完全不擅长对付女人啊 要不 还是问问陈上上吧 陈上上 这是我的一丝魂念 我现在有点麻烦 陈上上 你快告诉我 怎样才能让一个女人 完全顺从我的想法 现在她要杀我 但是我又不想杀她 你们俩关系如何 她之前 好像对我有那么一点意思 那还不简单 直接睡了她不就行了 女人就是口前体正的动物 她既然对你有意思 却又摸不开脸 这时 你就要主动点了 睡了她 没错 云兄弟 你相信我 这招绝对好使 尤其是对无理取闹的女人 一致一个阵 啊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这可是我身经百战 得出来的宝贵经验 你要是想不出别的办法 就试试我这个 保证管用 好吧 我试试 我 云兄弟不是去闭关了吗 怎么问起女人来了 阮珠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我们真的不能和平相处吗 不能 要么你现在就杀了我 要么等我恢复过来后杀了你 好吧 既然如此 那我 这样 来吧 对不起了 我的族人 不能为你们报仇了 按照顾 噢 啊 云青爷 你想干什么 既然言语说服不了你 那我只能尝试用另一种方式去说服你了 等等 你 我 混蛋 你轻点 时间差不多了 我 我要回去了 那我什么时候 才能再见到你 陈上上教我这招果然有用啊 现在李染竹 已经不再吵着要和我分生死了 到时再说吧 我现在想一个人静一静 不错 染竹 我不管你是神还是魔 我只希望你记住一件事 你李染竹 是我云青岩的女人 现在是 以后是 永远都是 终于解决了 我也是时候出去了 我在李染竹体内 打入一道微弱的神石 届时可以凭此找到她 如今我已是应单境三界 单凭战力而言 不依靠阵法 也能与空气九戒 正面一战 羽兄弟 你总算醒过来了 你是不知道 千几天有多凶险 孔雀公主和大鹏王两个家伙 死死追了我三天三夜 现在情况如何了 嘿嘿 现在没事了 我把我爷爷请了出来 他和大鹏王 孔雀公主 洪家达成了协议 人王静 不得对我们出手 只要我们能逃出 他们在洪武郡部下的包围圈 就能度过这次危机了 尚尚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现在我已成功突破 接下来 咱们就不用逃了 羽兄弟 你的意思是 既然人王静不会出手 其余角色都不足为据 接下来我们改变路线 以最快的速度 直接前往洪家的老巢 这洪家老巢 羽兄弟 你不会是抢上瘾了吧 想把洪家的仓宝库 也给抢了 没错 洪家想要对付我 自然要付出代价 只要人王静不出手 顿天梭配合我部下的 九天珠仙沙阵 足以横扫 洪武军所有武者 少少 现在需要你爷爷帮个忙 将洪家 大鹏族 和孔雀族的人王静 引到别的地方 没问题 我这就去联系我爷爷 你抢完孔雀族 再抢洪家 真刺激 老祖 他们虽然和陈家 达成了协议 不让人王静出手 但我们三方势力 仍有不少半步人亡 足以灭杀 云亲岩和陈上上 但他们有动听说 依我们的速度 很难追得上 必须得想办法 探查到顿天梭的行踪 唯有这样 我们才能将其为而兼职 探查顿天梭的行踪 这个我在行啊 呃 请问阁下是 在下永恒帝国 窜命时未经轮 受洪家老祖所要 前来帮助你们捉拿云亲岩 顿天梭的行踪 交给我来推算 诸位只要布下包围圈 等那云亲岩入网即可 云兄弟 我们现在已经在红武军的范围内了 先后遇到了好几拨人 好在顿天梭速度快 已经将他们甩开了 前方天里外 有三尊半步人亡境 上上 快停下 半步人亡 云兄弟 难道咱们的行踪暴露了 不仅暴露了 而且 我们已经进入了他们的包围圈 这怎么可能 他们根本追不上顿天梭啊 怎么会事先布好包围圈呢 这几天 我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力量 萦绕在周深 如果我猜得不错 洪家他们 应该请了窜命师 探查我们的踪迹 那现在怎么办 半步人亡虽然不比真正人亡 但也不是我们能抗衡的呀 无妨 区区三尊半步人亡 还打不破顿天梭的防御 上上 你驾驶顿天梭直接回陈架 引走那三个半步人亡 我去解决其他人 顺便 会会这个窜命师 好 云兄弟 你小心 无论什么时候 云兄弟都无比镇定 这份企图 就算是我爷爷 也比不上啊 我们三家的半步人亡 已经将顿天梭围住了 想必不久 就能抓住云青岩了 这多亏了魏大师 神鬼莫测的测算之力啊 是啊 又不是魏大师 我们现在 估计连顿天梭的影子都见不到呢 魏大师 这次若是抓到云青岩 追回宝藏 我足定有重心 太上长老客气了 我等窜命师 行的就是推算天机 预测未来之事 只要那云青岩还在这片大路上 就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是吗 那你算出 我会来找你了吗 云青岩 什么 不过是凭借些蛛丝马迹 来计算事物未来发生的某种可能性而已 在你口中 居然变成了预测未来 串命师 你的牛皮吹得也太大了吧 这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按照我的推算 你应该在顿天锁中啊 那你现在再试着推算我一下看看 虽然我实力丢失 但仍旧是先帝 区区人间串命师也想推算我 真是不自量力 哼 试试就试试 我就不许你能逃过我的神算之力 今夜我就要断了你的命数 让你瞧瞧窜命师的厉害 你一天改命 算生死 成了 这云青岩太过拖大 居然不闪不闭 任由我的攻击命中 他死定了 魏大师 那云青岩可不简单 之前我族空气九阶的太上长老魅姬都死在了他的手中 你可不要掉以轻心啊 苏星长老有所不知 方才我动用的是师门禁术 中了此招后 云青岩会被这片天地排斥 无论做什么事都会失败 天下再大 也无他容身之处 云青岩 命数已绝了 可笑 什么 我 我的禁术被破了 这铺田之下 无人能掌控我云青岩的命数 这 这怎么可能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我的神算之术 对你一点用都没有 我是你们惹不起的人 云青岩 你嚣张过头了 纵然魏大师不是你的对手 但还有我们 这小子逃过我们半步人亡的追杀就算了 竟然还敢送上门来 真是找死 我们这里 一共有六位空技九尖的高手 云青岩他差事难逃 小心 别让云青岩布下阵法 传闻孔雀族的魅姬 就栽在了这上面 云青岩 你现在束手就擒 随我去见公主大人 我可以暂时饶你一命 否则 现在我就让你行神俱灭 若是孔柔在这里 我倒是可能有些麻烦 但你们这些楼 不是我的核之体 是我在狂妄 你去做什么变了他 青岩 这就是你的死器 天人无衰 只崩天牢笼 我的脸 我的身体怎么会变得这么老 我体内的力量全消散了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年人无衰 这是大邪将至的标志啊 不 云青岩 你 你对我做什么 这就是你们忘恩负义的代价 倒心不活 云青岩 公 公主绝不会放过你的 废话真的 死 三大势力这么多人 竟然都不是云青岩的一核之敌 云青岩太 太恐怖了 我还不想死啊 但是小活下来 只有投靠云青岩这一条路 云少 求求您饶我一命 我愿意奉您为主 做您的走狗 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 洪家的所有信息 帮助您对付他们 只要您能让我活下来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让你活下来 魏青岩作为窜命师 虽然对我没有什么威胁 但对付其他人 的确还有点用处 也罢 看在你还尚有几分用处的份上 我就收你为奴 魏青岩见过主人 愿为主人赴汤蹈火 死而后移 场面话就不用多说了 日后你就会知道 任我为主 是你这一生中 最为正确的选择 接下来 先料理了这些家伙吧 我为什么要招惹这个傻心 这么多魔主 又可以让我的实力 大幅提升了 魏青岩 弘家现在是什么情况 禀主人 弘家的人亡 敬老祖 前些日子离开了 如今弘家 剩下的顶端战力 有四位半部人亡 还有一个 从群星门请来的 镇道高手 秤星门的镇道高手 弘家请着镇道高手 应该是为了专门镇压麒麟的吧 主人 弘家凶险 属下建议 属下建议 最好还是绕道而行 他要是被弘家杀了 他要是被弘家杀了 我也得完蛋呢 好强的灵气波动 光是一散气息 就已经近乎达到人亡境了 这 这难道是主上修炼产生的 终于将某种吸收完了 主上 宁修炼闹出这么大动静 难道刚刚突破到人亡境了 没有 我不过刚刚提升到 鹰丹极境而已 以我现在的战力 已经不惧半部人亡了 什么 鹰丹境 这 这怎么可能 才鹰丹境 就能横扫一众空际九界 若是突破到玄境 主上岂不是就能占人亡了 对我来说 没什么不可能的 好了 此件事了 你速与我前去弘家吧 是 属下这就为您带路 本以为任云青岩为主后 前途一片灰暗 却没想到抱到一条大粗腿 这波真是转大了 算算时间 云青岩 云青岩应该也快到洪家的领地范围内吧 没错 虽说我们有四位半部人亡左阵 但那云青岩手段颇多 前不久 连窜民师魏京伦都与我等失去了联系 为了保险 开启风大师您 布下大阵 灭杀云青岩 好 我这就用指之灵兽 为阵眼布置台原灭原阵 让云青岩上门 只要云青岩落入阵中 定然绝无生怒 不行 云青岩有危险 我得通知他 找陈上上留给我的信息 洪家的藏宝库应该就在下面 老大 七灵 你在哪里 现在怎么样了 老大 这是我最后一次力量凝聚出的神念 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你先听我说 洪家的阵法是以我为阵眼 布下了他原灭原阵 你要小心 狱者 竟敢以七灵为阵眼布阵 绝不会饶了你们 主人 您来洪家 是为了方才出现的那只灵兽吗 我之前在洪家地宫内见过他 不过地宫附近 有洪家的四位半步人王守卫 而且那位阵法师也在 我知道了 等我将洪家的藏宝库搬空 就去地宫 麒麟目前暂时没有危险 倒是正湖水下放 似乎有股神念一直在呼唤 我得先一谈究竟 我倒要看看 是什么东西在呼唤我 神念 搜寻 石碑 就是这东西在呼唤我吗 我终于等到你了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你是谁 我是时间旅者 游走于时间长河之中 我有万事遗憾 留恋于过去未来 云帝 坚守你的信念 寻回完整的风魔碑 勿要让遗憾再现 风魔碑 万事遗憾 遗憾又是什么 你到底是谁 寻回风魔碑 勿要让遗憾再现 诶 等等 风魔碑 看来就是这石碑了 它方才好像认我为主了 方才那道伟岸的身影 绝对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 哪怕是全盛时期的我 也不一定是它的对手 这样的存在 为什么要让我寻找风魔碑 难道 是与上古时期的历史有关 既来之则安置 现在也没有什么头绪 只能回头找时间 问问李展竹了 当务之急 是把这些宝物收去了 然后再去救麒麟 我下水去公家藏宝库时 魏京龙还在这里 现在他人去哪了 哈哈哈哈 云青爷 你终于出来了 主人 他们也在四周布下了大阵 您快逃啊 逃 有我在 云青爷今日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你们是怎么发现我 云青爷 你以为这灵兽向你传递神殿时 我会察觉不到 老大 对不起 我害了你 无妨 麒麟 你先撑一块 我马上就会救你出了 救他 云青爷 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 神奇 云青爷 我这台园灭园阵 能斩杀半部人亡 而且 没有破坏阵眼 才能破开大阵 但阵眼是你的灵兽 真能狠下心灭了他吗 谁说只有破坏阵眼 才能破阵 我灭了你 这阵一样能破 云青爷 你已落入我阵中 还敢如此猖狂 今日 我就让你尝尝 哀人灭人阵的厉害 欧阳风 好强 这么狂暴的风帘能量 就算是我倒也挡不住啊 怪不得家主 会将风大师请来 这阵法师确实厉害 中了这招 云青爷那小蛋 就他不死也得重伤 看来 不用我等出手了 主人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老大 停 那小子估计已经重伤昏迷了 主位 你们不用出手 看我怎么收拾他 我可是抢了孔雀族和红家的宝藏 我要是能从中抠点油水出来 就转大发了 就凭你这狗屎一般的胎原灭源阵 也想对付我 真是可笑 什么 云青爷竟然毫放无伤 这 怎么可能 不好 风大师被他抓住了 快去救他 云青爷 你放了我 我可以立即解开大阵 我这是首前办事 咱们没必要拼命 甚至你可以把我当作人质 以此离开红家 我是永恒帝国群星门的人 红家不敢不管我的生死 你看如何 从你把麒麟当作阵眼的那一刻 你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不 你不能杀我 我是群星门的人 我是大帅法师 我怎么能死在这儿 我 我了 风 风大师死了 这小子居然真敢动手 我终于自由了 麒麟 你先服下丹药疗伤 等我解决了这几个半部人亡 咱们再续救 解决我们 云青爷 你的口气还真不小啊 我承认你确实有点手段 但这里是我红家的地盘 你不要以为灭了风营 就没人能治得了你了 我还没妄自尊大到天下无敌 也许这个世上有人能治得了我 但绝不会是你们这几个垃圾 宇青爷 你太狂妄了 哥几个 让这小子见识见识 我们红家真正的地狱 是 白虎 祖雀 龙虎 青龙 下天塔 谢 这 这是什么东西 光是散发的气息 几乎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 老大 这塔的气息有点不对啊 怎么感觉像是上街的东西 确实 看样子像是从上面一落下来的兵器 只不过已经损坏了 云青爷 这座宝塔 是我红家老祖 在上古遗迹中得来的准仙器 更是我红家的镇族之物 虽然此塔受过损伤 但用来灭了你 仍旧是绰绰有余 哈哈哈哈 云青爷 今日 你绝无生路 能逼我等用出镇族准仙器 你死也足以自傲了 交出你在孔雀族掠夺的宝物 我等 可以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主人 这准仙器威力太恐怖了 我们还是先撤吧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啊 不用担心 取取准仙器而已 就算是真正的仙器在这里 我挥手间也能打爆它 没错 当年我可是把仙器 当成磨牙的工具呢 虽然我知道主人不烦 但是这牛吹的也太大了吧 那宠物也挺能吹的 看来以后我要多向主人 他们学习学习 否则没办法混了 青爷 既然你冥顽不灵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混混 有命了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以后了 主人啊 希望你吹的牛是真的 拿着一剑破裂的准仙器 就敢在我面前耍威风 今日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仙器 斩仙剑鞘 出 我心凝聚的斩天神剑 威力还不够 但斩仙剑鞘 可是实打实的无上仙器 对上这破塔 绝对是碾压 什么 宝塔被打仗了 这 这怎么可能 我们如何向老子交代 那剑鞘 那倒是真正的仙器 仙 仙 老天啊 我这个主人到底有着什么恐怖的来历 居然随手就能拿出一剑仙器 现在你们还有在我面前嚣张的底气吗 该死 他有仙器 我们不可能是对手 快分散逃 是 在我面前 没人能逃得了 空间风尽 怎么回事 我的身体 怎么突然动不了了 我 我体内的灵力也消失了 该死 这是什么要法 您之间 折扰人处且饶人 今日我们认栽了 你放我们一马 我让你们离开红武郡 后面再碰的话 我们各凭本事 你要是敢杀了我们 老祖绝对追杀你到死 你如果是好言相求 我或许可以找你们几个不死 但你居然敢威胁我 道兴众魔大法 云七爷你 不得好死 老祖 一定会为我等报仇的 输 刀兴众魔大法 老大你居然学会了这么恶毒的功法 我真是太喜欢了 快把魔准给我 我要吸收增强功力 先给你两颗 剩下两颗我还要留着胸里 谢谢老大 老大 我的胸尾突破到玄境了 我终于能化成圆形了 化形了 天哪 仅仅玄境就能化为人形 主人这灵兽 难道是先受那一级别的 好了 红家这边的人已经解决了 我们现在就去陈家那边找陈上上吧 顺便再给他一个惊喜 什么惊喜 等你见到苏图图和陈上上两人时就知道了 魏京伦 你立即去血沙郡燕罗城 去接一个叫苏图图的人过来 届时 我们在陈家会合 是 你真好吃 这么多天终于能吃一顿饱饭了 这炎城已经是陈家的领地了 想必一会儿陈上上就会来见我 再过几天 等他见到苏图图时 两人的脸色一定很有趣 这位小哥 请问您是云青岩吗 我就是云青岩 你是陈家人对吗 上上人呢 他怎么没来见我 任公子 您终于来了 老就求您救救上上少爷吧 上上他做什么事了 前段时间 老族长和其他几大家族的族长 还有几大妖王一起 不知为何突然进入了上古战场 自此后便音讯全无 紧接着便有几名仁王静的强者上门 逼我陈家投笑 上上少爷不愿意 就被他们打伤求剑起来了 现在陈家已经完全被他们掌控了 仁王静 这盈州总共也没几个仁王静 前辈可知 来陈家的这几个仁王静 出自何方势力 从奈罗和功法来看 他们应该是影族的人 影族人一般生活在盈州边陲 而且除了我陈家 其他几族也有影族的人出现 他们定然是得知了我们几族老祖失踪的消息 趁机过来抢地盆的 前辈你放心 上上是我的朋友 我一定会救他出来的 什么好批影族 老大一出手都得死 陈帆终于找到你了 整个陈家都一成福 就剩你一个了 九楼四周已经被我们包围 今日你不可能逃得掉 不好 是追杀我的影族人 云空子小心 他们领头的是半步人亡 陈老不用慌 有我在 他们伤不了你 这一路上 我吸收了几个半步人亡的魔种后 修为已达到半步玄境 翻手便可碾压半步人亡 小子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连你一起灭了 何夕 你怎么会在这里 云青爷 太好了 你终于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和影族人混在一起 我家老祖前不久隐落在圣古遗迹中 这些影族人就霸占了我何家 还危险我当他的女人 不然就杀过我何家人 云青爷 求求你 救我 臭小子 我让你当我的女人 是看得起你 你竟然还敢在这里 和别的男人勾三搭四 今天我就打死你了事 死的人是你 大人 你怎么样 大人 你没事吧 居然敢打我 给我上 灭了这小子 是 敢对大人出手 找死 今日就让你知道我影族人的厉害 一群垃圾根本不配让我出手 麒麟 灭了他们 老大 就看我吧 给我信 这是什么妖怪 这什么妖怪 大人 救命啊 吃得好饱啊 什么 那么多的影族人竟然一口就就被吃了个干净 灵兽 灵兽都这么厉害了 那云青炎得牛到什么程度啊 该死 竟然之后啊 那 四肯定一足 我 这真了啊 想想问过我了吗 抓不到我的 影盾 这是影族人的特殊秘法 能将自身化为阴影 盾入物体的影子之中 寻常手段很难让他们显形 极其难缠 我们陈家有好几个长老 就是栽在这招上面 云公子 要小心哪 雕虫小技而已 看我怎么逼他出来 大魔名术 你行 走 什么 这是什么光芒 竟然能将我招射出来 张老们 我没放过你的 大人 您还是那么厉害啊 好强 万步人王竟然在云青烟手中 走不过一招 怪不得少主会让我向其求救啊 陈老 事不宜迟 我们快去救上上吧 好 那 那我呢 你自己找个地方藏好 现在没时间管你 好吧 唉 他能出手救我 已经很不错了 何夕 你还在妄想什么呢 现在 陈家被三尊人王竟的影族占据 上上少主和不愿投降的其他族人 被囚禁在后面水牢内 三尊人王竟 不应该啊 整个营州就那么几个人王 区区影族 怎么可能弄出这么多人王来 神识探查 原来如此 这些不过是人王竟的分身吧 三个人王竟的分身也不好对付啊 云公子 你打算怎么办呢 先救出陈上了 这样打起来也没有后顾之用 一会儿你们先 再 影族的混蛋们 快出来受死 何人敢来挑战我影族 不要命了吗 今天老朽 就是来为我陈家死在你们手上的族人 报仇的 九天诸仙杀朕 我这马 我明想多大 我一起出手 灭了他 陈凡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何人 一定是你们 哦 那我吃了你们 啊 今天诸仙杀着你 加上陈凡和修为大帐的欺凌 应该能拖住这几个影族分身 足够我去救出陈上上 哎 老祖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再这么下去 我陈家真的要变成影族的了 该死的影族人 老祖回来 他们都得死 老祖等人去了上古战场 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传回来 不会是 诸位放心 我爷爷一定是有事 耽搁在上古战场了 而且就算他老人家不能及时赶回来 也会有别人来救我们的 少主 如今银州八大家族的人王镜和三大妖王都去了上古战场 谁能救出我们呀 咱们陈家可是有三个人王镜的影族 没有实力 来了也是送死啊 少主 我们既然不愿屈服 自然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 您不用说谎话来激励我们的 上上 我来了 驴兄弟 你可算来了 我可是等你等的好苦啊 居然真的有人来了 但是这牢房 被影族人布下了风天镇地镇 非人王镜不可能打破呀 看这小伙子年纪轻轻的样子 估摸实力也强不到哪里去 咱们怕是空欢起一场了呀 这牢皇上有镇吗 没错 这是风天镇地镇 唯有人王镜才能破改 驴兄弟 你若是破不开的话 不如先去找一些我陈家救部 前来支援 届时众人合力 说不定可以 你给我破 居然费了我三成之力 这阵法还挺厉害的 对了 上上 你刚才说啥 没啥没啥 驴兄弟 你还是那么厉害 风一被打破了 少主的这个朋友也太牛了 咱们之前 好像有点小看他了呀 影族的三个人王镜被拖住了 大家都快出来吧 罗谢云公子 云公子大安大德 我们莫使难忘 您永远是我们陈家的朋友 云兄弟 接下来怎么办 我们要不要先找个地方躲一躲 不用躲 上上 你先安顿一下你的族人 我去把那三个人王镜 影族人解决掉 那可是三个人王镜啊 云兄弟 你需要帮忙吗 不必 那三人只是人王镜的分身罢了 如今呢 就算是对上真正的人王镜也不拒 我已经半步玄境 再加上展天剑桥 人王镜已经奈何不了我了 不好 水牢那边的大人被破了 该死 死掉狐狸山 这两个家伙是又玩 别玩了 一口气解决他们 然后去抓逃跑的陈家人 虐杀手 不好 老大救命啊 给我破 老大来了 太好了 云公子既然出现在这里 那上上少爷他们应该被救出来了 这小子是谁 竟然能挡住我等三人 合力施展的万影虐杀手 倒是有些实力 不到人王终究是蝼蚁 老二老三 准备出手灭了他 若是你们人王镜的主身在此 倒还有些麻烦 但仅仅只有几个分身的话 我只手可命 先帝真解第二世 我见碎空间 这 这是什么招式 该死 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天哪 云公子竟然一招 将引足的三个人王镜 全部灭了 这 这怎么可能 虽然他们只是分身而已 但非人王不可敌啊 这岂不是说 云公子已经有了 人王镜的战力了 当初刚和云兄弟见面时 他的实力还不如我 没想到 仅仅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就已经将我 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这恐怖的修行速度 会有我平生几件呢 多谢云公子大恩大德 多谢云兄弟 大恩大德 不必如此 尚尚是我的好兄弟 我这么做是应该的 对 我们是好兄弟 尚尚 说起来 我还有一个惊喜要给你 按照前几天 魏精伦给我的信息 今日他和苏图图 应该就快到了 惊喜 什么惊喜啊 跟我来你就知道了 你怎么长得和我一模一样 李兄弟 他是谁啊 你干嘛说我说话 这两人也太像了吧 连说话的语气都一模一样 好了 如果我猜得不错 你们两个应该是孪生兄弟 孪生兄弟 据我所知 图图并不是苏家的血脉 尚尚 你也应该不是陈家的血脉吧 没错 我 我是陈家收养的养子 是陈家组长 从上古战场中捡到的 那这么说 难道我们两个 我们真的是亲兄弟啊 太好了 我竟然还有血脉亲人 在这个世上 不愧是孪生兄弟 真是一样的神经大条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血脉纹参 血脉纹参 那是什么东西 血脉纹参是一种传承印记 只有三代以内的祖上 出现了非常强大的人物 其后人 才有可能出现血脉纹参 看来上上和图图的亲生父母 是两位了不得的存在啊 这刀 散发着一股非常亲近的气息 就如同和我的血脉相连一样 这应该是你父母给你留下的武器 上上 你那把刀 应该也是血脉纹参传承下来的 玄来如此 我说这把刀 怎么会用着这么顺手 原来 是我父母留给我的 图图 上上 你们把两把刀 交叉放在一起看看 这两把刀 只是玄天级的法宝 不符合上上和图图父母的身份 里面 定然别有玄机 哦 好 这是 果然不出所料 两把刀融合后 形成了一把崭新的仙气 这明明是陈上上和苏图图父母留下的传承 然而主上知道的竟然比他们还要详细 这 吉操五六 我老大就是这么厉害 合二为一 方为最强 这是要你们两兄弟永远团结 凝聚在一起 图图 上上 不要辜负你们父母的期望 我们会的 对了 云大哥 上上的血脉纹身是两把刀 那我这血脉纹身是什么呀 如果我猜得不错 这古月两字 应该是两篇功法 只不过暂时被封印住了 至于什么时候解封 就要你们自己去探索了 没想到何老怪算计了一辈子 竟然会陨落在遗迹当中 我们从里面逃脱 能保住性命 已经算是走了大运 也帮不了何老怪啊 没想到 这出上古遗迹 竟然会突然压制人王继 引族的那群家伙倒是松对了 看来 只能让族内的年轻人来试试吧 红老头 据我所知 你们红家已经有一面 风魔碑碎片了 你还来这里冒险 值得吗 哈哈哈哈 风魔碑关系到成仙的秘密 谁又会嫌他多呢 哈哈哈哈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各凭手段吧 云兄弟 我爷爷方才联系我了 他现在在上古战场遗迹之中 说是为了寻找风魔碑 风魔碑 对 就是风魔碑 据说 风魔碑里有成仙的秘密 所以 如今营州几大势力的人王继 都在传令族中精英 前往上古遗迹 寻找风魔碑 那还等什么 我们也走吧 正好 我也需要风魔碑 云兄弟 我爷爷对风魔碑 也是在必得 你们之间 若是因此争斗起来 无妨 实力为尊 风魔碑 谁抢到就是谁的 尚尚 你也不用太担心 你是你 你爷爷是你爷爷 这我还是能分得清的 云兄弟谢谢你 如若真的发生了冲突 我会全力从周周旋的 老大 你怎么不带苏兔兔 而是把这个何夕给带上来 我总感觉 它有所图谋 我们之前招惹了不少敌人 加上此行事去抢东西的 兔兔和上上 他们待在一起更加安全 至于这何夕 他的图谋 无非是想让我帮助何家重新崛起 只要他能体现出相应的价值 我出手相助 也不是不可以 大人 后面有一条顿天梭 正在飞速靠近 好像是封家的人 我们怎么办 封家的人 听传 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是 老大 是要打架了吗 看情况吧 他们若是想找死 那我就送他们一程 之前在孔雀岭 我曾杀了一个叫 封少与兰尔氏族 封家的人 难道是为此而来 你们确定 那顿天梭上的是云青岩 绝对没错 我之前看过孔雀族和大鹏族发出的通缉令 而且这顿天梭和我之前在红家见过的一模一样 绝对就是云青岩从红家抢来的 云青岩身上可是有孔雀族的宝藏啊 加上这条顿天梭 只要拿下它 我们就赚大了 好 那我们去会会这个云青岩 是 大人 封家这些人好像来者不善啊 无妨 你再一边看着就好 封家诸位 不知来此所为何事 云青岩 你前些日子所杀的封少羽 是我封家少主封寒羽的弟弟 你已犯下大罪 我劝你立即自负手脚 交出孔雀族宝藏 并前往我封家附近请罪 如此说不定还能有一条活路 云青岩 识相的就照长老说的做 否则今日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那不是何家的何夕吗 我封家正好在接收何家的产业 将他抓回去 也可以加快接收速度 那小孩天赋不错 也可以抓回去 培养成我封家的奴隶守卫 想抢我就直说 何必还找那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呢 老大 看来这些家伙还不知道 你在红家的战绩呢 这些人中 修为最高的也不够半步人亡 干脆把他们全交给我来对付吧 放肆 小小年界便口出狂言 长大后还得了 今日我便替云青岩好好教训你 你们也配教训我的人 真是活腻歪 老 老三被云青岩一招秒杀了 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老三可是空气九尖的高手啊 云青岩怎么会那么厉害 哇 好歹也是个空气九尖 蚊子腿也是肉啊 老大 你让我脱了它多好 唉 抢谁不好 居然敢抢大人 真是老肉心赤皮霜找死 混账 云青岩 你竟然当着我的面杀我封家人 现在就算你跪地求饶 我也绝不会放过你了 有我封家大长老在此 云青岩你今日必死无疑 说得对 大长老可是半步人亡境 听着云昭 人亡境都在上季内 大长老他就是不敌的 大长老定要将云青岩千当万寡 八批抄地 还能以计老三个在天之灵啊 你 老大 这一次你可不能出手了 还是让我来吧 随你吧 记得速战速决 别浪费时间 放心吧 老大 三周之内 我绝对大的这老头 会想很厉害 云青岩疯了吧 居然派出个小孩 对着我们丰家大长老 我看他是自知 不是大长老的对手 这才让个小孩出来顶着 自己好像也是逃跑 大家盯紧了云青岩 别让他跑了 云青岩 竟然派个小孩来侮辱我 本来我还想直接杀了你了事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我决定要让你尝尽天下最为残酷的刑法 将你慢慢折磨至死 东西 论话太多了 一拳把你按趴下 不值得我出手 我就算站在这让你打上一个十指 你也破不了我的护体真气 给我过 大长老 被那个小孩一拳给打飞了 这 这怎么可能 大长老可是半步人亡境啊 那小孩到底是什么来历 半步人亡很猛 打的就是你这个鱼类卖老的来东西 手 手 手 子 哎呦 我的胡子呀 哎呦别打了我错了 我服了还不行吗 哼 真要乱年纪 本座比你们的增增增增年也还要大 居然说我是小孩 真是欠奏 完了 鱼类也都没出手 大长老就败了 这可怎么办呢 那小孩究竟不是普通人 很有可能 是强大的灵兽化刑啊 今天我们算是在了 快逃吧 想走 我同意了 倒心中魔大法 小屁哥 我们为什么要招惹鱼切岩呢 哎 老大 这个老头应该没用了吧 干脆让我拖了他 云少 不要杀我呀 我还有用 我 我在凤家的地位不低 可以帮您传递凤家的消息 我还可以帮大人您 对付凤家老祖 只要能让我活下来 让我当牛做马都可以呀 你还真是 封家的孝子贤孙啊 你叫什么名字 难得有个半步人 我主动都不想 在东家留个钉子也好 在下风舞集 从此以后 我就是云少年的孝子贤孙 强大的半步人王 在云青眼面前 却卑微致辞 如果他能帮我 徐尔兴 老奴明白 老奴这就帮主杀 除掉凤家顿天梭上的其余人 保证这里的事情 一丝一毫都不会传出去 是 对不起了族人们 为了让我活下去 只能让你们去死了 可惜了 半步人王呢 行了 等到了上古一季后 定能让你饱餐一顿 云公子 我 你有什么事吗 何夕求求云公子 帮帮我何家吧 帮何家 自从我爷爷 何家唯一的人王静允落后 何家的身世 便一天不如一天 这样下去 只早从八大家族中出名 而且我也得到消息 我何家其余人 也来了上古一季 寻找重新崛起的契机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公子您 帮助你何家 我能得到什么好处 云公子 您若是愿意出手 何家以后 必定是您最忠实的盟友 而且 而且 只要您愿意 何些可以成随在公子左右 端茶倒水 暖床侍奉 行了 我不需要你做这些 时机合适的话 我会出手帮助何家的 多谢公子 老大 何家连个人亡境都没有 这样的盟友 你要了能干什么 我只是说会出手帮助何家 可没说把他们当成盟友 何家虽然衰落了 但在营州的影响力还在 这样的家族 正好可以拿来为我办事 我在营州有些事单利固 是时候培养些士领 何家还有风家都不错 老大你好阴险 不过我喜欢 等你掌控了何家 就给我找两个水灵的丫鬟侍奉我 一个背着零食 一个背着小人书 简直爽歪歪啊 愁你这点出息 老大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上古一季的四周 有股让人很不舒服的气息啊 就 就像是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牢房 我们则是被关在了其中 对吗 没错 就是这种感觉 老大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如果我猜得不错 这片绿洲 乃至这片荒漠 都被九宫黑御阵囊括在内 九宫黑御阵 大多是先帝用来关押犯人 一般面积不会太大 但这里的九宫黑御阵面积 超乎想象 至少也得上百位真仙 合力施法才能完成 看来这片上古遗迹 不简单啊 啊 九宫黑御阵 那不是这片宇宙 最顶尖的大阵之一吗 除了先帝以外 任何人都无法从里面逃脱啊 老大 要不我们还是赶紧溜吧 无妨 这大阵目前处于静止状态 而且就算它真的发动起来 我也有办法出去 风魔被我志在必得 什么东西都无法阻导你 嗯 盈州几大家族和妖族的人都到齐了 接下来可以大干一场了 何夕 你们何家的人呢 你不是说他们会来吗 啊 公子稍等 我找找看看 啊 他们在那里 颖族 你们何家剩余的人 怎么和颖族搞到了一起啊 云公子息怒 我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何妙 你们族里那个名为何夕的女子 当真很漂亮吗 颖木大人您放心 何夕是我们已隐落族长的亲孙女 无论是血脉还是相貌 都是我们何家最上等的女眷 若真是如此 倒也配得上我们少族长 我们少族长身份尊贵无比 若非族长大人亲自开口 这等便宜 怎么会落在你们何家的头上 你们何家可要学会感恩呢 大人放心 我何家定不会忘此恩情 甘愿为颖族当马前族 征伐颖州 哼 若不是老族隐落 何家急需强缘 我又怎会和尔等下检族一混在一起 行了 漂亮话就少说些吧 既然定下了婚约 那就赶快把那何夕带过来吧 是 我这就去办 该死 我现在也不知道何夕那个丫头跑到哪里去了呀 长老 我看见何夕了 她就在对面的那座顿天梭上 不过那上面还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孩童 太好了 你马上去将何夕带过来 是 等等 为防止意外 将那个男人和孩童都灭了 记得做得隐秘些 何夕是要和颖族联姻的 绝不能和其他男人扯上关系 属下明白 一个半步玄境的小子而已 看来这次的任务很轻松嘛 何家的人 没错 大人 此人是何家的长老 他应该是来找我的 看样子来者不善啊 等会儿要是他敢动手 我就将他吞掉 小姐 请您速速跟我回去 大长老已经将您许配给隐族少族长的 什么 谁允许你们四次决定我的婚事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 也绝不会嫁给隐族少族长 小姐 婚事是何家与隐族共同决定 容不得您拒绝 您若不愿回去 那就休怪我无礼了 按理说你们何家的婚事我不应该管 但是你在我的顿天梭上强行抢人 已然冒犯 此事我不得不 区区半步玄境的蝼蚁 也敢管我何家的事 我先灭了你 我看找死的人是你 这怎么可能 老大出手也太狠了 直接把他打成灰了 我还想村市这个家伙来着呢 大人 你能带我去隐族的顿天梭吗 我想知道何家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可以 正好我有个老朋友也在那里 我感受到前不久在陈家击杀的 隐族人王最有分身的气息 若是将这句分身吞噬 我的境界又能提高不少 走吧 除了那何西外 你们何家还有侍灵的少女吗 本王最近有些寂寞 也想收几个人族的女子 换换口味 大人放弃 一会儿便送入您的房中 不好了 不好了 长老 方才何虎都命盘碎了 他否则死了 什么 何虎死了 何家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吗 何西可是少族长清定的婚配 要是有所闪失 隐族的怒火 你们可承担不起 隐木大人息怒 是小的判断失误 没曾想何西身边还有高手 他定是为那高手所拦才没有过来 在下这便亲自去一趟 一定把何西带回来 不用了 我们来了 何西你来了 赶紧过来 让隐木大人瞧瞧 这个何西容貌果然不错 少族长应该会喜欢 大长老 我不是来成婚的 我只想问你 我嫁给隐族少族长 是何家的决定吗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放肆 怎敢如此与我说话 你身为何家的一份子 在家族有需要的时候 就应该为家族奉献自身 何西真是不知好歹 能嫁给隐族少族长 是他三世修来的福本 我们何家 失去了仁王纪的族长 正是风雨飘摇之际 如果能通过联姻搭上隐族这条线 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只要我何家 依然能屹立在 营州八大世家之中 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 没想到何家剩下的 都是一群胆小儒鼠 利欲熏星之辈 这样的家族 也没什么扶持的必要 何西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答不答应嫁给隐族少族长 你们口口声声为了家族 说到底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富贵 以前你们变卖家族资产 中宝私囊的事情我都忍了 现在居然连族里的女圈都能出卖 我今日即便生死盗销 也绝不答应加入隐族 何淼 这样的女人可没法讨少族长欢心 若是少族长一怒 你何家都要灰飞烟灭 影目大人放心 何西不过小小应担紧 我这就把她抓了 好好调教 该死的女人 要不是看在你对我何家还有用的份上 我立马一巴掌灭了你 你是笼子还是听不懂人话 何西说他不答应 你没听见吗 你是谁竟然敢管我何家的事 我只是一个助人为乐的好青年爸爸 对了 那个什么何虎就是我杀的 什么 你杀了何虎竟然还敢来这里 我嫌你立刻跪地自费修为 如此 我还可留你一个全尸 我看一会儿你怕是要死无全尸了 老大 这老头就交给我吧 你说好到了这里后 让我大吃一顿的 好吧 既然如此那就交给你处置了 我谢老大 老大放心 三招之内 我绝对让他跪下成真虎 区区一只化形的小灵兽 也妄言击败我 真是不知死活呀 正好老夫许久没吃灵兽了 今日便拿你打打牙记 吃我 千万年来只有我吃别人 还没有人能吃我 天哪 好大一只灵兽 好强大的气息 绝非我都能抵抗的呀 好强大的压迫感 我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什么 他怎么会变得这么大 营部大人救我 没人救得了你 没人救得了你 真满之 这 这怎么可能 大长老可是空气九气啊 紧紧会想的灵兽就已经如此厉害 玉米少年的实力 可有多恐怖 大长老死了 现在可怎么办呢 除非人亡出手 否则麒麟无人可打 大长老落得如此下场 也算是报应不爽了 灭兽 既然当着我影目的面张嘴是人 今日已必死无疑 影目大人出手 一定能替大长老报仇 影目大人 可是半步人亡见 他们都不知道 麒麟已经斩杀过半步人亡了吧 区区影目 在麒麟面前可没叫小的资格 这些人都不值一提 真正的大鱼还在后 我倒要看看 影族的人亡分身 究竟要撑到什么时候才出门 小小孽出 本座正好吹一批坐骑 我看你很合适 给我过来 按营手 哪怕连先帝 也只是和我成兄道弟 算个什么东西 也没让我当坐骑 给我滚 我眼睛没花吧 影目大人竟然被一爪拍飞了 这 这怎么可能 影目大人可是半步人亡见啊 这野人和猎物的身份 转化也太快了吧 昨日在分下你一个半步人亡见 我的实力绝对要暴涨一国 你 你不要过来啊 去死吧 不 大人 救我 去哪儿敢 怎么玩呀 好大的力道 影族的人亡分身终于出来了 影族居然还有人亡 没有进入上古一届 对 他这些并没有人亡那么恐怖 这是影族人亡的分身 就算只是分身 恐怕半手之间 也能灭掉我们在场所有人吧 老大 通了这家伙 可相当于通了上百个半步人亡呢 我憋不住了 别急 先留他一命 我还要用他对付其他家族呢 好吧 既然老大发话 那就先放他一满 尹丰大人 这个孽畜在我们影族的钻钱缩上 如此放肆 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 您一定要杀了他一镜效尤啊 看你那点出息 我影族腐蚀万古 暴领世间 栩栩一头畜生 也敢欺辱我族 找死 你说 谁找死 陈静言 要是陈静言在陈静 灵岛的三个人亡分身中 就有五个分身 既然辱得罪了他 这句分身 怕也要不保啊 云青言居然敢上千顶中 影族人亡分身 真是疯了 杀了几个半步人亡 就真以为自己无敌了 影族人亡分身一根手指 便能碾灭他 可惜 红家和孔雀族的宝藏还在云青言身上 要是他被影族人亡分身杀了 那宝藏可就落入影族手里了 小兔崽子 影风大人在此 你还不赶紧跪下 给我闭嘴 大人 你打我干什么 就是你这个混蛋 是我有眼无视探山 不知您在这里 手下多有冒犯 还请您高带棍手啊 人亡大人 怎么会对云青言如此恭敬 难道他比人亡大人还要厉害 这是什么情况 影族人亡分身 不仅打了自己的手下 而且还对半步全境的云青言 点头哈腰 这云青言到底是什么来头 一个人亡分身算什么 如果让这群人知道 云兄弟击杀过三个人 估计会把他们笑死 云大哥就是厉害 不管在哪里 都能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我云青言并非不讲理的人 今日是你族人招惹我在心 我要惩罚他 你有意见吗 这 影目有眼无珠 冒犯了云公子 自然该受罚 云大人 刚才是我狗眼不识人 我错了 求求您高抬贵手 把我当个屁 放了吧 还是先问问麒麟愿不愿意吧 谢谢老爸 我 云青言 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妈呀 云青言的灵兽 当着影族人亡的面 吞了影目 人亡连个屁都不敢放 这可是人亡分身啊 怎么会如此惧怕 半步行径的云青言 难道 云青言的实力 已经远远超过影族人亡分身了 或许是这云青言背后不简单 你们不用猜了 云兄弟早已击杀过人亡分身 而且就在我陈家 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什么 这云青言 竟然有如此实力 陈上上身为陈家少主 绝不会无地放食 看来云青言的实力 已经超过我们想象了 没想到云青言的实力 竟然恐怖如斯 我要赶紧将此事 禀报给家主 如今我有家主才能对付云青言了 我们与云青言一是死敌 如果再让他成长下去 对我们来说将会是灭定之灾 老大 那些家伙在密谋要对付你呢 一群土鸡娃狗而已 我杀他们都嫌脏了我的手 尹峰 你去将红家 孔雀族 与大鹏族的半部人亡抓来 如此 我可以饶你不死 并收你为仆 什么 你想收我为仆 可恶 云青言简直欺人太甚 若是引足人亡分身 同意了他的要求怎么办 不要慌 别忘了 我们还有那位大人在 我们就只能请那位大人出手四死 用来对付引足人亡分身 会不会太浪费了 听到老大的话了吗 想活命 就把他们抓过来 不 我拒绝 虽然抓住他们对我来说轻而易举 是身为仁王 我有自己的尊严 是成为你的奴仆 宁愿战死 人亡大人说得对 我们宁死不屈 云青言 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族人亡的契机 我们是不会屈服于你的 我就知道引足的人亡分身 不会听于青言的 好歹他也是人亡分身 当然不会那么怂了 咱们这下可以坐山观虎斗了 你倒是挺有骨气 既然如此 那我就成全你吧 装得还挺像 这家伙若真这么有骨气 刚才就不会看着尹目死了 等等 我话还没说完 其实我族与那些家伙也有仇 今日遇上了 我本来就打算将他们解决的 遇到我是你们倒霉 快去死吧 这家伙 经验太强了 只能找个进口溜了 你族人亡这个混蛋 怎么出尔反尔 好歹也是人亡分身的 居然被云青言吓扯这样 真是废物 别废话了 快去向那位大人求救 老大 这个尹风前后态度变化那么大 很可疑啊 无妨 他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哈哈哈哈 云青言你被我骗了 下次再见 必须你向上人头 尹风大人 这是不管我们自己逃了 这 这怎么可能 他可是我们的王啊 这年头 谁都靠不住 自作孽不可活 不好意思 没有人能在我面前逃走 什么 你 速度怎么会那么快 是 太慢了 我给过你一次机会 可惜你没有把握住啊 青言 若是我一句分身而已 死了也没关系 被尊不出半个月就能赶到这里 石像 现在就放我离开 届石 属葬身之地 区区一个人亡算什么 再过一段时间 就算是人亡 我也能支手你的命 数字狂妄 今日我就算遇碎 也要你付出代价 让我付出代价 没这资 天人武衰 空天牢笼 我 我体内的力量怎么消失了 云青言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这就是不臣服的下场 某种 云青言 我绝不会放过你吧 废话真 死了 云青言竟然强得这么变态 人王分身在他手中 连一招都挡不住 一封分身已死 接下来云青言 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想要活命 只能请那位大人出手了 请消失往后出身 他们由人王作证 老大 这下事情棘手了 区区一个凡人 和一头畜生 竟然也要请我出手 真是无趣 祖老门请的这位消人王 是什么身份 竟然把云青言和他的灵兽 比作凡人和畜生 你有所不知 这位消人王名为消天赐 乃是永恒帝国的半部人王 实力极为强横 被一位人王之下第一人 还为消人王 曾经与真正的人王 激战数百回合而不败 有他在此 云青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是真的人王呢 原来也不过是个半部人王 不要掉以轻心 能让几大家族如此看重 这人应该实力不弱 放心吧老大 去秒了他 不过是只能越界而战的 鹰殿竟促上而已 没资格在我面前嚣张 给我定 这不气息波动 是专属于人王境的法源之力 欺凌有危险 在此 你不过才半部人王 怎么可能动用人王境的法源之力 下地狱去问吧 想杀我云青言的兄弟 没这个资格 天地真几 见罪虚空 与半部权生的蝼蚁 也敢对我出手 简直是找死 老大 这小子绝对不是普通的半部权将 而且他手上的剑枪五怪 这个小人王身上 怎么有着能不同的气息 什么 云青言 竟然能和小人王拼个不相上架 难道只有人王出手 才能杀死云青言吗 云青言不过是占了偷袭的便宜 正面对战 绝不会是小人王的对手 老大 我就知道你没事 不过那个小人王到底是什么来路 才半部人王 却能动用人王境的力量 方才我与这家伙过招时 感觉到他体内好像有另一个残魂存在 那个残魂散发着真仙的波动 这小人王应该是得到了什么奇遇 才能借助真仙残魂 掌控人王境的力量 真仙残魂 这家伙不会是什么弃云之子啊 老大 现在怎么办 无妨 区区真仙残魂而已 我来对付他 你去接下何西 并将顿天梭收起来 等待秘境开启 老大 你自己小心 如果我没看错 你手中的剑鞘是仙气吧 是又如何 很好 我宣布从现在起 它是我的了 真是天助我也 让我萧天子遇上 凡间难得一剑的仙气 此卧势在必得 你可试试看 不过代价是你的命 我秘境的传送阵开启了 快准备好 我们马上进去 向林青岩 还是秘境你的宝贝更重要 传送阵开了 七零 你和何西新进传送阵 我随后就来 林青岩 你哪里都去不了 今天你必死无疑 不过是借助体内 真仙残魂之力而已 真有用 我杀不懂你吗 什么 你怎么会知道 真仙残魂 滚 懒得跟你玩 我要进秘境了 寻找风魔碑 这才是众中之中 先留着萧仁王一面 云青岩 进入秘境了 这个节骨眼 我们也别管云青岩了 赶紧进去吧 没错 传送门每次 只能维持三分钟 错过这次 只能等一个月后了 该死 这和云青岩 竟然知道了 我最大的秘密 不行 我必须得让他死 这小子的仙气级别不低 连我都无法鉴定 如果你能掌控这把仙气 人王境 再无对手 放心吧 师父 云青岩的密合仙气 我都要定了 麒麟他们怎么不见了 云帝 你来上古遗迹 生父重祝 我要带你去一个 特殊的地方 所以 让你和同伴 暂时分别了 是 时间旅者 你要带我去哪 带你去寻回风魔碑 让万事遗憾重现 万事遗憾到底是什么 云帝 现在还不是告诉你的时候 希望未来会因你而改变 时间旅者居然直接将我送到了风魔碑之处 这倒是为我省了不少功夫 只不过时间旅者 让我收集风魔碑到底有什么目的 万事遗憾 到底又是指什么 而且我的直觉告诉你 万事遗憾 似乎和我有关 我想这么多了 只要我收集到所有的风魔碑 一切谜题自会揭晓 说 成功收服风魔碑了 接下来 可以去探索这座秘境了 不过 这座秘境不简单 整个秘境 都被九宫黑玉阵所笼罩 危机四 在此之前 我要先把修为提升到玄境才行 先前修为突破 我遇到了心魔仙劫 这次突破玄境 应该也会遭遇仙劫 为了避免杜劫之时 有意外发生 先布下九天诛仙杀阵 再把麒麟叫过来 为我护法 如此一来 我便能安心吸收某种突破 给我吸 吸 仙劫要的 没想到此次仙劫 是天人武衰竟 这下倒是有些麻烦 小人王 按照我们的协议 进入上古遗迹后 你需要帮我们寻找风魔碑 除了风魔碑外 找到的其他贵重宝物 都属于你 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动身吧 别急 协议我自然会遵守 不过 我还有一个额外调节 在寻找风魔碑之前 你们需要先帮我灭了云青岩 这个没问题 毕竟宏家和孔雀族的宝藏 还在这小子身上 我们也不会放过他的 我宏家此番前来 正好准备了一个追踪阵盘 定能找到那云青岩 来请孔雀族和大鹏族的道友 助我开启阵法 好 天地无几 十方追踪 起 小人王 找到云青岩了 我们快跟上阵法罗盘 很好 我们走 云青 总算找到你了 你的先祭一定是属于我们了 天人武帅级之下 我的修为已削弱到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一 想要度过此劫 只有两个方法 一是依靠自身修为硬挺过去 另一个办法则是 云青岩 终于找到你了 这几只苍蝇来的倒是坏 云青岩 没想到你竟然在硬读 现在恐怕是你最虚弱的时候 云青岩 没想到你 也要变成大人羔羊的一天 竟然被我们撞击的硬结 那今日你便绝好 上天都要将你劫难 我们便助上天一臂之力 你也杀你 你们杀不了我 从天诸仙杀朕 袭 这样倒下去不是办法 尽管如果天人武帅级 我们强行将天人武帅级扛过去 还有一个办法 那便是将天人武帅级之力 再依靠别人身上去 这三个半路人王 倒是容纳天人武帅级之力的绝佳的人 不过他们与萧仁王在一起 不好下手 理想的办法都能够 一群废物 都退开 让我来 月龙泉 给我报 好强 三人联手都无法破开的大阵 居然被萧仁王一招就击破了 萧仁王的实力 已经与真正的人王镜相差无几吧 哈哈哈哈 云青岩 如今阵法已破 还有谁能救 谁说没人 想要伤害老大 我齐灵可不答应 嗯 云青岩居然还召唤了帮手 云青岩这支领主的实力极未恐怖 连半部人王都不是他的对手 无妨 一会围住他即可 只要云青岩一死 他也跑不掉 老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麒麟 你来得正好 接下来 你想办法拖出萧仁王 至于这三个半部人王 则由我来对付 我没看错的话 老大你正在应劫吧 你现在力量不足 面对三大半部人王 会不会太危险了 无妨 我有爸爸对付他们 你只管拖住萧仁王便好 好 老大你多加小心 萧王八 有种过来一战 萧仁今天定要打住你的王八头 萧王八 畜生 你竟敢骂我 有三个去抓住云青岩 我要强制小畜生 把皮抽筋 是 麒麟不是萧仁王的对手 我得抓紧时间把天然武帅 转移到那几个半部人王身上 你死吧 云青岩 一起出手灭了他 把他身上的宝藏夺回来 偏地正法 移花皆目 天然武帅 帅 给我转 啊 啊 我的身体 怎么会摔倒的这么快 啊 我体内的力量全部消散了 云青岩 你 你到底对我们做了什么 下地狱去问吧 行众伯大法 啊 不要啊 啊 我们 不该招惹 云 啊 体内的天然武帅之力 已被尽数转移出去 我的力量已全部归 是手破极了 你我破 現在 我终于突破到玄境了 如今在面对萧仁王 失手变得镇压的 啊 啊 西灵 你没事吧 啊 受了点内伤 我暗示 老大 这萧王八有点强 目前的我不是他的对手 你先把药吃了 恢复一下 萧仁王 交给我来对付 云青岩 你真是走了狗屎运 没想到这三个废物 不仅没杀掉你 反而助你突破了 区区三个半步人王 的确杀不了我 至于你 竟敢伤我兄弟 便用命来补偿吧 哼 别以为突破到玄境 就能与我抗衡了 上次我不过是大义 才让你侥幸伤了我 我若真要杀你 只需动动手指便可 杀我 你还不配 你早八荒 哼 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真正的实力吧 雪龙泉 什么 这怎么可能 袁青岩为什么会 这么强 这袁青岩的实力不对劲 他 赶紧用那一招逃跑 不然我们都要死在这里 是 太乙奎金绝 血队 余青岩 你给我等着 今日这别仗 我爹会加倍抄回 这是 太乙奎金绝 老大 这太乙奎金绝很厉害吗 你为什么很惊讶的样子 倒不是多厉害 我惊讶是因为 这太乙奎金绝 是我当年随手创造的功法 啊 什么 这是老大你自装的功法 难道说 藏在小人王体内的真仙残魂 和你有关系 我想起来了 昔日我在仙界隐藏面容游玩时 曾偶然救了一人 事后那人缠着要拜我为师 我嫌麻烦 便随手传了他这部太乙奎金绝 那人好像自称什么 灵天真仙 老大 要不是这家伙帮助小人王 我可不会受伤 不能轻易放过他 放心吧 若真是他 下次再见 我定会收回当初赐予他的一切 啊 对了老大 我方才在赶过来的时候 偶然见到了苏荼杜 他好像在和陈家众人 破解一座秘殿的大阵 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过去看看吧 秘境可不简单 荼杜他们若是遇到什么危险 就不好了 我们终于进入这座秘殿了 此地的守护法阵 还没完全破解 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 此地有大阵守护 又暗藏机关 说不定风魔碑 就藏在这大殿里呢 若是寻到风魔碑 组长定然会好好奖励我们 就算没有风魔碑 也肯定藏有重宝 我们赶紧进入核心区域 不好 他出动机关了 快散开 糟糕 这光束速度坠坏 躲不开了 小心 土豆 可恶 不好 土豆小心 疼不掉了 只能硬拼了 快 给我 哇 机关被破坏了 太好了 我们安全了 只是可惜 方才死去的族人了 土豆 你没事吧 我 我 没 土豆 土豆 你怎么了 你们快想办法救救土豆啊 看苏土豆脖子上浮纹 他好像是中了这大殿中的某种毒咒啊 关键我们又没见过这种毒咒 如何去救啊 如今几大家族都进入了秘境 这处地方说不定也会被他们发现 若是在这里耽搁太久的话 少主 时间紧迫 不能浪费在苏土豆身上了 风魔碑极有可能就在前方的大殿内 我们还是赶紧进密殿吧 什么 你难道想抛弃土豆不管 唉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少主 我们连苏土豆中了什么毒都不知道 根本无法解救他 他必死无疑了 是啊 少主 何必为一个必死之人浪费时间 再说 他又不是陈家人 要知道 族长让我们来这里 是为了寻找风魔碑 若是耽误了族长的大事 我们可承担不许责任 都给我闭嘴 要不是土豆帮才破坏了机关 我们说不定都要死 不管你们怎么说 绝对不会抛弃土豆 我们又没让他救 他重伤关我们什么事 他明明有这么好的武器 却不早点拿出来 导致我们牺牲一名族人 这事还没找他算账呢 苏土豆 刚刚就是凭借这把刀摧毁机关的 我们要是有这把刀 后面遇到危险 嗯 这把刀品质确实不错 反正现在它在苏土豆手中 也没法发挥作用了 就由我来保管吧 这刀绝对是件宝物 若是我能得到 实力必然大掌 这事 土豆还没死呢 你们居然就开始算计他的刀了 也太无耻了吧 怎么能说算计他的宝物呢 苏土豆如今已经无药可救 与其将其宝刀人在这里慢慢腐朽 不如由我拿着 万一密店里还有什么危险 少在这里放屁 有我在 你们谁也别想弄荼毒的东西 我遵你一生少主 不代表你能为所欲为 要知道 我可是陈家的执法长老 地位无在你之下 而且取这刀也是众多族人的意愿 陈上上 你莫非想背弃族人吗 陈俊全 不好 我拦住少主 你们去把苏土豆的刀取来 是 混账 你们敢 少主 你还是好好待在这里吧 该死 嘿嘿 这把刀归我了 拦动我兄弟的东西 找死 什么 云 云青岩 我死 余大哥 什么 云青岩进来了 看样子 这苏土豆和云青岩关系不一般 有点不妙啊 上上 这是怎么回事 土豆怎么昏倒了 土豆为了救我 中了机关晕倒 陈离是看中了土豆的刀 带头想要抢夺 对不起云大哥 我没有保护好土豆 这不怪你 不过 他们竟敢抢我兄弟的东西 胆子真不小 云 云青岩 你想干什么 我们不过是抢刀而已 但你已经杀了我陈家一名族人了 我警告你 我陈家族长就在秘境内 你若是敢 陈离长老柯是半步人亡巅峰啊 只能连云青岩一招都打不住啊 早知道苏土豆和云青岩有这层关系 打死我也不敢碰他的刀啊 云青岩 你 你简直欺人太事 欺你又如何 方才看在陈上上的面子上 我才饶你一命 再敢跟我废话 直接一掌毙了你 老大大发慈悲留你一命 你要学会感恩才是 陈离长老别说了 再说下去 云青岩是真的会杀了你啊 我们不是云青岩的对手 还是别惹他了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好 云青岩 你给我等着 这笔战 我一定会加倍讨回的 云大哥 你赶紧过来看看图图吧 好好笑 快不行了 你别急 我来封住图图的心脉 先暂时保住他的性命 没封技术 封 图图中的毒不简单啊 刚才我封住他的心脉时 发现图图体内 有一股悬阴煞气 悬阴煞气这玩意儿 不是仙剑才有的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我也感觉很奇怪 先是出现九红黑玉阵 又是悬阴煞气 看来这秘境内隐藏着很大的秘密啊 云兄弟 悬阴煞气是什么 你有办法帮毒毒解毒吗 悬阴煞气是至阴至邪之物 寻常手段消除不了 不过 死屋一般伴随智阳钢气而生 找到智阳钢气便能救回头头 如果我猜的不错 智阳钢气就在前面的大殿之中 我们赶紧进入殿内搜寻智阳钢气吧 等一下 凡事总得讲究先来后到 这座灭殿是我陈下先发现的 里面的宝贝也应该由我陈下先拿 这座大殿本就是无主之物 里面的宝贝自然也是能者居之 大家各凭实力寻宝 凭什么要让着你 我们走 好 该死 我们也赶紧进去寻宝 是殿内中宝被云青爷拿走 那这趟伤苦一击我就白来了呀 哇 终于破开最后一道防御进来了 赶紧看看有没有宝贝 是 老大你快看 这是供奉神龛 若要被人供奉 起码得是先帝级别案 不过这里这么破旧 别掉以轻心 正常来说 神龛内都会有神奇念留下 用来接收生灵的香火 如果不慎打扰到他的话 后果很严重 云大哥 神奇念很厉害吗 香火断了这么久 实力应该衰退到谷底吧 不过 里面的神奇念 依然不是你们能对付的 连神龛和神奇念都出现了 这个秘境 还真是隐藏着众多的秘密 我找到了一把利剑 能够催进断玉 你那算什么 我找到的这块灵石 是极为罕见的紫金神石 我也找到好东西了 貌似是一门极为强悍的工法 连神龛周围的破木箱 都有这么的好东西 那神龛里肯定供奉了不得了的宝贝 若是让我得到 说不定能够立地成王 不要动神龛 那里面有神奇念 滚开 你休想挡我 宝贝 我来了 这是什么鬼东西 我的宝物呢 真邪门 竟然会有人祭拜老鼠 我们手上的这些东西 不会都是祭品吧 我总感觉浑身凉走走的 神龛里不可能没有任何宝物 难道 宝物被藏在神像里了 你管了 等我把石上摔碎 自然就知道里面有没有宝物了 云大哥 陈里要摔碎神像 这可怎么办 无妨 有我在 不用担心 正好借他的手 将这神像里的东西借出来 孤独所需的质阳钢器 还没找到呢 这是什么 不好 这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好强道的生活之力 仅仅依靠吼声 就能让我们吐血倒飞 他若真正出手 谁能挡得住 难道云青岩说的都是真的 这就是那什么神奇念 该 该死 这神奇念太同步了 我 我必须得逃 该死 陈里他们还是惹出大麻烦了 云大哥 一会你把头都带出去 我为你们断后 别担心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糟 神开内存放的 原来是一尊仙帝竟施灵水的残骨 我拥有完整的仙帝神魂 压制他不成问题 千百年过去 终于有人将本地唤醒了 如今本地肉体不在 尽存神魂 积蓄一个躯体作为容器 积蓄一个躯体作为容器 这是什么意思 春 春祸 他是要多剩我们呀 不 我还不想死 不要多剩我呀 嗯 嗯 咦 屈蓄玄境的修为 竟有如此强悍的躯体 哈哈哈哈 肉身归本地了 老大小心 嗯 云兄弟 快躲开啊 这家伙 竟然要去毒舍云青岩 这是天助我也 续续一道残魂 在我这里翻不起步了 不过我倒是可以检查入体的机会 探寻一下 少得遗迹的秘密 先帝神士 谁 不好 玄大哥被夺傻了 七零 你赶紧想想办法 救救他呀 以我现在的力量 慌不了老大 不过你放心 看方才的样子 老大是故意让这残魂 进入身体的 他一定有办法自保 我们只要守护好 他的身体就行了 你在开什么玩笑 云青岩不过玄境修为而已 怎么可能抵挡得了 这么强大的存在毒舍 等他再睁开眼睛 定然已经换了个魂体 到时候我们都要死 陈长老说的有道理 方才那神魂太强了 云青岩不可能 挡得过他的毒舍 只是神魂就这么强了 有了肉体后 岂不是更强 届时我们就在 死无葬身之地呀 陈里长老 我们应该怎么办 很简单 我们应该先下手回墙 趁云青岩还没被那家伙夺赌射 直接杀了云青岩 将他们两个一起消灭掉 云青岩现在没有抵挡之力 正是灭他们好机会 只要杀了他 所夺的的刀 就是我的了 混账 想对我老大动手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云青岩之前对我陈家有大案 如今既然想杀他 就无法遭天谴吗 唉 我这也是为了大家的性命着想 得那家伙奴舍成功苏醒过来 依然会大开杀戒 何不听我一句劝 把威 除非 我们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必须将云青岩和那道神魂 一起灭杀在此 大胆 你们若想动云青岩 除非 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谁敢动我老大 你就灭了谁 痴迷不误 你们随我一起上 不用管他们 一定要把那道神魂消灭掉 杀 灭了云青岩和神魂 不能让他夺生成功 你 挡住他们 敢动我老大 也灭了你们 没想到 不但肉体强横 神石也很强吧 有这么一大片神石空间 倒也能勉强容纳本地的神魂 不错不错 听你这语气 看来很自信能碾灭我的神魂 夺射我的躯体啊 天地之下 皆为蝼蚁 就算如今我不在巅峰 也不是你一个小小玄境能够抵抗的 我还有未完成的心愿 只能见你去体一用了 至于你的神石 该消失了 区区一道仙帝残魂 也敢在本地面前大放厥词 仙帝神石 这一样 完整的仙帝既神石 这 这怎么可能 你到底是谁 无奈云地 云青岩 藏起来了 可惜这是我的神石空间 你躲不掉的 给我出来 不可能 抓住你了 放 放开我 本地耐心有限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立即告诉本地 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要么死 你这是威胁我吗 你可以这么理解 只要我愿意 挥手间就能让你消散 我在全生之期 自然不会怕他 但现在我不过是一缕残魂 生死全要他掌握 好吧 我可以告诉你 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 我想知道 我的孩子在哪 是否还活着 我仅剩一缕残魂 还留在世间苟延残喘 就是为了知道他的下落 如果你不帮我寻找他的下落 我宁愿会飞烟灭 看在同为先帝的份上 我答应 现在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了吧 是这样的 三千年前 本地受到重伤 到时日无多 便建立了这座庙宇 在此沉睡隐伤 结果 在我沉睡的过程中 一个叫风无极光的人 将我的庙宇 移到了这方小世界 而我的孩儿 也在那个时候和我分开来了 竟是风无极光 看来这片小世界 应该也是他创造 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至于氏灵鼠的孩子 说不定和我曾经收服的 那只小氏灵鼠有关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你会帮我找孩子吗 这个你放心 身为先帝 我自当一落千金 不过在此之前 你先看看这个 他是不是你的孩子 这 是他 他就是本地的孩儿啊 云地 你 你能带他来见我吗 说来也巧 你的孩儿已和我签订了契约 只不过当初 我遇到他的时候 他十分虚弱 我为了他一滴先帝精血 增强他的体质 如今他还在沉睡中 至少还要半年才能醒来 你若是要见他 便在我这里等上半年吧 云地大恩 在下敢进不进 自古先帝多寂寞 你我同为先帝 帮你这点小忙又何妨 那我便在此住下了 嗯 这边的事解决了 我也是时候出去了 该死 要不是之前我被小人王打伤 还没恢复过来 只能让他们如此放肆 我可是陈家少主 你们竟然向我动手 而当是相反吗 哼 你身为少主 不考虑族人的安全 反而处处维护一个外人 我看你才是要反呢 此事就算闹到家主那里 我等也不怕 举云青岩 他现在该死了 陈离你住手 老爸 什么 你 你竟然这么快就行了 我 比如 云 云青岩又醒过来了 我们对他的兄弟动手 他怕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我大老 老大 你终于醒了 太好了 云大哥 你果然没事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 云青岩不可能挡住那道神石的夺舍 他肯定不再是原来的云青岩了 这下你们也要死 你也太小看我云青岩了 区区残魂可夺射不了我 出来吧 那道神魂 天哪 他要出现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他不是夺射云青岩了吗 你与云青岩达成共识 如今寄居在他体内 二等蝼蚁 冒犯云青岩 就是冒犯于我 还不赶紧束手就擒 什么 云青岩居然没有被夺射 不仅如此 他还和如此强大的存在 达成了共识 这 这怎么可能 他到底凭什么呀 诸位 云青岩一定是和鼠妖合作了 说不定条件就是 将我等的灵魂全部陷进出去 与其引颈带路 还不如和他拼了 尽管不妙 将这群蠢货上去顶着 不能趁机逃走 李长老说得对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杀了云青岩 拼了 一群蠢货 随意两句话 就被煽动的上来拼命 错 我不甘心哪 该死 没想到这声废物 连云青岩一招都挡不住 我得赶紧留 陈离 接下来轮到你了 云青岩 你要干什么 我可是陈家的知法长老 你一个外人若是敢杀我 陈家不会放过你的 其一 你对荼毒见死不救 反而想夺走他的宝刀 此乃尽力妄议 其二 你身为陈家人 却待人公然攻击陈家少主 陈上上 此乃武力犯上 其三 我对你陈家有恩 但你居然想杀我 此乃恩将仇报 恕罪并罚 今日 不 不要杀我呀 云大爷 我错了 求求您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 少主 我可是陈家人啊 你就帮我求求情吧 我 我不想死啊 你说得对 少主 我就知道你不会看着我死的 都是一家人 看在都是陈家人的份上 云大哥 给他个痛快吧 什么 你 你竟然 让云青烟杀我 陈上上 你这个背弃族人的叛徒 我诅咒你 不得好死 不 我 要得罪 云青烟 我 好 后悔 利欲寻心 死有一辜 不好 图图都毒发作了 云大哥 快想想办法呀 我有个好兄弟 在这座秘殿 中了悬音煞气 必须要用致阳钢气 才能解毒 你知道致阳钢气 在哪里吗 你算是问对人了 这东西 当初就是我创造的 此物就在神龛中 我现在把它拿出来 出来 好 我这就为图图 注入致阳钢气 我 我这是怎么了 太好了 图图 你终于醒了 刚刚你中了毒 多亏云大哥及时出现 救了你 云大哥 多谢你了 我们兄弟之间 就不用说谢了 既然你已经苏醒了 那我们可以出去了 也传信过来了 该不会是陈离等人的事 被他察觉了吧 无妨 有我在 接吧 好 清言 我就知道你和上上在一起 方才我感觉 陈离等人的气息 突然消失了 他们 是你杀的吧 他们死有余辜 怎么 你是准备找我算账 爷爷 是陈离先山洞族人 对云大哥动手的 而且云大哥杀他 我也同意了 陈离死 就死了 本王并不在意 林清言 我此番是来 什么交易 我得到确切消息 萧天自由密法 可以解除这个小世界 对人王的压制 他借此 聚集了一批人王 准备对你动手 你告诉我这个消息 是为了拉拢我 没错 云青年 我很欣赏你 加上 你和上上的关系很好 只要你愿意为我办事 帮我寻找封魔碑 本王 可以保你不死 不好意思 我没有给别人当小弟的习惯 成人王的目标 也是封魔碑 我和他迟早会起冲突 云青年 你纵然有些手段 但在几大人王围剿之下 也是必死无疑 我劝你 还是好好考虑 不必了 就凭那几个家伙 还杀不了我 好 云青年 你既然如此不识抬举 那下次见面 我们就是敌人了 陈上上 立即过来和我会合 我 对不起 云大哥 兔兔 陈家对我有养育之恩 我不能弃之不顾 你 必须要离开了 你去吧 虽然我们归属不同的阵营 但你依然是我的兄弟 是啊 上上 我们永远是兄弟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 却是我爷爷的 老大 虽然你突破到了玄境 已经不惧人王 但若同时面对四五个人王 压力还是很大的 不要担心 萧人王可以联手人王对付 我也可以联手人王反制的 解除小世界压制的秘法 我也有 诸位人王 我这就为你们解除小世界的压制 爱意魁金群 结晋 太好了 我的秀为果然不受压制了 哈哈哈哈 天气节可把本王憋坏了 我的实力又回来了 诸位 我答应你们的 已经做到了 接下来 你还去助我拿下云青岩了吧 萧天赐 你何必这么着急 你已经就这么大 云青岩就是插上翅膀也跑不了 孔雀王所言不错 云青岩已经是瓮中之鳖随时可以拿捏 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风魔碑 捉拿云青岩的事稍后再说吧 我们先走一步 你们 萧天赐我们也告辞了 若是路上遇到云青岩就顺手帮你拿下他 孔雀的前提是实力相当 萧天赐再强也不是人王 说得不错 他也想命令我们 真是可笑 人蛋 居然把本王当工具使用 瞧 你们身上的秘术只能维持三天 三天后 我看你们怎么来求 不知蛟龙王将我和丘仁王叫来 所谓何事 关于萧天赐联合七大人王 帮他们解除小世界禁止仪式 二位应该听说了吧 我还听说 萧天赐帮他们解除禁止的条件 就是让他们帮忙捉拿云青岩 区区一个半步人王 有什么资格号里众多人王 那七个家伙解除禁止后 全跑去找风魔碑了 根本没人搭理萧天赐 不管如何 那七大人王如今 可以发挥全部的实力 而我们还被小世界压制着 所以我们三人应该联手才是 否则 根本没资格与他们争夺风魔碑 蛟龙王所言极是 我们确实要联合起来 报 帐外云青岩求见 云青岩 让他进来吧 是 晚辈云青岩 见过蛟龙王 云人王 秋人王 云青岩 你可知 萧天赐联合了七大人王 要诛杀你 你居然敢堂而皇之 出现在我的面前 你就不怕我等 通风报信吗 那萧天赐 何德何能调遣诸位人王 如果我猜得不错 七大人王根本没人听他的吧 说得不错 那萧天赐算什么东西 竟然也想指挥人王 若是在外界 我意义 行了 不提萧天赐那个愣祸 云青岩 你来此所为何事 很简单 萧天赐能用秘法 帮其他七位人王 解除小世界的禁止 我云青岩也能 不过条件 就是你们要帮我对付其他人王 什么 你也能解除小世界的禁止 你没在开玩笑吧 云青岩 骗我等的代价 不是你能承受起的 若是不信 不如试试 父王 两位前辈 以我对云青岩的了解 他绝对不是无地方失职 不如 就让他试试看吧 好 既然我儿都这么说了 那就让云青岩 试上一试 让云青岩试试也无妨 要是让本王发现 你在欺骗我们 绝不会轻柔 不必说这些狠话下我 看结果便是 没得几尽数 小世界对我的压制 真的解除了 本王可以纵横上古一记了 本王终于能发挥 全部实力了 三位人王 既然禁止已经解除 那么我的条件 条件 你一个小小玄境 有什么资格 与本王谈条件 看在你把我们解除了 禁止的份上 只要你为我等做事 我们可以保你不死 骄龙王也和丘仁王 云人王的想法相同吗 父王 云青岩他一怒而行 你不能 好了 云青岩 你把我解除禁止 我自然不会亏待你 你与孔雀王 大鹏王等人的恩怨 我可以居中调解 如何 不许可 云青岩 我劝你还是借好就收吧 如此条件 已经很丰厚了 哼 萧天赐已经帮我 汤过一次水了 你们以为我会像 萧天赐那个废物一样处 能任凭你们麻捏 你既然能将你们身上 小世界的禁止解除 能重新加上 云青岩 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居然敢挑衅我们 也以为把我们解除了禁止 就能为所欲为 在我们面前 容不得你放肆 说那么多废话做事 若是不服 直接来战 这些人王一个个心高巧 想让他们为我办事 必须得打赴他 好胆 是你自找的 林青岩 给你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 来得好 这 这怎么可能 云青岩明明只有玄境修为 竟能同时将我们两人击退 一一敌二 人就占据上方 云青岩的真实实力 已经超过一般人亡了 与云青岩这轮浩月相比 我们年轻一辈 都是萤火之光啊 三位前辈 现在你们可以答应我 方才的条件了吧 云小友 你记忆证明了你的实力 那我等自然会遵守条件 帮你对付其他众人王 现在先答应云青岩 切实真站起来 再见机行事 如此就好 如此就好 另外 如果我没猜错 你们夺取风魔碑 是为了借助风魔碑 步入人皇境吧 这娇人王嘴上答应的警战 心里怕是有其他效果 看来我还得下点猛料 不错 人王之上还有人皇 甚至更高的境界 不仅是我们三人 银州所有人王 在正常情况下 几乎穷极一生 都不可能争执 人皇境 可如果有风魔碑 就不同了 传说拥有风魔碑 半只脚 便可踏入仙道 那么帮助我们 从人王境突破到人皇 应该不在话下 不瞒诸位 我可以帮助三位前辈 成为人皇 但是你们要放弃风魔碑 先助我服杀其他人王 什么 你能助我等成为人皇 开什么玩笑 虽然你战力不次于人王 但你仅仅才玄境修为 又怎么可能 助我们突破到人皇 我云青岩立下的承诺 从没有食言过 我云青岩在此立下天道誓言 如果三位前辈 帮我杀死其他人王 我定住三位前辈 护入仁皇境 如有违背 行神俱灭 竟然真的立下了天道誓言 如果他没信守誓言 可是会被天道灭杀的 看来云青岩是真的有办法 让我等步入仁皇境 云小友 连天道誓言都敢立下 那我们 好 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行动吧 如今那些人王 分散寻找附魔碑去 正是截杀他们的好计划 云小友先别急 人王与人王之间的战斗 极难出现斩杀的情况 哪怕是好几个人王围攻一个 都未必能杀死对方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啊 无妨 我有一道四煞黄泉阵 被阵法笼罩的人王 会被四煞幻象阵盛 无法动力 变成你们的活宝子 这是布置四煞黄泉阵的法器 你们先去寻找我的兄弟 麒麟会 找地方布阵 有这种阵法在 杀人王也不是不可能啊 林小友的手段 实在是出乎我的预料 我们去补阵 那于小友你呢 造成当今情况的 罪魁祸首是萧天赐 我先去解决了他 萧天赐修理 太子贵金局 我把他跑去哪里 都拢了 走 明天真仙 我被云前逼得 动用血尊逃走 加上先前 又为几大人王 解决秘境禁止 消耗极大 如果你不把太乙魁金卷 后面几层传授给我 下次遇到云青岩 我只有死路一条 其实你也活不了 就算我现在把太乙魁金卷 传授给你 你也领悟不了 不过 你若想杀云青岩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你无非是想让你的灵魂 入住我的身体 由你来操控我 这局身体战斗 我说的可对 没错 这是最好的办法 如果让明天真仙的灵魂 入住我的身体 以他的身之角 我根本无法抵挡 届时生死 就操控在他的手里了 萧天赐 这次你无路可逃了 什么 云青岩劲来了 你死 我 我 给我脏腹啊 啊 该死 云青岩怎么会找到我 萧天赐 就凭你 绝对不可能是云青岩的对手 唯有让我主导你的身体 才能杀了他 好 我答应你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再犹豫下去 只怕又被云青岩一箭斩杀 好 放开心神 让我入住吧 来吧 拥有肉身的感觉 真是太爽了 明天真仙 又重现人间了 你终于出来 只是没想到 萧天赐竟然愿意让你控制他的身体 他就不怕你趁机磨灭他的灵魂 彻底占据他的肉身 嘿嘿嘿嘿 林青岩 相比于他的躯体 本仙对你的躯体 更感兴趣 你就这么确定 吃定我了 林青岩 你还没明白现在的处境吗 你只是一个凡人而已 本仙若要杀你 都不需要动手 净凭威压便能将你灵魂抹灭 那你大可试试 既然你急着找死 那本仙就成全你 死 朱医 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不受本仙威压的影响 区区真仙威压 也敢在本仙面前搬门弄死 我跪下 这威压剑 竟然远超过了我 凡人绝不可能有如此强大的威压 林青岩 莫非你是仙人转世 你前世是玄仙 还是地仙 你不配知道 你如今的修为 只有玄境而已 而我如今的力量 已经达到了人亡 爱以魁金诀 灵魂刺激 这招买了太义魁金诀 第七层的秘术 能够越阶杀人 君青岩 绝对等不住 今日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太义魁金诀 太义魁金诀 你怎么也 也会太义魁金诀 当年我得到太义魁金诀后 偶然得知这本功法 是云帝创造的 并且没有外传 他是怎么会的 你没有问我话的字 告诉我 是谁传给你太义魁金诀的 说出来怕吓死你 跟那位比起来 你连蝼蚁都算不上 既然云青也是仙人转世 那他肯定知道 仙界云帝的名号 只要我拿出云帝的名号 震慑他 说 那你说说 是什么存在 能下注我云青岩 那你可听清楚了 传给我太义魁金诀的 乃是仙界尊贵无比的 十大仙帝之一 云帝 云帝 没错 你怕了吧 你现在若是放了我 在云帝降临天星大陆后 我可以帮你美颜几句 让云帝帝 帝你去仙界 甚至你还有机会 外出云帝挥向 先稳住这小子 能有机会 再灭了他 你既然修习了云帝传授的功法 难道还不知道云帝的名字 就叫云青岩吗 放肆 虽然云帝已幸运 但本仙口中的云帝 乃是仙界至高无上的仙帝 你这小小的玄境蝼蚁 怎敢冒犯他 冒 至于本地之前 先看看你自己 没有定字 仙 仙帝法身 这 这怎么可能 当年我在仙界游历四方 偶然救下一个人 传下了太乙奎金诀 那个人就是你了 你竟然知道此事 难道 你真是云帝 说呢 小 小仙灵天 半见云帝 小仙永远不是海山 可请云帝 宽恕小仙之前的不敬 仙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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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冒 半知者死 零帝 我之前是真的不知道是您啊 若是知道是您 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对您出手啊 就是你看在新日情犯上 饶我一命吗 只要您能让我活下来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让你活下来 灵天真仙也是人亡境 用来对付其他人亡 的确还算有些用处 也罢 看在你上有几分用处的份上 我就收你为你 这位主人 赴汤岛国 死而后已 小仙灵天 见过主人 没想到我因祸得佛 竟然成了云帝奴仆 跟着他老人家 我定然牵了五谅 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行了 场面话就不用多说了 接下来 该处理掉萧仁王的灵 是 是 主人 无了吗 萧天寺 于崔岩 你还没死 混账 竟然敢对我主人 如此不敬 什么 主 主人 令他之下 你 你竟然投靠吕青岩 良情则磨而弃 萧天寺 今日你气数已尽 乖乖受死吧 我 不要 于大爷 求求你不要杀我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现在才知道后果 完了 明天 动手吧 是 是火 不要 我 好好会啊 林主人 萧天寺已经神魂静灭 嗯 对了 林天 你对这个小世界有多少了解 自从来到这里 还没时间去探索 问问林天 或许他会有什么发现 回主人 这几日 在秘境里搜寻时 属下在那边发现了一座神秘法阵 凭我的真仙神石 也突破不进去 属下怀疑里面 藏有重要的东西 连真仙神石都无法突破的大阵 带我过去看看 是 原来是天罡北斗阵 难怪你的真仙神石 也破不开此阵 主人 这天罡北斗阵 很厉害吗 起码得道祖级别的人物 才能布置这座大阵 什么 道祖 那 那我们岂不是白来一趟 别慌 虽然我的修为不如以前 但我的神石依然是先帝级 仅是一座大阵 我还是有办法通过的 如上微武 只是 怎么通过此阵呢 每座阵法都有薄弱之处 只要找到薄弱之处 阵法自破 神石还寻 虽然我知道主人曾经贵为先帝 但如今他的修为只有玄境 就算找到了大阵最薄弱的地方 恐怕也无法破开吧 找到了 就在这里 无极破阵局 给我 成功了 真的把大阵破开了 看来无论何时何地 先帝就是先帝了 好 几乎世界 不想阵法的人真是好大的双鸣 正好之类 你是说 这座岛上有星云河 你将其吞噬后 能恢复三成的力量 你别急 此地凶险尚未可知 带我先探查一番 海域内经有如此多的凶手 而且这些凶兽里面 等级最低的都是人亡境 最高甚至达到了人心境 人仙 尽管人仙只是级别最低的仙人 但终究是仙 足以横扫整个天性大陆了呀 这些凶兽 应该是那位部下阵法的大能 留下来守护岛屿的 因为目前的实力不好对付 带我踏入人亡境后 再带你来吞噬星云河吧 走吧 我们该回去了 是 没想到竟然被他发现了 极光世界的入口 这小子修炼了道星铸魔大法 若不堵住这处入口 只怕极光世界 要成为他的后花园了 既然如此 就让这座小世界消失吧 一个时辰后 这座小世界便会彻底消失 极光世界的入口 也会随之消失了 云青银离去这么久还没回来 不会是出事了吧 你们放心好了 我老大可没那么容易死 而且我与他有契约联系 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呢 诸位 我回来了 太好了 老大你终于回来了 云大哥 我们等你很久了 云小友 自杀黄泉镇已经布置好了 就等你回来主持大局呢 这不是萧天赐吗 云小友 萧天赐是你青睐的吗 为何不立刻杀了他 萧天赐此人手段层出不穷 十分危险 绝不能让他活下来 否则后患无穷啊 云大哥对敌人 从来不信此受惹 留下萧天赐 必然有他的用力 老大留萧天赐一命 难道是因为他身体里 另一道灵魂 诸位放心 原来的萧天赐神魂已灭 如今占据萧天赐躯体的 另有他人 没错 我现在是主上的人 你们可以叫他灵天 他如今已经臣服于我了 什么 萧天赐已经死了 这所谓人亡之下第一人 在云小友面前 竟然只是土鸡娃狗啊 云小友的手段 实在是令老夫心惊啊 接下来 该全力对付其他人亡了 三位前辈 四煞黄泉阵布置好了吗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大阵随时可以开启 接下来的问题 是该如何将孔雀王及大鹏王 引进阵来 放心 我可以找到他们 当初我在孔雀王身上 留下了一道神石 根据神石的感应 他和大鹏王 争吵我们这个方向飞来 这两个家伙真是自投龙王 三位前辈 现在需要你们暂时隐藏起来 我和麒麟先去把孔雀王和大鹏王 引到阵内 到时候再请三位前辈出手 嗯 萧小友 去吧 这两个家伙 毕竟是成名多年的人亡 性格谨慎 你们行事 还需多加小心 只要将他们引来 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就好 孔雀王和大鹏王来了 麒麟 去吧 老大放心 看我的表演吧 大鹏王 我们还是先去找云青岩吧 我孔雀族的宝藏 如今还在云青岩手里 如果他被别的人亡抓住 宝藏 可就要落入他人手中了 孔雀王 事情也分清及缓重 要世界这么大 你上哪儿找云青岩去 孔雀王的蜂魔碑 才是第一要物 若是蜂魔碑在手 你足那些宝藏 都不值一提 好吧 先找蜂魔碑 等等 前面那不是 云青岩的小跟班吗 既然他在这里 那说明云青岩 也在不远的地方 云青岩 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他的小跟班 还敢这么招摇现身 小心有诈 如今我们可以发挥 人亡境的全部实力 区区一个云青岩 还能翻了天不成 只要抓到云青岩的小跟班 定能将云青岩引出来 到时候 我族宝藏便能拿回来 至于红家宝藏 我只要三成 你拿七成 七成 反正风魔碑 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找到的 但是红家宝藏却近在眼前 王不能错过 你们上 抓住他 糟糕 竟然遇到你们这两只扁毛畜生 小杂岁 竟敢叫本王扁毛畜生 找死 本王 要活剥了你 我 你们这两只扁毛畜生 竟敢杀我 等会儿我老大绝不会放过你们的 这两个笨蛋上钩了 这家伙要去炒云青岩了 先别杀他 等抓住云青岩后 一定要将这小畜生千刀万剐 老大 救命啊 七零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那两个闯祸被我引过来了 林青岩 终于又见面 做梦也不会想到 竟然会被自己人泄露行踪吧 今日你必死无疑 你身上的宝藏都是我们的 想要宝藏 只怕你们没命拿呀 狂妄 我还不知道吧 我等已经恢复了仁王镜的实力 任你手段再多 也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 一只蚂蚁不管玩再多花样 终归会被大象一脚踩死 不好意思 我可不是任你们拿捏的蚂蚁的 三位前辈 谢身吧 二位 久不见 孔雀王大鹏王 今日这局 可是我们刻意为你们准备的了 有我们在 今日你们再结南逃 什么 蛟龙王 云人王 丘人王 你 你们怎么可能都恢复到仁王镜了 该死 云青年不过是一个玄境的蝼蚁啊 你们为什么要帮他对付我们 这些问题你们下地狱去问吧 刺杀黄泉阵 这 这是什么阵法 你体内的灵力都被压制住了 不好 我断不了了 孔雀王和大鹏王 已经被刺杀黄泉阵压制住了 诸位 动手吧 你先来看我们的 小龙珠海 花城 欧山寸 不愧是人王 身板就是硬 就算寸被动挨打 也能坚持很长时间 无妨 人力有近视 过不了多久 他们的防御就会被破坏 届时 就能斩杀这两个家伙 李小勇 发生什么事了 杀黄泉阵的阵法之力 怎么突然减弱了 斩阳小军 你要撑不住孔雀王他们吗 你去看看 不好 这座小世界正在崩溃 再过不久就会蔓延过来 刺杀黄泉阵 也会被破坏掉 不好 大正过了 大正破了 我们快逃啊 云青岩 竟敢射击陷害我们 此仇 无空待天 还有赵龙王你们 事儿没完 我们抖着桥 人王本就极难斩杀 现在孔雀王大鹏王脱困 一心想逃 我们拿他们也没办法呀 可恶 只要再过几分钟 就能杀掉他们的 今日让他们跑了 后患无成了 今日谁也料想不到 会发生这样的病 孔雀王他们此刻 肯定已经去找其他人王会合了 我们追下去也无济于事 眼下这座小世界即将崩溃 我们还是先离开吧 云小友说的有道理 这套裂缝 直通天星大陆 我们走吧 不 我们分开走 三位前辈 回到天星大陆后 众人王肯定会全力追杀我 击零出兔 他们就暂时托付给你们了 不 云小友放心 有我等在 他们不会有事的 可恶 这座小世界 怎么会突然崩溃了 风魔碑的下落还不明呢 真不甘心 这时候还管什么风魔碑 再不出去 我们都要随着 小世界一起消失了 对了 大鹏王和孔雀王呢 他们怎么没来 终于逃出来了 大鹏王和孔雀王怎么会受伤 他们都已经恢复人王进行为 除了我们 这密境内 怎么可能还会有人伤到他们 大鹏王 是 是云青岩 他联合了蛟龙王 云人王 秋人王埋伏了我们 没错 云青岩有一道极为厉害的阵法 能够将人王禁锢 我和大鹏王 差点栽在他的手上 出去之后 我希望诸位 能联手与我们诛杀子子 什么 这小子竟然有威胁到人王的手段 绝不能放过他 没错 再让云青岩成长下去 定是一大祸患 除此之外 云青岩还偷走了我洪家的宝藏 就算追到天涯海角 本王也要杀死他 好 既然诸位达成共识 那我这就撕开空间裂缝 一起出去 除了外界后 一起围杀云青岩 此行 我等本以为能军灵天下 大阵引足威风 没想到 竟然被一个小辈斩去了分身 哼 云青岩只是被斩去一道分身 我两道分身都被云青岩斩掉了 此仇 无功殆尖 云青岩迟早是要从秘境出来的 我就在这里等着 我信抓不住他 那人好像就是云青岩 真的是他 这小子终于出来了 今日定要将这小子臭皮八斤 帮明谢本王心头之恨 雲族三大人王竟然在这里护击我 密警报答 其余人王估计也会马上出来 不能在这里和他们缠络 你赶紧去 追 快追 天下之纳 竟无差容身之处 还逃到哪里都是死 竟然灭了这小子 那不是隐族的三大人王吗 他们好像是在追杀云青岩 哼 这个云青岩真会搞事 不但与我们为敌 还招惹了隐族三大人王 真是找死 我们快追上去 否则云青岩被隐族人王抓住 宝藏就要落入隐族之手了 这么多人王追杀云青岩 这么多人王追杀云青岩 好怕他凶多吉少 虽然云青岩有有抗衡人王的实力 但双拳难敌四手啊 此事我等也无能为力 只能帮云青岩保障他好友们的安全了 老大绝对不会出事的 先让他们暂且嚣张一池 日后必将百败偿还 本皇将众多天才地宝 未养给这些宝物 不竟他终于有动静啊 恭喜王宝大人 这些宝物品级极高 隐皇大人若能收取 定能凭借此剑 横扫天下 隐皇大人 想带领我隐族走向巅峰 说得不错 这把剑的品质 连本皇都无法间谍 恐怕已经达到仙气级 如果以这把剑相助 天星大陆 还有何人是我的对手 王宝已出事了 看来此剑已经诞生灵智了 竟然想逃走 不过 这本座看上的东西 从来没有得不到的 是 我的伤 隐皇大人 你没事吧 这把剑真邪闻 隐皇大人可是人黄静啊 他居然仅凭自身能量 便能伤到隐皇大人 隐皇大人 您还是先疗伤吧 已经小伤而已 外事 至于这把剑 他凶 人望不及诉 而且也很吃紧 这样下去 根本无法彻底 准备他们 所以说我现在不惧 正面银行也不是个本法 什么 你说你联系到斩天剑了 他正在赶过来 而且马上就要到了 你说斩天剑 仅恢复了两次出剑的能量 没关系 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隐清言终于追捎你了 斩天之大 已无你容身之所 有我们众王在此 今日 你绝无生路 是凡是被追捎了 我已经感觉到斩天剑阵的 迅速靠近 有两次出剑的机会 独顾击杀两名人亡 只要震慑了他们 便能脱身 到手指的地方 吸收魔主增强实力以后 才能合同的力量 隐清言不动了 他依然是能力消耗殆尽了 你可上去围住他 隐清言 末日到了 隐清言 咬住宝藏 可能压制人亡的阵法 我得可以留一个全尸 就凭你们 恐怕还杀不了我 反之 我一声令下 你们就得死上一个 隐清言 都死到临头 还敢嚣张 既然你不信 那就从你开始了 死 小心 看看有没有白负 隐清言 你不是要我死吗 可我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呢 什么都没有发生 隐言定是在装模作样 他已经前离继续了 隐清言 一众人亡在死 才能被你吓住 别急 让剑再飞 飞个屁 你当我是被吓大 什么 我 怎么会死在 这儿 我 我们也慌吗 隐清言 居然被秒杀了 他可是人亡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 这真的是隐清言干的吗 好朋友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小杂子 你究竟用了什么药法杀了隐晨 你想知道 那我便如你愿 不好 你给我当住 这怎么可能 什么 隐清言又秒杀了一个人亡 切负这隐清言 还被大红王等人追杀的狼狈逃窜 属 属 竟然已经有了能够正面秒杀人亡的实力了 现在怎么办 我等还要围杀他吗 你 你明明只有玄境修为 我可能瞬间杀死我都两大人亡 什么 你也想试试我手中建立 我不介意再杀一个人亡 不不不 我不想试 好可怕的气势 恐怕我稍有一动 就会被他斩杀 就算是隐皇陛下 你不能给我这种感觉啊 红王人亡面对玄境修士 竟然退缩了 少说风凉话 云清言哪是普通的玄境修士 方才两尊人亡都被他秒杀了呀 换作是我面对云清言 恐怕也提不起战役了 你倒是挺实际 算你们总运 现在我还有重要的事去办 没时间和你们在这儿耗 这天剑记载的两次出现机会 都消耗完了 现在我可没那么容易再杀死人了 趁他们还没回过身来 我得离开了 该死 金言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 我红族的宝藏还在他身上的 好不甘心哪 不甘心又能怎么办 云清言连人亡都能秒杀 我等追上去不是送死吗 突然变强 秒杀人亡 不对 我们被云清言骗了 以云清言的性格 他若真有杀死我们所有人的实力 是绝对不会 孔雀王说的有道理 仔细想来 云清言只有玄境修为 肯定是动用了某种技术 才能击杀两名人亡 击杀两名人亡后 肯定已经达到云清言的极限了 所以他刚刚才匆匆离去 阴险的小子 竟然把我们都骗过去了 绝不能放过他 我们赶紧追 这小子飞不了多远 好 快追 绝不能让他跑了 对死的云清言 击杀了我们的两大人亡 还让云王当众出仇 就算追到天涯海角 狗王也要将你随时万段 终于甩开他们了 还好有斩天剑暴身 将我的气息完美隐藏了起来 现在孔雀王他们 应该暂时找不到我 无论我这边已经没有危险 除非他们有交流王罩着 也出不了问题 接下来 我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 练乎某种 给我吸 刚才我吸收的能量 远远超过了玄境 接下来可以突破了 星王先进来的真准时啊 该死 我们几大人亡同时出马 竟然还是把云清言追丢了 万无目的地追捕 无异于大海捞针 不可能找得到云清言 可是放任他在暗中成长 日后定然危机 无等性命啊 虽然找不到云清言 但我们可以让他自己送上门来啊 本王有一句分身 当初在云清言身边待过一段时间 因而看出 他是一个极为重情重义的人 只要我们用他身边的人为诱饵 云清言定会自投罗王 孔雀王这个办法不错 我听闻过一个叫苏图图的人 此人是云清言的好兄弟 对他十分重要 只要抓住苏图图 不怕云清言不来 此人我有所耳闻 不过据我所知 苏图图现在在蛟龙王身边 想用武力硬抓 根本行不通 吴皇 诸位有所不知 其实苏图图 与我族陈上上 是孪生兄弟 只要以陈上上的性命要挟 苏图图肯定会乖乖过来 哦 陈上上不是你陈家弃成人吗 你竟然舍得用他来引苏图图 哼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陈上上终究不是我陈家嫡系血脉 只要能杀掉云清言 牺牲陈上上又何妨 不过事先说好 本王舍弃了陈上上 云清言的纳戒必须归本王 陈人王愿意下这么大的血本 云清言的纳戒理应归你所有 无独不丈夫 陈人王果然是一代枭雄啊 事不宜迟 陈人王赶紧行动吧 好 侍卫去把陈上上叫过来 是 爷爷 您叫我过来 有什么事吗 众人王竟然都在这里 难道他们在商议 怎么对付云大哥 上上 我听说苏图图 是你的孪生兄弟 不如让他也来陈家效力吧 什么 让图图来陈家 爷爷明知道 苏图图与云大哥关系密切 怎么会突然让他过来 这里面 绝对有问题 没错 苏图图来我陈家后 我也会将其当 对不起爷爷 我之前问过图图 他在燕罗城还有宗族 不会来我陈家的 连爷爷的话也不听了吗 立即让苏图图来我陈家 我不会亏待他的 爷爷 你不要骗我了 图图是云青岩的挚友 而云青岩已经和我陈家 彻底决裂 如果图图来陈家 只怕立刻会绑起来 用来威胁云青岩吧 还敢顶嘴 你个不孝子 老夫白养你十几年了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到底叫不叫苏图图过来 爷爷 别的事情我都能答应你 但是事关图图 和云大哥的安慰 是我难以从命 好好好 既然如此 那你就别怪我了 陈仁王竟然真的对陈上上动手了 养了十几年 怎么也养出感情了吧 结果说动手就动手 陈仁王心真狠啊 成大使者 不拘小劫 区区一个养子而已 死也就死了 传信御使 出来 不要 既然你不愿意叫苏图图过来 老夫帮你叫 上上 你找我 上上 你怎么受伤了 是谁将你打伤了 苏图图 不用问了 是本王打的 什么 陈仁王 上上可是你的孙子 已经对他下如此狠手 哼 少说废话 想要趁上上活命 你明天正午之前 一个人来迎周城 否则 你就等着替陈上上收尸吧 周图 你不要过来 我走 再敢多嘴 老夫现在就杀了你 周图 我明天会过来 不要动上上 好 那老夫便在陈家等你 诸位 苏图图已经上钩了 云青岩 也不会远的 这次几话 陈仁王 鸡躬至尾啊 拿下苏图图后 我们只要坐等云青岩 自投罗网就好 这次云青岩 绝无生路 师兄 我来了 来者何人 报上名来 谁告诉陈仁王 我苏图图来了 原来是你 跟我们进去吧 为了陈上上 你竟然真的愿意飞蛾扑火 你就不怕 再也走不出陈家吗 既然我赶来 便做好了心理准备 上上在哪 我要见他 放心 他还活着 你马上 也要去陪他了 把陈上上 带过来 上上 站住 陈仁王 我可以留下来 不过 你要放上上离开 你没有和我 谈条件的资格 我知道你的目的 是想利用我 引来云青岩 如果你不答应我的条件 我现在便自保丹田 舍弃生命 让你什么都得不到 威胁我 苏图图 你还太年轻了 你大可试试 看看现在 能否动用灵力 动用不了灵力了 被我的风铃大阵笼罩 你当然动用不了灵力 现在 你连自 动用这么多下作的手段 陈老狗 你枉为人亡 我跟你拼了 兵不厌诈的道理都不懂吗 把他们两个压下去 是 陈老狗 可以不了多久的 云大哥一定会为我们报仇的 报仇 我正希望 他来找我 给你们报仇呢 来人 召告整个营州 陈上上 勾结苏图图意图谋反 三日后 将在营州城城门 当众处死 遵命 云青岩 纵使你知道是陷阱又如何 这个陷阱 必须得救 不好了 组长 云公子的两位朋友 被陈家家主抓住了 什么 这到底怎么回事 说清楚 这是陈家下发的告示 上面说 云公子的两位朋友 苏图图和陈上上 意图谋反 他们三日后 将在营州城城门 被当众处死 苏图图不是在我族境内吗 怎么会被陈人王抓住 恐怕是陈人王 利用陈上上作为人质 威胁苏图图过去的 这是连环计 陈人王真正想对付的是云大人 还要利用苏图图 因云大人敲击陷阱 这是阳某 纵人知道是陷阱 也不得不去 我们还是赶紧通知云青岩吧 我能够通过密法 赶知主人的位置 此事交给我吧 老大得知消息后 肯定不会放任苏图图不管 而银州城还不知道 有多少人王等着老大过去 我先去银州城打探下消息 那就这么安排 如果你们需要帮助我 随时联系本王 好 心魔仙节是黑暗邪恶之物 而斩天剑是代表荒明的神兵力气 有斩天剑在手 我可以轻松化解心魔仙节 终于来了 给我 心魔仙节消失了 斩天剑 不愧是这些邪恶天生的克星 可惜 我现在境界不够 还不能完全使用斩天剑 主人 终于找到你了 灵天 你怎么来了 主人 大事不好了 苏图图和陈上上 被陈人王抓住了 三日后 他们将在银州城城门被处死 什么 背后还阴呢 找死 主人 现在银州城 恐怕有好几尊人王 再等着您过去 我们要不要从城祭 陈人王又如何 陈青年的兄弟 都得死 这 这气息竟然比人王还要强上几分 主人又突破了呀 陈人王他们这次 恐怕是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灵天 随我杀上瓶州城 是 主人 听说这两个人要谋反陈家 其中一个还是陈家少主的 你消极落后了 其实这两个倒霉家伙被处死的原因 仅仅是因为认识云青岩 彭家牛啊 竟然用自己的少主 逼一个外人现身来救 看来为了对付那个云青岩 陈家连脸都不想要了 云青岩只要不犯傻就不会来 他几乎将全营州人王都得罪了 来这里就是死路一条啊 吐吐 抱歉 是我连累了你 一家人别说两条话 你是我的亲兄弟 如今 我只希望麒麟他们 能及时发现陈人王的诡计 阻止云大哥过来 我能感知到 城里有八道人王的气息 看来六大人王和两大妖王 现在都在银州城守着 这就是混沌骨兽 没想到他居然化行了 化行了更好 混沌骨兽的血脉 我们势责必得 我们走 抓住他 他还没现身之前 苏吐吐他们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 我得赶紧回去报信 你就是云青岩的灵宠 麒麟吧 你们是谁 找我有什么事 这三个家伙居然都是人文 我好像有麻烦了 现在的你还没资格知道我是谁 真正找你的 乃是我身旁这二位 他们身后的势力 对你混沌骨兽的血脉 很感兴趣 感兴趣你大爷 小爷才没闲心和你们耗着 拜拜 向逃 做梦 护龙王 去 高齐你那点小心思吧 就凭你不可能从我手中逃脱的 王八蛋 你最好赶紧放了我 否则被我老大知道 不仅你不要完蛋 连你们身后的势力也要被覆灭 我们身后乃是永恒帝国 而扶苏公子身后更是隐世世家赢家 云青岩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一只蚂蚁而已 覆灭我的 真是痴心妄想 事已达成 在下先回永恒帝国覆命了 是我在下失陪 嗯 你去吧 无诸公子 接下来有何打算呢 听说盈州城八大人王 设计引诱云青岩入套 我挺想见识下 这位混沌骨兽的主人 会是什么样的人物 到现在也没听闻云青岩一点动静 万一他真躲在暗中不出来怎么办 这样吧 人质留下苏兔兔就够了 我们先杀掉陈上上 让云青岩知道 我们没再和他开玩笑 陈人王 你没意见吧 一个家族弃子而已 死就死了 好 陈人王果然是成大使者 接下来就由我亲自动手灭了陈上上 陈上上这个混蛋 我同云青岩抢了我孔雀族宝藏 今天先收点力气回来 罪人 我孔雀族宝藏 你这个臭女人 你这个臭女人 竟敢污蔑云兄弟 有种连我一起杀了 我要是皱一下眉头 就跟你姓 你信 放心吧 云青岩抢了 云青岩也会很快下去陪你们的 给我死 上 我开 什么 酷酷 上上 抱歉 我来晚了 云青岩 是云青岩来了 他疯了吗 既然真的敢来 这么多人亡在此 今天他怕是有来无回了 这就是云青岩 不过区区空济静修为 我还以为有多厉害 就凭他怎么收服混沌骨兽的 真是费劫 明知这是陷阱 且还来送死 依我看 这云青岩也不过是个满夫 云大哥 这是陷阱 你赶紧走啊 不用管我们 是啊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放心吧 我已突破 就凭这区区几个人 我 林天 你现在突突他们离开 这里的事我来解决 是 主人 云大哥 千万要小心啊 一定要活下来 啥蠢 居然敢偷袭本王 本王会让你尝尽世间 最痛苦的折磨 孔柔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你若敢赴我 我便会屠灭你孔雀族 畜生 你到底头还敢嚣张 如今你连活着走出银州城都是奢望 还想屠灭孔雀族 真是笑话 如果你现在跪下来认错 我们还能让你死得痛快点 就凭你们还没这个资格 我 我便让你知道 什么是人王之位 别偷牢 好强的能量波动 人王的威势太可怕了 哪怕是半步人王在此 恐怕也会轻刻间毙命啊 云青岩 凶多吉少了 人王之下皆为蝼蚁 更何况八尊人王亲自围杀 云青岩死定了 公子说的不错 我看着云青岩一招落到 云青岩 又在我的忏悔囚牢里 被农成血水吧 妖童四字 你只手便能破织 是 什么 我没看错吧 云青岩一掌竟然把人王打飞了 他竟然这么强 竟然能一掌击飞人王 这云青岩有点意思 刚刚是本公子看走眼了呀 不过有八大人王在场 这云青岩终究是翻不了天 混账 老夫大意之下 居然被你这蝼蚁所伤 老夫定要向你随时挽断 一些心头之恨 萧人王 你老了 还是退下吧 罗人王 你 三个 刚刚只是意外 一个云青岩而已 我只手便能镇压 你堂堂一名人王 却被云青岩打得吐血 我们人王的面子都被你丢光了 还是让我来吧 休想 你 别争了 你们谁来都一样 反正最后都要死 云青岩 我知道你有种竞术能秒杀人王 不过这次我等早有准备 你没机会击中我们的 杀你何须禁术 一指足矣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嘴硬到几时 剑与繁星 杀 罗人王居然用出了绝招 这招剑与繁星 就算是千军万马 也能轻刻间覆灭 更别说区区云青岩了 原本还想多折磨一下这小子 现在恐怕他连渣都省不下 不过如此 看我一指命 一年雷池 这怎么可能 我的绝招竟然被破了 我怎么会死在这里 干什么我笑 云青岩居然一招斩杀了罗人王 难道又是那招禁术 不对 这和禁术完全不一样 这怎么可能 一招秒杀人王 就算是本公子也做不到啊 云青岩很有可能修炼了某种强大的功法 此次他不可能凭借空气境的修为 斩杀人王今 有道理 若是本公子得到云青岩的修炼功法 今后这天底下还有谁人能敌 你们不是要杀我吗 我就站在这 还有谁敢上来一战 这小子太嚣张了 本王可不得一张把他拍死 冷静点 我也知道这小子 还能不能再打出刚才那一招 那现在怎么办 再这样下去 云青岩杀了网儿 抢了你族的宝藏 今日他必须得死 龙青岩 我们有何积极吧 好 大鹏王 我来助你 变化出本体了 这是要放大招了 龙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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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怎么可能 你竟然没死 我们的妖伙融合在一起 无限接近于天火 可焚烧诸天万物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休说是我天火 又是真的天火也杀不死我 今日就让你们开开眼 青莲地心火 出来吧 本座终于可以出来了 什么 这 这是真正的天火 云青莲她凭什么拥有天火 上 死命 不好 被我挡住啊 二位还有什么遗言吗 救 救救我们 这 连孔雀王和大鹏王联手 都不是云青莲的对手 我们上去更是白给啊 可恶 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云青莲 杀掉大鹏王和孔雀王吗 要上你上 我可不想和 我可不想和罗人王一样 神死盗销 一群闹主 先给他们种上魔虫 会再收拾剩下的人王 等等 这 这是传闻中的禁术 盗星重魔大法 难怪云青莲这么厉害 盗星重魔大法 本公子要定了 本公子要定了 益青莲 不 袁大爷 不要杀我 求求你 饶了我吧 我发誓 绝对不会再找你报仇了 现在求饶 晚了 住手 又来了两个人物啊 竟然是他 盈州影视世家 盈家的继承人 扶苏公子 盈家乃是整个盈州真正的主宰 而盈家家主更是人黄静的存在 云青莲断然不敢得罪他 太好了 大鹏王有救了呀 云青莲 扶苏公子在此 你还不赶紧放我走 郭早 不管他是什么狗屁公子 今日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你救不了你 放肆 云青莲 本公子命你立刻放了大鹏王 并且交出你修炼的功法 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 哦 我看你解救大鹏王事情 想要我的功法才是真吧 哼 盈心众魔大法乃是伤天害理的魔功 本公子收回魔功 是为了天下众生招架 我劝你修要自悟 赶紧交出魔功 并且放了大鹏王 不好意思 盈心众魔大法你得不到 大鹏王你也救 死 盈心优魔大法乃是伤天的魔功 你怎么敢 废话真主 死了 死了 我 我 什么 云青莲竟敢当着扶苏公子的面 杀死大鹏王 哼 此举必然得罪扶苏公子 云青莲真是自寻死路 扶苏公子作为赢家继承人 手段不可想象 云青莲死定了 混账 连本公子的命令你都敢违抗 写人罪无可受 你算什么东西也配置我的罪 你跟我说不配 我告诉你 在银州 我就是王法 唯我者 虽然云青莲实力强大 但我有父亲大人 赐云的赐品仙器在 云青莲 他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赐品仙器飞剑 原来这就是你嚣张的资本 没错 云青莲 莫以为杀了一个人王 便可与本公子叫板 殊不知本公子要杀你 无非吹灰之力 哦 那你倒可试试 还敢嘴硬 我这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去 这就是赐品仙器的力量吗 好强 我当恐怕连一道鱼蜂都打不住 云青莲更不可能挡住这一剑 他死定了 无论你的赐品仙器有多强 在我的斩天剑面前 也是拉 纵使我现在无法发挥斩天剑的全部力量 但对付一把赐品仙器 也是绰绰有 这 这怎么可能 我 我的眼睛没花吗 我去 这 这太离谱了吧 云青莲 居然一剑 斩断了赐品仙器 连扶苏都不是他的对手吗 接下来 该我了 好 不好 快替我等住 傅叔公子 你 啊 该死 没想到云青莲竟然这么强 看来只能先撤了 云青莲 你给本公子等着 本公子早晚会取你向上人头 这家伙跑得倒快 算了 先留他一命 还有其他的人王等着我去收拾你 云青莲 你 你杀了永恒帝国人王 重伤扶苏公子 你这是在玩火 你可知道 永恒帝国和赢家一怒 整个营州都要翻天覆地 在我眼中 没有惹不起的人 倒是你不仅忘恩负义 还敢用我的兄弟威胁我 此乃其死之道 不好 给我挡住啊 这就是得罪我的代价 我找 云青莲 我们当初有机会做朋友的 我现在可以既往不救 上上和你也是兄弟 我们 完了 我好好悔啊 陈 陈人王也死了 诸位 但打毒的无人是云青莲 一和之敌 我们必须联手对付他 我 当日我将你分身平安送到孔雀族 你却恩将仇报 事到如今 竟还不知悔过 云青莲 我 我错了 饶我一次 我曾经警告过你的 不过 我不会让你轻易死去 我要让你感受到 从高高在上的孔雀王 变成草鸡的滋味 不 孔雀王彻底沦为废人了 这比杀了他还难受啊 云青莲好狠的心 他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 我们必须要联手 否则 诸位 在下有一个秘法 能够召唤天魔 不过代价是 消耗大量人亡精血 甚至会导致修为掉下人亡精 但是用出此招 定能杀死云青莲 竟然还有这种秘法 天无绝人之路啊 相比于性命 这种代价简直微不足道 事不宜迟 我们一起催动吧 好 诸位助我 天魔现身 成功了 这头天魔镜 拥有接近人黄镜的实力 不 不枉我们耗费 大量精血贯注啊 哈哈 云青炎症 自死定了 区区天魔 想杀我还远远不够 只要燃烧一滴先定精血 我便可以暂时斗用战天剑 即使天魔也不足为之 吸引精血 无知小儿 今日就让你见识见识 天魔的强大 天魔是神 你们眼中无敌的天魔 于我而言 不过是狗语吧 这 怎么可能 现 现魔竟然一招被秒了 接下来 你们是选择乖乖让我种下某种 夺取修为 还是去死 不能强行动手 万一有几个想不开选择自爆 那我可就损失掉人亡某种了 我 我们愿意收手就勤 如今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只能低头了 哪怕是失去修为 也被丢了命枪啊 扫兴 我后悔 我们不该招惹云青年啊 天啊 八大人亡旗帜 竟然不是云青年一个人的对手 从今天起 八大十家三大妖族的时代结束了 营州的格局被云青年一人改写了 他真正做到了一人压抑州啊 眼下最大的威胁已经解决 不过尹氏赢家和永恒帝国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我要提前安置好亲友们 先去孔雀族 把墨家爷孙接回来吧 孔容 跟我去一趟孔雀族 墨家爷孙俩在哪 他们被关在那边 云青年 求求你 不要对我的族人动手 那你最好祈求墨家爷孙平安 否则 我会让整个孔雀族陪葬 来人 去把墨海和墨炎鱼带出来 是 快走 爷爷 他们要做什么 炎鱼放心 有云青年在 他们不敢拿我们怎样 云青年 他现在自身都难保 你说什么 秦阳哥哥怎么了 你们还不知道吧 八大人王在营州设局 引云青年过去 他必死无疑 所以 你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来人 来人 杀了他们 死吧 不 青年哥哥 我们来世再见 住手 什么 你滚 青年哥哥 抱歉 你们这段日子受苦了 青年哥哥 终于又见到你了 云小哥 你还活着 太好了 是云青年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他从八大人王手下逃了 他居然还敢来我孔雀族 真是找死 真是天堂有路 地狱无门闯进来 云青年 好 你想多了 倒是你们竟敢对墨家爷孙动手 不知死之将至啊 哼 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众护卫庭令 接孔雀云烟阵 去 孔雀云烟阵 开 云青年 此阵是我独的护族大阵 借助帝氏 能发挥出堪比人亡的一击 你受死吗 若是以前 应对这阵法说不得还有些麻烦 可是现在 我随手可护 云 你说 什么 他怎么会这么强 懒得和你们废话 准备受死吧 云青年 你 你嚣张不了多久的 组长大人一定会替我们报仇的 组长 你说的是 什么 组长大人 组长的修为竟然消失了 他 他现在与普通人无异啊 没想到 组长居然会沦落至此 我妖族强者为尊 没有修为 他现在 已经不算是组长了 说得也是 他现在 就是个普通的孔雀族人了 组长 你们都别我闭嘴 本王 本王还轮不到你们指指点点 你们滚哪 他滚哪 可恶 我明明是孔雀族的组长 众人仰望的存在 如今却变成了这样 青年 这都怪你啊 爷爷 我突然觉得 他有些可怜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啊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我留你性命 已是看在昔日短暂的情分上 青年 你少说风凉话 这一切 都是你害的 就算死 我也不会放过你 你修为禁尸 还能有什么手段 我可是孔雀族的王 就算没有修为 也要能杀你 神魂陷阱 召唤 十足空欠 我 我的神魂 在流失 组长大人 快 快住手啊 别要下去 快死啊 我们这无始尊卑的贱民 只要杀了云青岩 你们的牺牲都是值得的 献祭族 宏柔 你已经彻底疯了 这还不都是因为你 给我孔雀族陪葬吧 死你 找死 先帝惊破 破 这 这怎么可能 我权足的神魂之力 居然被你一招破了 我的神魂之力 岂是你能想象的 接下来 该送你上路 该死 我最大的义仗 竟然被云青岩 如此轻松破解 看来 只能投降了 云青岩 我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和你作对了 求求你 饶了我吧 现在求饶 已经晚了 去地狱陪你 毒人吧 孔子 好后悔啊 如果当初孔柔 没有贪图青岩哥哥的断天缩 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哎 贪婪害人哪 此间事了 接下来我要突破境界 你们暂且等我 好 泥州城一战 我收获了七枚人王魔主 这些魔主 总已让我突破到半部人王 那又死 太好了 从战斗力而言 现在的 一巴掌足以拍飞半部人王 一根手指 都能捏死人王 金岩哥哥好厉害 走吧 接下来我们去蛟龙族 顺便安置一下你们 好 那就有劳云小哥了 我在上古一记 和蛟龙王 云人王 以及丘人王 做过交易 接下来 先去拜访蛟龙王 给予他突破人王的奇迹 银氏银家 向来不问世事 不知今日 百道友来此 所为何事啊 本座来此 是为宣读我银家的法治 银家银氏千年 今朝顺应天意出世 掌管银州大帝 而等皆应臣服 从者生 为者死 可此昭靠 蛟龙王 接旨吧 此事 容我考虑考虑 这银家一出世 就想让我蛟龙族臣服 真是做梦 不管你如何想 银家决定做的事 没有人能阻拦 这是九转失心滩 还请蛟龙王服下吧 什么 若服下九转失心滩 本王的性命就攥在你们手里了 银家这么做 未免太霸道了吧 蛟龙王好像弄错了一件事 自始至终 我银家都不是在和你商量 而是命令 欺人太甚 想命令我 你还没这资格 鸡寒龙爪 居然还敢反抗 那就别怪本座不客气了 人和黄印 这怎么可能 你居然一招就击败了我 我银家所修炼的功法 岂是你们能比的 就算同为人亡 我要杀你 也一如反掌 既然你不肯臣服银家 那么 你只能去死了 难道 我今日 要死在这里了吗 你若感动蛟龙王 今日恐怕没有人给你收尸啊 林轻言 抱歉 我来晚了 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吧 林轻言 少族长刚下令抓捕你 没想到你就主动送上门来了 活该我立功啊 少族长 你说的那个扶苏公子 没错 扶苏公子便是我族少族长迎素 少族长有令 抓住你可就任意上次一次 你给我过来吧 哈哈哈哈 区区人亡也敢对我出手 看你是自寻死路 本方何不是嬴州城那群废物 今日我就让你知道 嬴家人亡的厉害 给我破 你居然 一招就击败了我 这怎么可能 这一幕好像似曾相识啊 少废话 嬴家这次出事 发动了多少人 想从我口中套取情报 死了这条心吧 我嬴十六对嬴家一片忠心 日月可见 其实不问你怎么靠他折磨我 我也不会告诉你一丁点的情报 不说是吧 那我直接抽取你的灵魂搜索情报好了 等一下 别搜魂 搜魂后大概率会变成傻子 我只能对不起嬴家吧 我还以为你骨头有多硬 原来是只转脚下 说 除了我之外 嬴家还触动了失误和人亡静的堂主 一名半步人黄的长老 人亡之下 则更是数不胜数 不愧是隐氏事件 如此底蕴 横推整个营州都绰绰有余了 不过 对我来说 这都是尚好的魔种啊 我都告诉你了 求求你放过我吧 可我从来没说要放过你 我 很青年 人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废话真多 好 没想到短短几日不见 云小友的实力 已经如此强大了 焦前辈谬赞了 如今嬴家恐怕也找上了云前辈和秋前辈 我得尽快去支援他们 据我所知 他们二人都在云族 如今我们三王同气连支 我和你一起去吧 好 不好 他们已经打起来了 我们赶紧过去 云人王 秋人王 我劝你们还是放弃抵抗 扶下这九转失心丹 殷十六已经去收服焦龙王了 你们也别让本王空手而归 就算死 我们也不会驱服的 我相信焦龙王也和我们一样 不会臣服你赢家的 敢不臣服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你说谁死路一条 什么 焦龙王 云逍遥 你们来了 太好了 焦 焦龙王 你怎么会在这里 银十六呢 银十六 他已经是一具死尸 这 这怎么可能 银十六居然死在了你们手里 别急 你马上就要下去陪他 狂妄 就拼命你也想杀我 等往今日 难道他要拼命了 玉小勇 赵龙王 小心啊 今日先放您一条生路 踏日我定会回来取你们狗命 我的实力运营十六相当 以后在这里恐怕下场和他一样 还是先走为上 你走了吗 什么 我最强一招 居然被破了 今次你哪儿都去不了 这里就是你的白骨之地 你 你需要得意 就算我今儿要死 也要拉着云族一起陪赠 不好 他这是要自爆了 糟了 要是让他成功 打半个云族都要被毁 想拉着云族一起死 你恐怕还做不到 封天绝地照 玉小 不 我不甘心啊 还好我云霄有出手 否则云族难逃一劫呀 云前辈不必客气 你们在上古秘境中帮了我 我这么做是应该的 今日前来 便是为了履行当日的承诺 先到圣书 谢 好 好玄妙的功法 我在上面 感受到了仙气呀 仅仅是观看 都要耗尽我全部的力气了 这本功法 定能让五等踏入人皇境啊 这本功法若是修炼到极致 休说是踏入人皇 我将功法注入三位前辈的神室内 前辈们 慢慢参悟吧 你想有大恩 五等能莫持人望 三位前辈不必客气 其实晚辈还有一事 想请诸位帮忙 李小勇尽管说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五等肯定全力以赴 是啊 有什么事都包在我们身上了 是这样 我离开这里后 请前辈们放出消息 就说我杀了赢家两名人亡 赢家若想报仇 让他们去天堂山脉找我 赢家依然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干脆将他们一起引上门 省得我一个个去找了 李小勇 万万不可啊 我们虽然知道你厉害 但赢家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呀 成为赢家 有好几名万步人皇 我一这些人出手 那你就危险了 兄弟们放心 如今我的实力足以镇压 万步人皇 他们若是赶来 我就让他们有来无回 手机身 今天已经无限接近于人皇境了 原来云小勇 隐藏如此之身 看来是我们多虑了 云小勇放心 我们定会 为你将消息放出去的 呼启三位前辈 晚辈先告死 长江后浪推前浪 云小勇已经远远超过五等了 我有预感 银家这次出事 怕是要跌个大跟头 当初选择和云小勇交好 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呀 银州这么多人亡 转瞬之间 仅我们几个 与云小勇交好的还活着 真是万幸啊 算算时间 银州仅剩的三大人亡 应该已经被收服了 此事传回族内 我的声望 又能更上一层楼了 公子太厉害了 事实都能运筹围固 银家真的好仰慕呢 本公子还有更厉害的 晚上让你好好看看 少组长 不 不好了 大呼小叫什么 有事快说 少组长 云族传出消息 银十五和银十六两位大人 都 都死了 你说什么 几凭云人王那几个垃圾货子 怎么可能杀死我银家人王 不是他们杀的 是 是云青年杀的 青年 又是这个混蛋 杀我银家两大人王 还敢如此嚣张 我看你是在找死 马上传续回本家 让六位长老前往天堂山脉 与我会合 这次 我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是 开死 追到这里以后 那把神剑的气息就消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 神剑的气息又出现了 而且正在迅速靠近 与其同行的 还有一个半部人王 难道是神剑的主人 不管是谁 你 这次 我绝对会将神剑 收入龙宗 龙宗听到消息过 肯定不会贸然见 至少会带上一个半部人王 甚至更多 这一票不出意外的话 能赚不少物种 届时助我突破人王井 应该不成问题 站住 你是谁 人皇剑 不对 这只是人皇的一部分事 无奈影足人皇 小子 将你身上的神剑交出来吧 神剑 原来是冲着我的斩天剑来的 我的斩天剑 神皇耐心有限 交出神剑 我还可少你 否则 死 死 不好意思 斩天剑不是你可以燃剑 至于杀 你更是没着资格 就不吃吃拔酒 既然你存心找死 那本王就成全你 如果你真身在死 我许我还会记得自分 可你只是一道分身 你资格在我面前嚣张 滚 他明明不过是半步人亡 为什么和我对拼的每一击 都能占据上风 接下来 这一招解决你 先帝真气 见罪于空 不好 这就能杀掉本王这具分身 不可应激 于静言 你给我等着 来日本王真身必杀你 好得倒挺快 影族仁皇是个 迟早会去找你算账的 眼下更重要的事 是夺取赢家等人的模子 曾经此地 不如埋葬 方才就是这边 传来的战斗波动 营州能造成 这等波动的人不多了 于静言 岂有可能在这边 等等 你们看那个 这是 赢家之墓 困账 究竟是谁 竟敢如此如我赢家 老夫要将他碎尸万段 唯有血 才能洗刷我赢家 受到的侮辱 竟然是云青岩 那小子搞的鬼 阎苏 你倒是猜得不错 果然是你 云青岩 你居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今日 你必死无疑 区区手下败将 也敢妄言杀我 我看今日要死的 是你们才能 我还在这装 今日我赢家六位 半步仁皇在此 天堂山脉 就是你的埋骨之地 赵队长 别跟这小子废话了 让我来灭了他 好 有劳迎兰长老了 以迎兰长老的实力 拿下云青岩轻而易举 说实话 为了对付这小子 主动我们六大长老 实在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无妨 不等也饮事多年了 今朝出事 便让这世间见识见识 无等的风采 数子 今日我就让你知道 如我赢家的后果 龙皇义 又是这招 赢家没点新花样吗 不 不好 什么 云青岩轻然一指击败了盈兰 这 这怎么可能 没想到这小子的实力 居然这么强 我们都想瞧他了 累死了 我 我赢家的绝学 居然抵不过你一指 你 你到底是什么来了 下地狱去问吧 哎呀 快住手 云青岩 耳赶 嗯 无数 来吧 呃啊 我 我怎么会死在这里 文章 竟敢杀了银兰 与你唯有以命相提 一起出手 杀了他 为银兰报仇 云青岩 起死吧 云青岩 用这个杀不了我 什么 云青岩 竟然全部躲开了 这小子的身份好快 不好 快冲过来了 给我滚 如果你们只有这点实力 那儿等今日必死不已 云青岩 你少得意 我赢家实力 不是你能想象的 诸位长老 请力移动用尽数 斩杀此子 走 是融合 融合 融合 云青岩 接下来就是你的死期 你少穿 天地真结 见你虚空 在我半步人黄融合后 实力比之前的 隐族 人黄 分身 还要强盛一大截 用现在的实力 想解决他 有些麻烦 云青岩 你终究只是 刚入半步人亡 就算凭借 魔攻 战力 逆天 也依旧 不是我的对手 哈哈哈哈 云青岩 嚣张不起来了吧 你若识相的话 就交出道心众魔大法 我还能留你一条全尸 高兴得太早了 我还没输呢 那是 迎兰长老的魔种 混账 你想见迎兰的魔种突破 你说 不好 诸位长老 快阻止他 云青岩 我们绝不会给你机会突破的 惊人已必死 太迟了 只怕到半步人亡 随差一死的 渡过之人亡剑 不过对很融合的 五个老家伙 处手有余了 哈哈哈哈 明青岩 我还以为 你会直接突破到 人亡剑呢 看来你不行啊 半步人亡 巅峰也是半步人亡 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是吗 我倒是觉得 现在一直便可解决你了 狂王 这就送你下地狱 狂魔乱雾 这 这 是怎么可能 所以一击就能将我重杀 若是明青岩认真出手 那我就完蛋了呀 不行 我要逃啊 我是 你们既然丢下我跑了 我可是你们的少主啊 对不住了少主 你有家族特质的传送符 我们没有啊 只能先走一步了 想走 完了 魔主 去 不 把这鬼东西拿出去 想拿出魔主 我满足你 魔主 出 魔主 怪死 我 我不甘心的 家族 会为我等报仇的 该死 六大半步人皇 居然全部死在了 云青岩手下 若是让家族知道 我刚写成银州 就只做如此多的高手 恐怕 饶不了我 但如今 恐怕也只有我爹 银皇 才能对付这小子了 明苏 接下来轮到你了 云青岩 你休要得意 本公子想走 你留不住 我有爹赐予的传送符 离开这里 不是问题 这是我爹银皇 专门为我制作的传送符 云青岩 再见了 居然有人皇制作的传送符 这次又让你逃了 下次 我定要让你死无全尸 这枚某种 是从方才的巨人身上夺取的 蕴含五大半步人皇的修为 助我突破到人王界 绰绰有余了 刘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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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中 魔中已经全部吸收完了 我却还是停留在半步人王 我明明是挥不休为 不应该遇到境界屏障才对 到底是哪里出了刹子 能摩尖怎么会自己出来 我很失望 我们会是在这种情况下相见 错一犯下 你只能去弥补 错 我所行之事 皆遵循本心 不知时间旅人前辈所指何意 道心众魔大法就是错 道心众魔大法 你是说 道心众魔大法掠夺他人修为提升自己 乃是天地不容的魔功 你虽然借助道心众魔大法 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但如今也给你带来了反噬 今日之事便是因果 原来如此 自我得到道心众魔大法后 一路行来太过顺畅 竟忽视了这点 前辈 请问我该如何去弥补 虚元真姐与第三面风魔妃能弥补 去冥界寻找他们吗 虚元先帝的真姐居然在冥界 虚元先帝当年是先进十大先帝之一 曾经还被我坑过 没想到他的功法 居然能化解道心众魔大法的弊端 前辈等等你只告诉我虚元真姐在哪 还没说第三面风魔碑的下落呢 等你得到虚元真姐实力突破 我自会将第三面风魔碑的下落告诉你 冥界吗 有外界强者强行打开空间通道 想进入冥界 如今仙人洞府即将出世 解释整个冥界都能感知到 这时候有强者进来 恐怕会横出市端 不行 本座绝不能容忍仙人洞府有一点闪失 必须在空间通道除掉这家伙 冥界的气息就在前方 马上就要到了 小子 干嘛 何妨小小 给我滚出来 一个半步人亡 也敢擅闯冥界 真是不知死活 用名之气 他是冥界的人 敢问阁下是谁 我好像未曾得罪过你 本王乃是冥界冥王之一 于静秋 至于为何杀你 却因你来的不是时候 死吧 一言不合陛下杀手 既然如此 修本无客气了 干徒手应接本王的武器 简直是自寻死路 是吗 我看要死的人会是你 什么 你 你只是半步人亡 怎么可能徒手抓住本王的武器 人王与我而言 也不过是龙羽吧 不好 幽冥园 我藏住 该死 这小子真的是半步人亡吗 本王在他面前竟然毫无还手之力 再不让开 下一招便取你性命 不行 先人动服 本王实在必得 这小子必须死在这里 幽冥莲花 去 就你这点本事 想杀我还远远不够 谁说这招是对付你的 我只要将空间通道炸毁 空间乱流中 你绝对活不下来 哇 这女人要发疯 不动凌王中 这 完了 幽冥莲花 爆 我送你 起 小子 慢慢品尝空间乱流 不动 我往中挡不住了 现在只能拼一把了 并进 开路 头好痛 这 这是什么地方 啊 你说我通空间裂缝中掉出 落入冥界已经三天了 看来这三天是你在守护我啊 老朋友 多谢了 这次受伤 我的修为竟然掉到了鹰边 冥界那一切未知 我得尽快找个安全的地方 吸收某种 恢复修为 鹰兽的声音 完了呀 都怪慕往轻 把这群民兽狼一来 真想要被他害死了 怎么能怪我 不是季方说要出来打猎的吗 也不能全怪我 季寒不是也说要出来找一株药草 是三个玄境的冥界人 我正常对冥界一泡雾水 正好可以找他们了解一下 我看了呀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啊 我在春风阁输了个花魁 可没过门呢 一处休得伤人 这个组长方式 应该足以镇住他们了 我们得救了 一巴掌 派死这么多玄境的民兽狼 此人起码是鹰殿进强者呀 这么年轻的鹰殿吗 我族组长都五十多了 也才应变进巅峰啊 你们没事吧 我 我们没事 多谢前辈出手相救 敢问前辈尊姓大名 无必客气 叫我云青研究好 三位是 小女子慕婉青 来自于寒城的慕家 这两位名为季寒和季方 来自于寒城的季家 不知云公子来自哪方势力 只有超级势力 才能培养出这个年轻强者 我说是能帮上他 岂不是飞上这刀鞭放我了 玉寒城 看来就是冥界人的诚实了 我身后没有任何势力 只是一介散人 此番正要去玉寒城 不知可否同行 没 没有势力 没想到云公子身后没有势力 这是个好机会啊 要是能拉拢云公子 我季家将会多出一个顶尖强者 我看云公子 起码是二品上界民根 日后成就半步人亡不是问题 若是拉拢成功 我季家以后说不定能成为 继桃花院和家野宗外的 第三大超级势力 既然云公子没有势力 不妨来我沐家做客 沐家欢迎之至 没有势力也无妨 这样更容易与我沐家 绑定在一起 这个吗 沐家那含酸之地 配不上云公子的身份 云公子不如来我季家 是啊 我季家修炼功法资源 一应俱全 云公子需要什么都有 季人个混蛋 你季家算个什么东西 我季家是御寒城最大炼器家族 能给云公子提供最顶级的武器 我沐家掌控御寒城最大的拍卖会 云公子需要什么宝贝 沐家都能提供 我季家功法比你沐家多 沐家能倾全族资源 供云公子修炼 季家也能倾全族资源供云公子修炼 看起来我还挺强熟 太恐怖 这两个混蛋非要跟老娘抢 看来你下点狠招 是不行了 云公子 你若是加入牧家 小女子愿意和你结为道旅 小女子体质特殊 若与小女子结合 可以让云公子的民根 再进一步 我 我去 这女人也太活得出去了吧 我也活出去了 公子 我不比木婉轻差 你要我试试看 我去 你是男的啊 说不定云公子 好着口呢 三位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我并没有民根 所以体质什么的 对我没有帮助 小妈 没 没有民根 这怎么可能 没有民根还这么强 难道 云公子是恒烈明修 恒烈明修通过透支生命和潜力 来增强修为 没有前途啊 如果是恒烈明修 就不值得拉拢 他们好像又误会了 也罢 误会便误会吧 我现在还不能贸然暴露身份 否则被当日袭击我的人亡得知 怕是有些麻烦 呃 那个 既然木小姐对云公子如此仰慕 那我们便不和木小姐抢了 是啊是啊 我们就不横刀夺爱了 啊 我去 这两个混蛋 居然想把这废物丢给我 老娘才不干的 不妥不妥 我突然想起来 我和严家的严肖 还有一纸婚约 带别的男人回家不合适 所以 云公子还是去季家吧 三年前你不是上门撕毁婚约了吗 呃 如今严肖崛起 现在婚约又恢复了 我去 还有这种操作啊 对啊 反正 我不能带云公子去木家了 这 我季家最近经营不善 我怕是攻不起云公子修炼的 哎呀 说起来 我季家上次大亏一笔 都快养不活下人了 这态度比变脸还快 看来不管是仙境 人境还是民境 人性都是一样的 三位不必争执了 在下已有安排 只需三位带我去玉寒城便好 什么 去玉寒城啊 啊 云兄 你倒是早说呀 害得我们险些翻脸 玉寒城近日将有名石母矿现世 本王于静秋 为造福静州人民 重邀静州州内三十岁以下的 因变强者 进入名石母矿 共同发掘 于静秋 不就是当日袭击我的那个女人吗 原来我在她的流地内 我要是能得到一块名石母就好了 那可是相当于几十万名石啊 哎 可惜我们只有玄境修为 没资格进去 好了 别废话了 这么久没回去 我爹要担心了 是啊 我们也该回家了 云兄 你有何打算 我打算随便找个客栈住下 一路上都有刀扰 在下先告辞了 哎 云公子稍等 不管怎么说 云公子都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我们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感谢 这是三百名石 还望收下 好清纯的名气 既然如此 我也不推辞了 多谢三位 我先走一步了 真是个香腕郎 三百名石就打发走了 三百名石把他打发走 不亏 毕竟是横练名秀 三百名石对他来说 也是一笔不菲的钱财了 当然于静秋说 我来的不是时候 所以要杀我 还如果只是为了一座名石母矿 还不至于此 看来此时另有玄机 我必须尽快恢复修为 才好去探查 谢 给我 这速度也太慢了 没想到在冥界吸收魔种 还会受到名气的彻整 空气中的名气十分稀薄 如此下去 怕是一个月都恢复不了 看来 我需要大量名气 名气 对了 这是方才祭方给我的名石 这东西里面还有不少名气 我来试试看 给我 我信 果然有用 只能达到我在天星大陆 吸收魔种的速度了 只是名石消耗的速度很快 我需要大量名石才行 若要说什么途径来钱简单又快 那就是售买丹药了 明鉴修饰普遍修为不高 想必地接上品的丹药 就能卖个好价钱 天不可 看来这里就是售买丹药的地方了 这位客官 请问有什么需要的吗 这小子面生的很大 要是炸他一笔 这个月的业界 说不定就能完成了 麻烦你找人鉴定一下 我要收买丹药 我去 原来是想从我这捞钱的 去去去 天丹阁不受破烂 天丹阁可是近周最大的丹阁 这小子年纪轻轻 能有什么好丹药 居然跑到天丹阁了 真是扯丹 怕不是从哪里逃来的垃圾 来天丹阁招摇撞骗吧 一身地摊货 怕是连丹药等级都分不清楚 你连我的丹药都没看过 并说是破烂 天丹阁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吗 你算哪门的客人 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 让别人看见了 还以为我天丹阁成收破烂的呢 赶紧滚蛋 别逼我动手 给我道歉 此事便作罢 你还蹬鼻子上脸呢 给你道歉 你说哪根走 我看你是招打 道歉 我不会再说第三遍 你个汪八糕子 还敢还手 我干死你 不知死活 我去 这小子竟敢在天丹阁动手 简直是老兽性上吊 活得不耐烦了啊 上个在天丹阁闹事的人 焚头草已经有一帐高了吧 年轻人就是冲动 这下完蛋了 赵 赵贵大人 有人到天丹阁闹事啊 何人竟敢在我天丹阁闹事 这是天丹阁大长老的孙女 雅飞小姐 我要是娶到她 这辈子也无憾了 别想了 看到雅飞身后的人没 那可是天丹阁二长老的孙子 宋冰 你跟人家一别 那就是天上和地下的差距 我倒是听闻 这宋冰想追求雅飞小姐 但雅飞小姐却不太搭理她 就是你打伤了我天丹阁的人 没错 是我打 呦 这小子头够铁的 居然敢直接承认 打了天丹阁的电源 这小子不会是 隐世尊门的天才弟子吧 否则怎么可能有 这么大的胆子 阁下既然承认 是自己打伤了我的电源 那可知伤我阁人的后果 哼 你为何不问问 我为什么要对他出手呢 笑吗 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 这天丹阁是什么地方 敢伤我天丹阁的人 不可什么原因 今天都必须付出代价 吴文青红皂白 不讲是非取直 想要以示压人 原来这就是你们 天丹阁的做派 看来你们天丹阁 也没外面说得那么好嘛 这小子说得不错 就算要惩戒这小子 起码也得把事情 调查清楚再说呀 没错 天丹阁名声在外 生意做得这么大 不就是靠的服务和口碑吗 如今电源和顾客闹矛盾 连调查都不调查 就要惩治顾客 这的确说不过去呀 这人气度不凡 无相是故意来惹事的 而那胡小二是送命安插进来的人 平时就多有刁难客人之事 难道今日争端 若真是如我所猜 今天倒是正好可以借助这位小哥 明正言顺地将胡小二赶出去 这位小哥 我叫雅飞 是靖州天丹阁的管事 刚刚是雅飞失言了 还请见谅 菲菲 你和这小子废什么话 他敢打我们天丹阁的人 我们直接废了他就好了 宋公子 虽说你是总部派来的监察使 但毕竟我是这里的管事 还有 请教我雅飞 我们没那么熟 那 这个女人 竟然不给我面子 老子迟早有一奸 你要让她知道我的厉害 听你刚刚说的话 这其中似乎有些误会 不知可否详细说明 我借你态度诚恳 便和你说一下吧 我本是慕名而来 想要在天丹阁售卖地阶丹药 但岂料你们负责接待的人 看都不看 便想直接将我轰出去 你放屁 你个年纪轻轻 毛都没掌权的混小子 怎么可能有地阶丹药 你分明是售卖假药 想要来我天丹阁骗吃骗喝 我才 够了 此间是非屈指 我已经清楚了 来人啊 是 胡小二淡漫客人 依照天丹阁的规矩 重则一百棍 逐出天丹阁 永不录用 什么 要打一百棍 那我岂不是要被活活打死 好吧 官室大人 我冤枉啊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宿命大人 救我呀 且慢 雅飞 胡小二毕竟是我丹宝阁的人 是非屈指 也不能听那小子的一面之词吧 我并非是听信他的一面之词 天丹阁开门做生意 早就有规定 不管客人身份的高低贵贱 都不可怠慢 即便客人真的是骗子也不行 胡小二违背阁规 罪不可赦 带下去 严惩不带 是 我冤枉啊 救命啊 嗯 这才是天丹阁做事的态度 这才是服务至上 以人为本啊 雅飞作为天丹阁管事 还是很称职的 胡小二怠慢公子 已经受到惩罚 不知公子可还满意 还算满意 好 既然我这边已经给了公子一个交代 那么公子也该拿出地阶丹药 证明自己不是骗子了吧 除作拿不出来 那公子打伤我天丹阁的人 便是对天丹阁严重的挑衅 雅飞小姐这首先礼后兵妙啊 既表达了对客人的尊重 也能维护天丹阁的脸面 不愧是天丹阁大长老的孙女 手段着实让人钦佩啊 不仅压力来到这小子身上了呀 就看他拿不拿得出地阶丹药了 小子 今天你要是拿不出地阶丹药 随下活着走出天丹阁了 都是这小子害得我也先被踢掉了 我一定要弄死他 如果我拿不出地阶丹药 自然任凭你们处置 可我要是拿出来了呢 能拿出地阶丹药的哪个不是大富大贵 说这话之前 也不看看你这副穷酸药 如果公子真的拿出地阶丹药 雅飞自然会当众给您赔礼道歉 光是赔礼道歉可不够 嘿 你小子还蹬鼻子上脸了 你要是能拿出来 我额外赔偿你十万名师 十万名师 这还差不多 我这就将丹药拿出来 让尔等开开眼 这小子居然答应了 难道他真的有地阶丹药 不会吧 难道我们先前看 这就是地阶丹药 三道丹纹 确实是地阶丹药的标志啊 只不过 这丹药怎么一点丹香都没有啊 这还有说 肯定是伪造的假丹呗 偏偏不懂行的还行 但拿这种东西 到天丹阁行骗 真是自寻死路啊 吓我一跳 原来是假丹 小子 你竟然敢拿颗假丹 到天丹阁行骗 真不知死之将至 丹药还没鉴定 你找什么解 鉴定个屁 护卫经令 抓住他 是 请慢 雅飞 如今假丹药摆在面前 事实确凿 你为何还要横加阻拦 丹药是真是假 不可仅凭目断 但我验后再处置它也不迟 这丹药除了梅丹香 其他都符合地阶丹药的特征 若是不加查验 就贸然处置这位公子 说不定会惹上麻烦 毕竟能随手拿出地阶丹药的 可不是普通人 假丹再怎么鉴定 也是假丹 何必浪费这时间呢 公子可否让我一验 真经不怕火炼 拿去随便验吧 这 这是丹香 方才离得远 没有闻到 现在离得近了 才发现这股丹香 竟是如此轻人心脾 绝对达到了地阶丹药的水准 能把丹香内敛到这种程度的 只 只有地阶极品丹药 我去 开玩笑吧 居然是地阶极品 等等 我想起来了 一般的丹药大多丹香四溢 其实是因为 丹药药性一散所致 而地阶极品 已经反普灰针 丹香内敛了 难怪我们闻不到丹香 我还以为他是骗子 原来是我们没见识 这 这怎么可能 这枚丹药足以证明 我不是骗子了吧 当然 方才是雅飞失礼了 还玩公子莫怪 雅飞在这里 给公子赔个不是 这态度还差不多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雅飞小姐 居然真的向这个年轻人道歉了 换做我 肯定拉不下这个面子 雅飞小姐 年纪轻轻 便能成为一格之主 不是没有原因的 公子这枚丹药 我天丹阁收了 并且给公子 市面上最高的价格 十万名师 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十万名师一枚 没想到我随手练制的破烂玩意儿 居然这么值钱 公子在说什么 没什么 我这儿还有十枚地阶极品丹药 天丹阁能否一并收购 当然没问题 天丹阁 等等 你说什么 公子你 你还有十枚地阶极品丹药 今天出门走得急 没带多少 只能拿出这么多了 他 他这话的意思是 家里还有很多地阶极品丹药 这就是土豪的世界吧 我不理解 但我大为震撼 大哥腿上还缺化剑吗 地阶丹药在玉寒城也不算稀有 但地阶极品丹药 放眼整个明界 都是凤毛领奖 此人身后 必有一位炼丹宗师存在 一定要与他交好 这事没丹药 天丹阁同样以最高价格收购 这张卡里有一百一十万名石 工资请收好 同时公子将会是天丹阁 最尊贵的会员 成交 我去 没想到这小子这么厉害 这小子现在正在高兴着 心肝没注意到我 我得赶紧留 宋公子留步 雅飞小姐已经向我道歉了 那你欠我的十万名石 什么时候给我 宋公子家大业大 应该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赖账吧 开什么玩笑 缺取十万名石而已 对我宋兵来说 无故是洒洒水 拿 拿去 我去 这可是我一辈的私房钱呢 好 既然宋公子如此爽快 那我云青年也并非得理不饶人之人 此事便就此做吧 告辞 云公子慢走 原来他叫云青年 印象中没听过这号人 得找个机会 打探下他的来历 混账小子 把公子的名识没那么好拿 我会让你连本代理全吐出来 看到那间亮着的房间了吗 据打探 云青年就住在里面 我看那小子也没什么本事 宋少派我们两个来杀他 会不会有点谨慎过头了 狮子薄兔 亦有全力 看光这小子身怀顶级弹药 定然有保命手段 不可大意 这是狮重名回乡 那小子正在修炼 只要他吸入此乡 不出一刻钟 他便会化为浓水 下毒的事交给我吧 我最喜欢看别人 临死前的挣扎了 这这这这 百万名识吸收一空 结果才恢复了不到半程修为 这冥界果然不适合外界人的爱啊 有人放迷烟 这迷烟的成分 不对 这是狮重名魂香 多小打小闹也就罢了 既然想置我于死地 别管我不客气了 算是时间 这小子应该是死透了 走 进去收拾 谁呢 你们是在找我吗 鬼啊 你不要过来啊 等等 不是鬼 他是余青年 这小子没被毒死 我吃 你吓我一跳 看来方才那尸虫名魂香就是你的方吧 是又如何 没想到你竟然没被毒死 不过那也无妨 我们这就送你上路 去死吧 徐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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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别敢在你面前造刺 好 好强 天宝有误 这小子居然是鹰变境 真是击到天罢了 谁派你来的 别做梦了 我们是不会说的 没错 我们可是训练有素的杀手 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泄露雇主的消息 是吗 别打了 我们什么都说 是天丹阁的宋兵雇我们来的 他被你落了面子 心中怨恨 没错 他现在就住在天丹阁的小院 宋兵 我不找你麻烦 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吧 我们都交代了 求求大爷饶了我们啊 你最能明 活最难逃 废去二等修为 是九戒 接下来 该去找宋兵讨债了 小宝贝 你在哪里啊 我就在这里 宋上你来抓我 小宝贝你可真淘气 被我抓到了 我可是会狠狠惩罚你的哦 抓到你了 可我怎么惩罚你 宋兵 你玩得还挺花呀 啊 于清言 你怎么会在这里 怎么 宋公子不是很想见我吗 现在见到了 怎么这么惊讶 你 你怎么会没死啊 那两个杀手呢 他们已经被我废了 接下来 该轮到你了 阿姆姆 救命啊 住手 休咬双宋少爷 少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阿姆姆 你来得太及时了 这家伙 想杀我 快帮我灭了他 少爷放心 我这就取下这小子的手机 就凭你 还不配 小姐 如今天丹阁大权 被二长老宋德牢牢掌控 而宋兵也借着 监察使的名义 对我们这处分阁渗透人手 再不做出行动 等您爷爷大长老的权力被架空 我们都要遭到清算哪 百老放心 我已然想到了一个方法 若能成功 说不定能尽晚颓势 还请小姐明示 发生什么事了 是宋斌那边传来的声音 快过去看看 什么 什么 她默默居然也不是云青岩的对手 这 这怎么可能 你明明只是一用面积 为何会这么强 死人不须知道 不过 我是天大阁耳上老的人 你怎么敢 是 是云公子 他 他竟然一掌拍死了安嬷嬷 宋兵 接下来该轮到你了 于 于兴 我爷爷 可是天丹阁二长老宋德 你若敢杀我 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亏你还是天丹阁长老的孙子 死到临头了你难道还没看出来 别说什么狗屁二长老 纵然是整个天丹阁 又算得了什么 上路吧 不 雅飞 快 快救救我 我们都是天丹阁的人 不能借死不救啊 宋兵若是死在我这里 确实会有些麻烦 不过云青岩 也不是好招惹的 明白了 云公子 可否看在雅飞的面子上 放送兵一马 不能 送兵派杀手用尸虫冥魂相害我 我杀他合情合理 哦 原来如此 雅飞 你在磨叽什么呀 快救我呀 宋兵 我已经问过云公子 能否放了你 可是他不愿意 那我也没办法了 什么 这个贱人 这算什么包我 你就是在故意刺我 对不对 好了 废话少说 你该去死了 不 不要杀我